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听包的人说完了 马不停蹄 起身就赶笨了 莲花怪 原来云瑞有一度的委屈 他感觉到 这皇上也好 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 难怪有些刚官的人伤心 我听我三哥徐良 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 插一插把性命搭上 还没想到要轮到我头上 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 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 要按理说 我不应该管这个事 因为现在 我本身还没有洗清 既没有恢复官职 也没有恢复名誉 可是又想到 蒋平大伙为谁 防守安定苦肉计 又为的是谁 如果 在这关键时刻 自己威愁不前 计较个人得失 就显着品质太差了 因此 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 却压到心底 还是到莲花馆救人要紧 云瑞啊 到莲花馆来过三次了 第一次 他是到本地来办案 第二次 陪着包的人来进乡 今天是第三次 因此道路并不生疏 心急狡快 不到两个时辰 就赶到莲花馆 结果往院里头一看 战斗正在激烈 飞剑仙诸亮 证人猖狂 所以白云瑞大吼一声 在飘落到院中 把蒋平大伙可乐坏 云瑞 云瑞兄弟哥哥 全围笼上来了 蒋平就问 用瑞啊 你 你怎么来了 四伯父 有话咱们慢慢说吧 包相爷 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 好 包的人做得对 我呀 本来想说这个事 但是我又没敢 我恐怕让包的人为难 云瑞你看 咱们老的老 小的小 没有多大的本领 面对强敌 没有高手 怎么能行呢 你来的可谓 急事语 四伯 您就不必客气了 看我的 白云瑞说干就干 卖大部来到飞剑仙 朱亮进前 朱亮也是一愣 呀 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 没想到他能来 啊 想罢多时 飞剑仙 冷笑一声 白云瑞 莫非 你敢跟老朽动手 八成 云瑞一瞪眼 朱亮 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 我不愿意跟你伸手 你赶紧闪退一旁 叫郭昌达过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飞剑仙朱亮 挨了个卷烟饼 他有点下不来台呀 小娃娃 羞出狂言 你接拐挨战 轮拐就咱 跟白云瑞战斗一处 要说朱亮这个能耐 只在白云瑞之上 不在小大摩之下 所差者 上了年纪了 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 得了不少次病 每次有病 对他都十分不利啊 现在他心有力不足 气血有些衰败 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 他真得费点劲 云瑞呢 这次来 心情是复杂的 他急于想救出八王 也是堵着这口气 所以打起来 倍加勇猛 掌中这口金丝龙林闪电 批是上下翻飞 把个老朱亮 占他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是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 从郭长达身后 蹦出俩人去 这俩人是云南滇驰岛来的 一个叫金赤大鹏马天德 一个叫入海交融马天力 马氏双凶 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 一看朱亮 有点盯不住了 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 从左右夹攻白云瑞 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 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 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 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 他们俩伸手就白给他 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 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 扑扑两刀 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 崛起身亡 朱亮一跺脚 心说这个俩呀 好心不得好抱 你们这是何苦呢 他这心里头一疼 坏了 精神这一疏散 白云瑞唱血而入 刀光一闪 奔他面门就来了 老朱亮下的魂不附体 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 哎呀 幸亏他躲得快点 这一招正把他压尾巾给扫掉 扑这一声 不知道的心他把脑袋给端起来 把朱亮下的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 用手一毛脑刮皮 哎呀 好险 好险 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 这一来力胜三阵 云瑞单手提刀 点手换郭昌达 郭昌达 请着两天吃过来 哇哇 你是白云瑞 咱 哼 名不虚传 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 不过 白云瑞啊 你浑身是铁能连几颗钉 你毛还嫩得多呀 别看你有股猛劲 在老健客的面前 你还是白个一样 来来来 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林闪电屁 你要能在频道的面前过去二十个照片 那我就算服了你了 说着话 他把掌中一对两天吃晃动起 晾了个大棚双斩翅 让白云瑞进招 云瑞刚想进攻 猛然想起一件事 其说且慢 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 不能这么混打呀 必须有条不紊的 跟他战斗 云瑞想着这 把招又收住了 郭昌达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 而后再打也不为吃饱 说吧 什么事 老门长 我听说 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 张小夕 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港四 这俩人太不仗义了 暗中下半子 移花结木 借刀杀人 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旧 搅闹新房 调戏新人 结果 把这屎盔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 这算哪家的英雄 哪路的好汉 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 你把这俩人叫出来 我要跟他们伸伸手 我白鱼要战败了 愿我勤屈命不屈 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 这个 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 你说这怎么答复 因此他就一愣 蒋平在后边一听 按条大指 罢了 还得说云瑞聪明 连我都没想到 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 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 不把他们抓住 这案子就不能了结 太是旁级就不能答应 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是太正确了 在后边蒋高蒋小义 也非常赞成 他帮着忙 他后头就喊 对 我兄弟提的太对了 我说张晓熙 耿老四 你们俩装什么大半算 还不出来等上 滚出来 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了 出来 臭贼 你们就会暗中下半子 当着面 你敢闲闲婚吗 白云瑞指明点性 你们敢露面吗 其实大伙干渣户 究竟哪一个是张晓熙 哪个是耿四 谁也不认识 方淑安在狼眼下绑着呢 可这老方可不闲着 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 方淑安这一着急 拿舌子狠劲往外顶 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滚出来了 连晃大脑的在摇脖子 这才透过这口气来 老叔 你说听太对了 你要不认识 你要不认识张晓熙 我给你介绍介绍 靠东边 头一排第四个 那就是张晓熙 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 就是耿四 孙子 你们俩他们耳朵里堵什么了 叫你们俩的号呢 你们怎么不出去 你们要不出去 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 臭灾 这方淑安嘴下可不留情啊 祖宗奶奶的骂了 张晓熙和耿四本不敢出面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 往身边左右一看 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阳光 盯着他们俩 你想人有脸树有皮 再害怕也吃不消 张晓熙把牙关一咬 蹦出来了 来到郭昌达面前 怎么拿 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他指名点姓 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 郭昌达再想拦着 已经来不及了 飞云道长点点头 消息 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 你可多加谨慎 知道了 他跳到白云瑞面前 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 摇了两摇 小白的 你不是想见见张的爷吗 爷 来了 我就是张小夕 云瑞借着灯光一看 他冷眼还真像自己 但是仔细看 不一样 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 眼露贼光 两个大青眼圈 嘴唇也显着干 这才叫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云瑞呢 为了把这个事情叫真了 落实了 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样 你真是张小夕 让 并太岁张华是你叔叔 一点都不假 张小夕 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你有胆子说实话吗 你说吧 什么事 爷 没有不承认的 好 好样的 敢做 敢当吗 我去问你 三国舅 是你杀的不 对 是我把他整死的 调戏李玉秋 是你干的不 那当然是我 李玉秋 神圣的宝 二十一件被人盗走 是谁干的 我 不但是我盗走的 我还包着一个包里 塞到你的行李底下 给你栽赃 也是我 云瑞一听脱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承认了 到任何时候 也难以反共了 好吧 张小夕 我再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 你要跟白某有仇 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 或者单对单 或者群殴 那时你把白某杀了 我死而无憾 可你暗中下半子 实在叫人不服啊 哈哈哈哈 姓白的 我就全告诉你了 我们老张家的人 有十几口 死在你们爷儿俩的刀下 特别是你爹白玉堂 在这的时候 比你这小子还损 因此 因此跟我们老张家 接下血海深仇 我谨遵老人的遗讯 非给他们报仇不可 可是 我要想找你 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 因此我的蒙熊 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 这回你全听懂了吧 云瑞一听拖拉 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 刷啦啦剑梅到处 虎目冤翻 晃宝刀 跟张小夕就站在一处 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 这个玉面小如来 比玉面小达摩差得太多 你看他自己要练 还看不出怎么样了 俩人比在一处 高低分明啊 没有十几个照面 张小夕就有点逼不住了 这小子虚晃一招 打算转身逃走 白玉堆能叫他跑吗 脚下使了个鸡灯布 几下就到张小夕背后 轮起宝刀来 咔咔就是一刀 正砍到张小夕后背上 那位说 这一下还不得批为两半呢 没有 云瑞没使刀刃 拿刀背砍的 围着是抓个活的 会开封好交差 这承认是一部分 到工庄他得承认 思评文书观评印了 得必须有他的口功 自己才能解脱 因此云瑞这一刀被子 把他砍翻在地 一脚蹬着他后腰上 像拎小劲一样 就把他拎起来 转身回归本队 往地上一摔 啪 好学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 行如龙行如虎 哥儿俩望上一撮 你胳膊把他给捆上了 云瑞滴滴的声音 嘱咐他们 严加看管 可不准要他的命 一定要留活的 您放心 我们知道 云瑞活捉张小夕 转身又来到战场 联手换梗嗣 这耿四跟张小夕 多头之后 哥儿俩确实处的不错 而且刚才 白云瑞指名点姓 叫的是他们俩 他想藏也藏不住了 他一看张小夕被拿 不由得火望上撞 一蹿跳到云瑞进前 姓白的 还有你也有我呢 来吧 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是那天晚上 在太师府的后花园 他把自己找到外边 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 好小子 你可够歹毒的 云瑞并不打话 两个人是当场动手 没有十个照面 骚扒一腿 把耿四登翻在地 生擒活捺 这仗打得干净力了 把耿四抓住之后 压归本队 这耿四扬起脸来 看看张小夕 张小夕低头 看看他这位四哥 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态 他们就盼望着郭长达能打胜仗 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 安息他们俩不住 单所欲略 这件事情办成之后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心说行了 我这次算没白来啊 总然就是死了 我这官司也能洗清了 下一步 这想法就 八王千岁 单说 郭长达 一看这两个人被拿 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 心说 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 我要不亲自动手 想要迎他势必登天 因此郭长达晃动两天使 要占白云瑞 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 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 好一好 把命就得打上 别看白云瑞的能力大 分跟谁比 在郭长达面前 他可插着老大一块呢 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 还没等他伸手呢 就听墙头上 有锣声 这小唐锣 唐 唐 唐 酸铃挂 酸铃挂 大刘运挂 未卜先知 酸不灵 不收费 老少的英雄温婷就乱了 哎呀 这不是老剑客走话长的声音吗 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 可不是吗 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 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纷着 开花帽 开花袍 手拎青猪肝 那只手拎着小唐锣 身后背着个破斗子 正是 浮血 老人 走老剑客 前文书咱说了 走话长要不帮忙 抓不着 贾徐良 王顺 走话长不帮忙 王顺 也不能顺利 借到东京正法 走老剑客 本身有点事 他要访一访 四十年前 一个过命的朋友 到浙江去了一趟 现在这个事办完了 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 正好路过开封 他忽然想起 徐良和白云瑞 蒋平方说安等人 走老剑客心想 这帮人都不错 各有特色呀 白眉毛徐良 能耐还大 还好顽皮 我们爷儿俩 越谈越热乎 白云瑞一囤正气 小伙子还有能耐 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 蒋平方说安 都是足智多谋 这次再见一回面 下回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 顺便到开封府看看他们 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 我再去帮帮忙 老剑客按照这样的心 到的开封 可是到了开封啊 半夜了 城门早就关闭了 老剑客施展陆地 飞腾树 飞檐走壁的能力 爬进城墙 到开封 他没敢公开露面 怕惊动了包厢也 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 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境况 他听说老少英雄都敢奔莲花冠了 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 郭昌达 昏蝎老人就大吃了一惊 哎呀 不好 心酸的郭昌达谁惹得起 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 我得赶快去帮忙 就这样他赶到莲花冠 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 飞身上墙望院里 他一看 云瑞正好要大战郭昌达 因此他挥泻了几句 这才露面 要献决意 威震莲花冠 挥泻老人走华昌 来到莲花冠 真是无巧不成书 可给大伙乐坏了 众人全都围拢过来 老剑可长 老剑可短 走华昌一白首 哎呦各位啊 恕我看不见哪 有个对的 不对的呢 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 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呢 把他叫过来 我问他点事 云瑞呀快回来 白云瑞劈刀 回归本队 你还是走老剑可 心话怒法 把刀还俏 过了十里 老人家 白云瑞在此 哈哈 来来来 我摸一摸啊 其实啊 他比谁眼睛都好使 故意在这演戏 要不怎么叫 挥泻剑可 这老头爱闹着玩 他把白云瑞摸了摸 嗯 身子骨还挺硬实 听说你贪了不白之冤 受了不少苦 我挺心疼啊 云瑞听到这鼻子一酸 老人家你也听说了 可不是吗 多咱好人 都是多磨难啊 好啊 咱们爷儿俩有话 慢慢的在谈啊 你们先在后边等等 我过去给郭昌达算一挂 说着走出人群 敲响唐螺 唐唐 算灵挂 算灵挂 大流运挂 未不先知 郭昌达 我给你算一挂怎么样 无良天尊 郭昌达一样就看出来 走华昌 冰山北极岛 长法道人雪珠连的尸地 郭昌达 郭昌达冷笑了一声 老伙计 开什么玩笑 没想到咱们在这见了面了 哎呦 郭老健可真是好迹象 还认识我这个瞎老头呢 呸 你一点都不瞎 你快把眼珠转过来 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算 走华昌一听 那就别装算了 就见他俩眼一翻背 眼珠转了个的 两只瞳孔 放出两道寒光来 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 但是这老头 在什么时候 也不着急生气 稳稳荡荡的 冲着郭昌达点了点头 总文长 树仔未见 你挺好啊 嗯 不错 你老师 三世必求 我佛昆仑桑 挺好吗 也不错 你们五上人 鱼和鱼酒连 也挺好吗 嗯 也行 呵 这走华昌 真周到 是郭昌达周围这些亲人 他问了个道 最后他把话锋一转 总文长 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老伙计 有话说吧 等转圈 总文长 你不在东海陛下宫 来到东京西山 哦 莲花冠 所谓何故呢 啊 你问这个 实不行吗 我们莲花门的人 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 我这个总文长 仔细的拢了拢杖 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死在三峡五义手下的 就一百七十六人 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 手下有不好的人 这也在所难免 可是一个不好 两个不好 这一百七十多人都不好吗 不见得吧 可见开封府的人 杀人杀红了眼睛 专门跟我们莲花门 为仇作对 我作为总门长 焉有袖手 不管之礼 我这次来到京西莲花冠 就是跟开封府的人 来结算总仗 哦 原来如此 老伙计 听人劝 吃饱饭 咱们老哥俩可不错 人不亲 亦亲 亦不亲 刀把子亲 刀把子不亲 祖师爷还亲呢 要说起来 三教归来是一家 咱们还都是一个根生生的 宋门长啊 你如果能凭我相劝 你呀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你不对呀 你手下的门人弟子 采花 盗柳 监盗 邪音 你怎么不说呢 听这个树木挺吓人 一百七十多人 都灿死在刀下 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 你怎么不说呢 那天下的武林人 多至上万 别人为什么没挨到呢 反攻自问 还怪你的门规不言呢 老建客呀 你要脑门子一热 不分是非好歹 一朝十足 千古汗 我不可怜别的 我可怜你这把年纪 可能咱俩同岁吧 今年你一百零三了吧 不错 是不是 证明我说的还对 人活百岁 古来西呀 咱们没咽这口气 就是活神仙 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 来搅这点浑水呢 弄得浑不浑 清不清 将来身败名裂 要听我的 咱老哥俩 手拉手一走 云游天下 何乐而不为 关于弟子徒孙的事 他们自作自受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他学好了 谁不高兴 他学糟了 自然由国法 承办于他 那是旧游自取 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 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 欢望老剑客 海涵 郭长达温婷冷笑了一声 走话唱 我也有事不明白 想问问你 哦 请吧 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莫非包黑子也要薄举你当官不成吗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 一张嘴我的门规不言 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 看来你走话唱 说话不公啊 我明白了 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 就是由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 我郭长达这回到了东京 我把你们这帮人 全都包括在内的 哪个帮忙 就是我的仇敌 除非无力解决 没有什么可说的 哎哟哟哟哟哟 老伙计 你要一个锅轮马勺 不分青红皂白呀 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 对 你要帮忙 你就是我的仇敌 你先问问我的凉天尺 答应不答应 好啊 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猪肝 答应不答应 来吧 说到这儿 没法往下说 走话长也气得浑身立斗 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 把破唐锣 破兜子放下来 这猪肝他可没撒手 那个说是猪肝吗 博士 从表面上看是猪肝 食指这是一条宝兵器 名叫子武盘龙烧 乃是五金打造的 而且大木手指上还有黄 在特殊的情况下 他运崩黄 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截的 这一截一共是三寸五长 三愣透夹锥 专达金中照能破铁布扇 也慢说是人 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 今天为了对付郭昌达 走华昌破例 用大拇指印奔黄 扎本枪 头前这个三愣透夹锥就冒出来 借着灯光 夺人的二目 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掩了掩 破袖头玩了一玩 把脚上的鞋用袋子勒结实了 二次来到郭昌达进前 老伙计 还是不抓破莲好啊 你想咱们俩这一身手多叫人家笑话 一百多岁对一百多岁 俩人凑得一块二百多岁 赶上人家一大堆了 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火宝吗 呸 走华昌 要想不动手可以 你马上给我走 你要离开这 才能避免一场血战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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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昌达 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 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 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 他们俩刚要伸手 戏不大头鬼 方树安在狼眼笔下捆着呢 方树安一想啊 妈就妈 我的老了 越打越激烈 越打愁口越深啊 人家别人没事 撒牙子都走了 我在这捆着 这帮贼妃拿我出气不可呀 大概别人把我忘了 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啊 趁着走老建哥在这儿 得想发现他把我给救了 因此方树安就喊上了 能能 我老建哥等等我说两句 呦 谁在那儿瞅瞅 西伯达同鬼 方树安 说呢 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 跑那儿待着去了 废话 我也不乐意 我这家人就抓住了捆在这儿的 是啊 那就捆一会儿吧 等我们打完那仗 有功夫 咱爷儿俩再谈 嗯 不行 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 我就归了位了 老爷子想发现把我救了 然后再说吧 哦 先救你 这 这怎么救呢 好 我跟郭长达商量商量啊 老伙计 你把方树安 给我放了怎么样 什么 走老建哥 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 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你倒说了个轻巧 放防树安 没门 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罐前来卧底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灾难 这笔账还没算呢 等打完仗 我还得拔他的皮 别讲 那多难受啊 人哪有往下拔皮的呢 您是三清弟子 说这话本身 你有违背了教规呀 老门大 咱像做买卖似的 咱讲讲价钱 如果你能把房树安放了 你提个条件 你看怎么样 也 郭长达心生了一记 好吧 既然老建客提到这儿 确知不公 我要不答应 显见着我这个人 太不讲情面 但你讲话了 这得有条件 要叫我放它 不难 你得叫我砸三掌 怎么样 你要能接住我三八掌 而且我没把你打住 那我就放房树安 你敢答应吗 这 一句话把走老建客给叫住了 老建客心装安想 这怎么办 你说答应不答应 不然的话 房树安这条命真保不住了 答应 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 人家的金连掌 威震武林堪称一绝 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 可是事到如今 要逼答应 这根头就算栽了 甭伸手 现在就丢了人了 就凭自己 是长发道人雪珠连的师弟 能叫他给叫得住吗 这老头也挺倔呀 把牙关一咬 心一横 心说我就接他三掌 我看看郭长达的掌力 究竟有多么厉害 想到这儿他点点头 好 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 我就接你三掌 你放了方树安 怎么样 老伙计 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 红嘴白牙 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哪能开玩笑呢 这是真的 好嘞 那你请过来吧 我现在就砸你三掌 等等 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 你砸我哪 我得听清楚 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 一巴掌就继续把我拍死 对不对 郭长达一笑 当然了 我一定打筋奏的地方 我揍你的后背 你看怎样 好嘞 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 哎呀 大概我能有六年没洗澡了 这两天这身上刺养的要命 真叫人捶一捶 还真解刺养呢 好了 就打后背吧 不过郭长达 说话算数不 打完了三掌 可得放人呢 别打完了 你把脸一捧不承认 那怎么办 无量天尊 我郭长达是连华门的总门长 也有说话不算之理 如果我打过你三掌 不放房书安 我林文不得闪住 哎好了 别忘了瞎说了 我相信 我相信 等等啊 我做做准备 走话长回归本队 白玉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 全替走话长担心 老人家 您觉得心里有底吗 嗯 差不多 我这人挨揍 挨惯了 没短了 叫人家全打脚踢 试试看吧 那万一 万一也没关系 你们的意思是说 万一他把我砸死 砸死就砸死呗 还能活一百零三吗 嗯 我也活够了 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 先救人要紧呢 方叔安那是个人才 留下对开封府有用 至于我们老糟头子一个了 活着死了都一样 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 万无刚改之理 给我看着这猪肝啊 可别丢了 把猪肝也放下了 他们破袋子紧了紧 迈步来到郭长达进前 然后一转个儿把后背 朝着郭长达 骑马蹲当 失望着一蹲 从表面上看 谈笑自然 实则不然啊 那里他就运上气功了 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 闲耳意见 走话长这后背 比平时能高起来两寸 就好像气垫一样 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郭长达就问 老建哥 准备得如何了 我可要伸手了 请吧 郭长达心说 咱们俩可没交过手 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 我这一场我就把你砸死 你走话长有什么能耐 敢接我的金连长 郭长达想到这 登登登登登登 往下倒退了十几步 把秀面高碗 胳膊一轮 嗯 嗯 运上单天力 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 巴掌也长了个儿了 冷不定往前一蹿 蹦起来三尺多高 连人在巴掌 拼命的就是一场 哎呀 走话长哭通摔倒 一口血就得喷出来 哪知道 打得可够狠的 走话长的身子 稍微摘了一下 脚下连步都没错 给挺住了 走老健可就叫这个心呢 翻了两下子 嗓子眼有点发热 两肋有点发炸 这条脊椎骨 就像窜了电了似的 哎呀 走老健可一想够劲啊 这一巴掌可够重的 总算叫我给避住了 想着这他把身子转过来 郭老健可 行 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 把这六年没洗澡这个劲 全给我截过来了 还有两下呢 不良偏尊 郭长大爷还真筋奏啊 这回再加把劲 老伙亲你站好吧 接我第二张 哎呀 好嘞 走话长站好 这回老头 利用员工啊 到了现在他没成亲 从小就练功 可以说是童此功 弃教单天 单天发于几倍 有几倍 有通的后倍 从后脑瓜勺 到屁和唇 全都叫出劲来 在这等着接第二张 郭长达退出去 帐多远去 往前一抢 又是预长 走话长这回身子一摘位 登登登 往前抢了三步 可是没爬去 虽然说没爬去 走话长就脚着 这俩眼睛往外鼓 嗓着眼儿 呼呼冒热气 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 老头都预感到不妙 可能要吐血 他赶紧气叫 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 缓了半天劲 走老建哥才把身子转回来 嘿嘿嘿嘿 两下了 还有一下 郭长达别忘了 现在就做好准备 得把防处安放了 那是自然 你不用操心 打完这下 我马上就放人 好嘞 来吧 别看走话长 嘴这么说 心里有点发慌了 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第三掌 有点支持不住了 倘若郭长达 还使那么大的劲 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 虽然说把防处安救了 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可事到如今 不挨打不行了 话已经说绝了 就见走话长舌尖一顶上牙膛 叫单天一粒混元器 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 连晃脑袋再摇身子 做好准备 郭长达也看出来了 心想走话长啊 你甭美 别看你躲过两掌 这第三掌 你是躲不过去 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 我把你的肺子 都能给你震出来 你就拿命 来 灰蝎老人走话长 为了解救方叔安 跟郭长达打赌机长 一口气 接了他两掌 这两巴掌拍完之后 走老健客就感觉 胸膛发热 嗓子眼发心 眼前金灯之帽 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 倘若 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起来 自己是凶多极少 但是 众目亏亏 话语出口 万无更改之旅 就是砸死 说话也得算数 能把防树案给救了 死也直客 因此 他咬着牙 避着气 在这等接第三掌 郭长达 一看 心中暗息 老皮肤 这一掌下去 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 这郭长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啊 再看他 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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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 他心说这一场 我肯定得把走化仓 打个骨钝金蛇 随着掌力 他的心肝脾胃肾 都得突出来 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 这走化仓的后背 怎么变软乎了呢 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 肉乎乎软乎乎 这怎么变呢 难道把他打烂了 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 不但他吃惊 在场的人无不惊开 原来人们全神贯注 光看这第三掌了 莲花棍的贼替郭昌达使劲 三峡无异的人替老建客走化仓担心 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 就在郭昌达举 举起第三掌的时候 墙上来俩和尚 这俩和尚 一个比一个胖 那坨最大的 没四百斤也差不多 这俩出家人是谁呀 头一个 就是河南登峰 松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 丰僧醉菩提 凌空长老 在凌空的后面 就是北侠保送罗汉 欧阳春 这两位赶到了 原来欧阳春 在两个月以前 跟凌空老和尚 结伴到辽东朝圣 据说这辽东 有不少名胜古迹 最著名的 就是千朵莲花山 这块 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 此人 人颂出号 叫边北神佛 一百多岁 讲经说法超出一般 而且无意绝伦 凌空和欧阳春 跟人家一谈话 觉着长了不少知识 因此 就在山上住了一个月 零四天 后来 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 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 赶奔东京 等走到新政一带 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 白云瑞贪了官司 三国就被杀了 八王爷赵德芳丢了 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 凌空细心 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 就知道了个大概 他跟欧阳春一商议 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 干脆 我也不回少林寺了 你也别回向国寺 咱们二人结伴 赶奔莲花冠 按住各位英雄一臂之力 其实凌空啊 是担心徒弟 白云瑞 就这样 他们来的 来早了 不如来巧了 二位高僧在墙上往前 一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凌空一瞅 心中暗响 走话唱啊 走话唱 你这是不要命了 郭长达这第三掌 再砸下去 焉有你的命在 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 凌空这人也诙谐 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 把大肚子一甩揉 他跳起来 用自己胖大的身躯 挡住走话唱 就接了郭长达的第三掌 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 所以 郭长达感觉 好像这一掌 拍的面缸里头 但他睁眼一看 吓得吸了口冷气 我两天顿 你 诺弥陀佛 哎哟 可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 郭老建客 酒为了 可认识拼僧 这个 郭长达 蹬蹬蹬 倒退了几步 就傻的那儿了 他真没想到 凌空来得这么凑巧 这时 欧阳春 也跳到院里了 三峡五义的人一看 这俩大和尚一来 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真好比汉苗 遇上了春雨 众人全 没拢过来 凌空 老和尚一摆手 各位啊 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 我跟郭长达 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 这时候 玉面小大摩 白云瑞 也过来了 师父 起来吧 哼 无用的东西 竟因为你身上 叫人操心 完了 我再跟你算账 走话唱 也过来了 满面 培笑 老罗汉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替我挨了第三掌 要没有您 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 至于那么厉害吗 我这人天生就挨挨打 这第三掌揍得还挺舒服 老建客 您图什么叫他揍您 我围的是旧防树案 这三掌打过之后 他必须得把防树案放了 哦 原来如此 那好吧 我就把这事替您给办了 说着林空 扁手混 郭昌大 老建客 你愣什么呢 难道不认识贫僧吗 其实郭昌达能不认识他吗 方才是又羞又恼 心说突驴啊 你要不来 我就要了走花长的命了 谁让你替结长来的 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 千功尽弃 但是他可不敢得罪林空 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 那功夫太高了 因此郭昌达心里不满意 表面上还得陪笑 无量偏尊 老罗汉 原来是您 您可真爱开玩笑 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 是吗 属贫僧冒昧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 恐怕出人命 因此用我的剑去接了老建客一掌 老建客可海寒哪 方才我听走花昌说 你们演的这出戏 主要为旧房书案 那好吧 我相信郭老建客说话算数了 现在就把人给放了 对对 郭昌达就一愣 觉得这个事有点不服气 林空老和尚 不错 但是我跟走花昌达的赌 没您老人家的事 我得揍他三掌 他能接得住 我才能放人 不然我不能放 哎 郭昌达 难道你想拉屎忘回座 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啊 你是莲华门的总门长 一百挂邻的人了 得高望重 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要言而无信 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 如果你要叫这不服气 就打我三掌 来吧 叫林空这一僵啊 郭昌达 郭昌达没敢打 他倒不是怕林空 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 倘若扭转千坤 木兰师方 欧阳中会 不答应怎么办 铜金刚铁罗汉 磨成大理佛 欧阳普中 不答应怎么办 这些大和尚要找到莲花冠 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 因此郭昌达 只好咬牙 好的 林空长老 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 不然的话 无论如何 我是不能放人 来了 把房书安放了 他发话谁敢不听啊 小老道过去 给房书安解开绑绳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和喜马大头鬼这个美呀 活动活动四肢 晃了晃大脑袋 冲着郭昌达一抱拳 多谢 多谢 说着话来到林空长老近前 哎呀老人家 多谢您秉丽相帮 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 我给您磕头了 起来起来吧 方老爷 贫僧晚来了一步 让你受了委屈 没说的 国家的忠臣 吃这点窝算个什么 方书安说着回归本队 众人全围过来 无不替他高兴 这方书安回归本队 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来呗 他还跟郭昌达赏 哎 我老健康 人有尸首 马有漏体 你忘了一件事 我也是才想起来的 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 那张小夕 耿老四 都在这捆着呢 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 走马换将 你说那有多好 那我换他们两个 咱们两不吃亏 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 郭昌达一定可不是 都把我气迷糊了 哎呀 这裤吃的这个包 人家的人我放了 我的人还照旧被拿 又一想 方书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 这小子损到了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 就没有这么便宜 所以他狠狠瞪了 方书安一眼没言语 凌空大和尚接着说 郭昌达赫 贫僧晚来一步 不知道这个事闹腾的这么大 怎么我听说 八王千岁赵德方 还压在你的莲花罐 真有这种事吗 来 一点都不讲 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 哎呀 老罗汉 援言多总啊 我不必戏谈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人为你口气 佛为你住香 我打算拿赵德方当人质 达到我的目的 要达不到目的 我是绝不生病 是吗 你这决心还不小呢 哎 人各有志 也不好勉强啊 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 你说今儿这事怎么个解决吧 我厚着脸皮 向老健可再要求一件事 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 只要把赵德方放了 你尽管提条件 凡是我们能答复的 一定尽量满足 你看如何呢 这个 郭长达眼睛一转 记上心头 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 老罗汉 我真不拨您的面子 好 我答应放了赵德方 哎呦 阿弥陀佛 多谢多谢 不过 老罗汉 您先等等 放是放 不能这么简单 我已经把赵德方 压在九寿 朝天亭 您呢 可以领着人去看看 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 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 满天云彩 就算散了 如果破不了亭子 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您想 我这架势已经拉在这儿了 我话已经说出去了 平白无故 我把赵德方就这么一给你 我脚着脸上无光 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不知道老罗汉 愿意不愿意 哎呀 凌空一听 郭长达话里有话 柔中带刚啊 这家伙暗下埋伏 想要拿九寿朝天亭 把我等难度 看来这亭子是不好破 要好破 他不能扔这种话 但是话已出口 凌空只好回过头来 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 你们几个听听 郭长达所提 你们有什么议论 哎呀 蒋平一听 这还有点活动气 要这样的话 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 然后再商量破九寿朝天亭的事 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 老少爷英雄也都赞成 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 冲着郭长达一点头 老建客就一米 不过呢 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 见见八王爷 然后咱们预定日期 好 我投钱带路 蒋平跟白云瑞一商议 咱们别上当 应当做两手准备 因此翻江鼠 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 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 压着张小夕和耿四 先回开封府 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瓶子去 倘若郭长达这里边有埋伏 岂不前功尽弃 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 压着俩犯人先走了 愚者的跟着郭长达 赶奔九寿朝天亭 这个房淑安真不含糊 始终没走 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 鼻鼻哗哗在前面给带路 蒙哥们呀 我算这回来三回了 郭老建哥对不对 同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 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 叫你抓住的 这第三回我是担任祥导来的 郭长达气的只咬牙 冲着房树安那黑黑冷笑的几声 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痒 我说你咬牙干什么 发那么大干活有什么用呢 有账不怕算 现在咱不没身手吗 没身手就是朋友 对不对呢 你别暗中做劲 那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树安抓住 万瓦凌迟 拔皮点天灯 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 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 你信不信 我梁府 把郭长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 大伙也不好乐 说话间 来到莲花馆第六层院子 房树安成了这的主人了 用手一直 各位 商业就这小亭子 这就叫九兽朝天亭 来来来 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 东方甲乙木 我就是从这进去的 卖台阶注意啊 走13579 别走24680 挫走一步 焚山碎虎 郭长达也不理他 方树安领着大伙 上了台阶 来到东门 我老建客 我替你了啊 拽这个寿面铜环 往外边拧三靠 众美上演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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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咔嚓 东门开发 郭长达分辟着 来啊 展起灯火 小老道先跑进瓶子 多点了几颗灯烂 显得非常亮 大伙刚要往里走 被郭长达给拦住了 各位留步 我可不是小气啊 也不是不相信诸位 到这是时刻而止 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 谁也不能进去 不是想见八王吗 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 郭长达自己进了九寿朝天亭 房书安看着 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 往外一搬 天花板自动开发 从里边缓慢的下了个笼子 笼子落稳灯之后 郭长达叫小老道 多提着几盏灯 往笼子里头一照 众人从外边看着轻轻的 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发 此刻白云瑞是心猪刀脚一般 王家千岁 王家千岁 外边都喊上了 把王爷 王爷睁睁眼 王爷睁睁眼 我们都来了 赵德方迷迷糊糊 听见有熟悉的声音 强大精神 把法纪往后一甩 睁眼观看 他一看亭子门口那儿 有不少人 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 后边的好像是房书安 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 You're rich 江平是你们 不错 正是晨等 哎呀 各位爱情 快来打救 本王 再要救不出去 咱们就见不着了 这八王说着带哭强的 这老头可遭老罪了 你想大货人 有往笼子里搁的 这不当了野兽了 虽然一日三餐 给吃的给喝的 但是这个精神压力 受不了啊 在天花板顶上一待 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 什么时候是白天 向赵德方吃尽穿绝 一朝的人亡地主 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 多赞吃过这亏 因此他一见着亲人 眼泪掉下来 他这一哭 不要去 就激怒了玉面 小大摩 白云瑞心想 郭昌达呀 就冲你这一手 你就犯下了 不赦之罪 我小大摩 岂能与你善罢 甘情 三峡武艺 老少的英雄 在九寿朝天亭外 看见八王千岁 一个个火望上撞 甘胆欲裂 真是咬碎钢牙 狠透了 郭昌达 但是人 在人家手心里都攥着 有气 也得忍着点 就见郭昌达 把刨袖 啪一甩 有人一拧那个柱子 这笼子照样回到 天花板里边 咔啪 消息关闭 郭昌达又一甩袖子 九寿朝天亭的门 也关上了 无良天尊 各位 大家都看见了吧 频道没说瞎话 赵德方 就被困在这 而且活得还挺好 林空老罗汉 你说吧 你们什么时候 能把赵德方救出去 咱们打个赌 但是我话不前言 你们能救出去 我把赵德方也给你们 到了日期 没救出去 我也给你们 你们看怎么样 林空老和尚 扁扁头 刚想跟白云瑞 众人杀了一下日子 这白云瑞 实在压不住火 云瑞可怜赵德方 一看他老头啊 都堆了 要照这样下去 再多拖延几天 甭等救出来 他就得死在亭子里头 因此 白云瑞扭向回头 冲着郭长达说 三天 我们必破九寿朝天亭 郭长达 你还不必说风凉话 能救出去 那是我们的能耐 那是八王爷的福分 三天之中 我们要救不出去 人我们不要 杀寡存留 你任凭自便 哎 无良天尊 各位 大家听见没听见 这可是玉面小大摩说的话 频道我可没这样 咱们说话可算数 就这么定了 这话就话敢话 当着好几百人的面 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 叫人给抓住了 蒋亭急的一拍屁股 哎 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 谁说年轻人 嘴巴没毛 办事不老 谁让你说的 三天你破得了朝天亭吗 你看人家说的挺好 救不出人来 破不了亭子 人家把人家给咱 不管他说的话是真与假 起码有点活口 和你这一说好 把门给关死了 糟糕糟糕 说出去的话 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 收不回来了 连凌空大和尚 对云瑞也不满 心说这孩子哪都好 就这个骄傲 急躁 这是最大的毛病 但是关还数他大 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 他说话就得算数啊 灵空老和尚 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 就得周图的一把 弥陀佛 郭老健客 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 咱们一言为定 就这么办了 不过呢 今天可不算 有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 三天三夜之内 我们破九寿朝天亭 要破不了 就按云瑞说的办 好嘞 老和尚 请把八正抬起来吧 啪 啪 啪 二人鸡三场 对天起了事 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 郭长达还要请大伙 到前院喝水 众人能待得下去吗 因此起身告辞 郭长达率领群贼 把林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 一直送出莲花冠 这才攻守告别 郭长达等回的莲花冠 心中暗笑 白云瑞 胎毛未退 如春未干 你懂得什么 三天破我的朝天亭 三年你也破不了 我管叫你猪篮子打水 是一场空 大伙一看郭长达 那个得意的神情 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 而且群贼 咱们不说 但说老少英雄 除了莲花冠 大步流行一口气 回到东京开封府 北下欧阳春 率领那部分人 早都到了 夜已办完结交手续 把罪犯张晓熙耿四 押入开封大楼 同时 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 包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 听蒋平他们回来 包的人身穿便装 亲自接到二道院 他不是为别人 为凌空和走化昌啊 这都是世外的高人 人家是给帮忙的 最尊敬的客人 包的人一看 几位高人来了 强步欺身 攻身实力 包整 迎接来迟 各位高人海寒 奴米托婆 哎呦 乡爷 我们是善等样人 敢劳动大学式 降接相迎 死罪 死罪 大家客气了一番 进了书房 分宾主落座 包的人就问蒋平 蒋子长 你们究竟跟郭昌达是怎么讲的 哎呀 想着呀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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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包的人听完了 又高兴 又吃惊 他问白云瑞 云瑞 既然你脱口而出 三天破朝天亭 有把握吗 哎 有 白云瑞就大喘气了 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 云瑞现在 也感觉到自己太貌似了 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 而且在回来的路上 林空 也责备了他 所以云瑞啊 说话就大喘气了 心里也没底了 包公一开玄会 各位啊 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 相爷 我看这么办吧 要讲就累 都够累的了 但是 势在燃眉 救人如救火 大家就辛苦点 您老人家 这不也在场吗 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 来 快请各位英雄 全来 包的人这书房啊 成了会议室了 屋里也是人 院里也是人 周围站岗 放哨 封锁消息 老哨英雄 几百人商议对策 欧阳春说话 各位 要破机关 埋伏 我是门外汉 一窍不通 我看我们在座的人 也没有哪个是内行 就即便知道一些 也是一知半解 要说谁有把握 破九兽 朝天平 我还看不出来 除非两个人 一个是西洋剑客 下狱期 另外一个老英雄 捧起 但是这两个人 远在天边呢 一个在海南 一个在湖广 就是我们派人去请 也来不及呢 远水不解尽渴 大伙看看怎么办 等望深入戏制离 杀你呀 白云瑞更后悔了 斗力大的汉珠子 皮皮大大 望向直藏了 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 也是一知半解 真叫他说一说 九兽朝天平 为什么叫这个名 怎么个构造 从哪个门进 怎么个破坊 他也说不清 道不明 破瓶子是小事 救人是大事 到了日期 八王这条命怎么办 云瑞是低头不语呀 大伙七嘴八舌 他议论了好半天 也没理出个头绪来 最后全歇了气了 把蒋平急得就地 滴哩哩哩支转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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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 各位啊 我倒想起一个人的 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 背晚呐 新正县的县城 有一座福寿堂药铺 开药铺的东家 就是妙手先生 刘士奇 你们大家听说过没 圣手绣是冯渊 挤出人群 把脑袋一捕了 哦呀 我说四叔 刘士奇不是想当年 在南阳府团城子 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对啊 就是他老人家 因为前些时 我们捉拿这个贾白云瑞 我曾经领人到过南正县 还没想到 遇上了妙手先生刘士奇 头五年 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 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 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 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 我想破九寿朝天亭 咱就有了把握了 大伙一听 哎呦 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 尤其这座县城 离这不远 骑快马半天就到 倘若刘士奇愿意帮忙 来了 这是一天的功夫 商一怎么破 再一天的功夫 最后那天就破瓶子救人 这时间还来得及 谁去呢 南侠展熊飞站起来 四哥 您这一提醒 我也想起来 我跟刘老先生 还有一面知识 如果您相信的话 小弟愿意去一趟 兄弟 非你不可呀 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 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 那你就代劳吧 不过四哥 我一个人的情面 毕竟太轻 恳请相爷 能拿封信 另外呢 大家在联名 写封请简 我再烧点礼物 是不是这样 把握就更大了 可以 包的人呢 亲自提笔 给刘老先生写封信 代表开封府 请老先生 无论如何 在百忙之中 出头帮忙 另外 背了一份厚礼 挥谢老人走话唱 风声醉 菩提灵空 北霞欧阳春 各位高人 有联名 给刘世奇写了封信 也背了一份礼物 蒋平一看 光展兄非一个人去 太孤单了 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 这风缘 自暴奋勇 哦呀 四叔啊 无趣吧 我跟刘老先生的感情 也不错 我陪我展的出去 蒋平一听 可以 这风缘呢 足智多毛 别看能力不大 鬼脸子特别多 像这种事 他没少干 蒋平一想可以 其他的人 留到开封府 因为面对强敌 随时都可能有变化 正在用人知识 请人的 不能多派人了 就这样 南霞展兄非 带着圣手 就是风渊 还有几名仆人 骑上快马 赶奔南正县 他们骑身走了 包的人一想 抓紧机会 让大伙得休息休息 将来还得玩命呢 还得破酒兽 朝天平 救八王爷呢 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 但是包的人可没闲着 把最近这两天 所发生的经过 剧本上奏 要面见皇上 简短结束 到了八宝经殿 朝王败嫁之后 包的人 对四帝人宗 把以往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然后把本章 递在卢书案 皇上一听 八王爷有了下落了 就落得惊喜的莲花冠 这人还没出危险 皇上是又惊又喜呀 包爱卿 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切 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 朕 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 约爱卿停止 陈下 铁帽子 王月恒 出班贵岛 人宗 马上降旨 叫他带五万军兵 拉着十八门大炮 要踏平莲花冠 去救八王 包的人气得好像没乐了 且慢 陛下 臣 由本上奏 人宗 把脸望下 一沉 包请 银河竹篮 万岁盛命 这军队是万万拍不得 为什么 陛下清醒 这帮贼 之所以胆大包天 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 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冠 以防狗急上防啊 这帮贼 事先下手 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 我们岂不前功尽弃 因此不能派兵 这 嗯 清家说的有理 既然不能派兵 怎样救八王呢 陛下 臣 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办 包的人把所商量的事 向皇上详细离说 人宗点了点头 嗯 包请 那一切 就全仰仗着你了 但愿早破九寿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 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 老庞吉在旁边听着 这庞吉一听怎么 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 白云瑞跟郭长达怎么打赌机长的 他听了呼了把吐的 心说不对 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 压到开封大牢啊 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 怎么又出了头了呢 莫非说包黑子 背着皇上 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 老庞吉越想越有气 出班贵道 吾皇万岁 臣由本上奏 太师有何本账 从速奏来 万岁 十方才臣 在班部之中听包的人说话 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 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 官司尚未了结 什么时候万岁将职 把他放出去的 这 对 皇上一想 我光为我王叔的事 着急了 把这事忽略了 不错 包长是说白云瑞的事 想到这 他就问 包庆 白云瑞 何时放出的监牢 这是怎么回事 包的人这才启动 陛下 臣罪该万死 臣不应该先斩后奏 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 没有办法了 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 因此作主把白云瑞给放了 但是我放着 但是我放着是有理由的 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夕和同谋梗子 此事已经查清了 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 理应招选 此事手续方面 我没来得及办理 请陛下开恩 陛下不信 那凶手现在压在开封大牢 可以派员会同审问 疑问便知 哦 原来如此 这也难怪啊 朕就不怪你了 庞吉 存在 听清没有 包的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 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 没有他的事情 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 这 这都是真的吗 包的人点点头 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 就这样皇上将旨 派了五个官 由老班们陈林 护部尚书李天祥 兵部大司马孙真 包的人庞吉 去会审此事 这庞吉不到黄鹤不死心呢 灵旨下殿之后 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 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夕和耿四 这一问 他们能不说吗 因此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全都如实的招了口供 人证物证 这庞吉没得可说了 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 但是他总觉得有点不甘心 心说好 这一回就便宜了 这一回就便宜了白云瑞 将来咱们再算账 五位官员会审结束 拿着口供来见仁宗 仁宗欲比亲拼 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 开刀问斩 三国就得死 这件事就算结束 仇也算报了 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 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知 为了安慰云瑞 皇上破例 从国库之中 拨出黄金三千两 赏给云瑞 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 但是旨意已出 不能更改了 云瑞只好谢恩 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 这金子一两我都不动 迟早有一天完毕归照 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小 等把八王爷救出来 一切事情办完了 四角落了地 辞官不做了 回归浙江金花府白云港 孝顺我娘去 她家一呆多逍遥自在 何必担这个风险 有道是半军 如半虎 老在老虎身边转悠 你知哪会他反性伤人呢 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 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 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 这个事有人能猜到 有些人猜不到 按些众人不说话分两头 单说斩胸飞和风温 骑着快马离开东京 只半天时间就尽了南帐 你看那小县不大呀 还真热闹 按照蒋平提供的路线 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 李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 到了 人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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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组马上跳起来 为了表示礼貌起见 他们把衣服归整归整 尘土打泪胆 南下一抬头 一看这药铺对面 还有个大扁心铺 掏出二十两银子 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 还有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 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 南下心中暗响 刘老先生 最好您是在家 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 咱们别废话 您就点头打响 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 帮着我们破九寿超天平啊 但愿别发生意外 南下这个心呢 都提他嗓子眼 等进了药铺 等进了药铺一看 这药铺真够排上他 大蓝柜赠名刷量 十几个小伙计 忙里忙外接待顾客 旁边有个账房先生 正在那接账 南下赶紧迈不过来了 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 这先生一看 不错呀 您有事啊 敢问 这这东家可是妙手先生 刘士奇 刘老先生 对呀 好 我有要事 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 这先生文婷笑着摇了摇头 不巧 刘老先生 不在 啊 哪里去了 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 南下真好像冷水 泼头 斩雄妃和冯渊 来到南正县福寿堂药铺 医达将妙手先生刘士奇 帐房先生告诉他们 我们老先生不在 好 南下就怕听到这个消息 本来时间紧迫 因此脑袋嗡了一声 那么请问 老先生到哪去了 得什么时候回来 哎呀 洛阳啊 有个病人 病得要死要活 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 就这么样 把他和人家接走了 要按日期来说 今天晚上不回来 明天也该回来了 南下一听还有门 那么请问 您怎么知道 今天晚上不回来 明天就能回来呢 因为有人回来 烧了点口信 因为我们药铺啊 离不开老先生 他这一不在 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 指名点性 都想叫他了人家 亲自给看病 不回来不行 多谢多谢 明贵姓 啊 免贵姓于 干钩于 于先生 我是从东京来的 听口音听出来了 我打算要求见 妙手先生刘士奇 另外还有点急事 您看看 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 这个于先生 拿过离开 肃然起敬 哦 您是开封府的 对 奉我们包相之命 我来求见老先生 有急事跟他相上 这么办吧 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 我们就不走了 找个地方歇歇 吃罢晚饭 我再来 您贵姓 免贵姓 斩 呦 斩老爷 您就是南侠客吧 正是 哎呦 实惊实惊 要值得是您 我早就应当款待 这多十里 没关系 咱们不是外人 现在呢 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 您带为保管 如果老先生回来 您千万要说清 开封府来人 在这等他 可以可以 说着 南侠让仆人 把礼物都抬进来 这个于先生 哎呀的都看过了 拆砖人保管 一直把南侠和风渊 送出门外 斩老爷 那您上哪儿休息呢 如果要不嫌弃的话 我们后院还有嫌房 不不不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 咱们晚饭见 南侠说完 带着风渊和几个仆人 牵着马 在街上闲溜 离开福寿 唐药铺不远 是个胡同 紧把这胡同口 就一家大店 南侠一看呢 假家老店 旁边还带大车店的 院套十分宽阔 南侠一想啊 不如包几间房子 我们在这睡一觉 缓缓乏 吃完晚饭再来 万一 刘士奇今天晚上不回来 我们就得等到明天 明天要不回来 就坏了 南侠跟风渊一商议 圣首秀使也同意 他们就来到假家店门前 有个火器眼尖 赶紧跑出来了 几位大爷 住店吗 有闲房间吗 有 你忘离情吧 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 好好休息休息 有 西跨院就闲着呢 说着这个火器 把南侠 风渊 让到里边 南侠一看三间房 小院不大 挺宽敞 也挺眼亮 南侠很满意 火器 我们那牵着牲口呢 有没有喂的地方 有 这您全包给我们了 咱们一组算账 火器退出去 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 卸了鞍子和脚子刷洗印流 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 留下四个 带着刺厚牲口 其他两个跟着南侠 大家轮流休息 等到了店房里边 他跟风娟两个人洗了脸 竖了口 火器把水浸上 爷儿俩往床上一躺 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 风娟就问 乌鸦展大叔 你说这妙手先生 今天能回来吗 估计差不多 这样谁敢说准呢 也许不回来 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 乌鸦最好是回来 要不回来 可怕咱们坑苦了 是啊 我就为这事着急呢 现在咱也甭多想 抓紧机会 咱们睡上一觉吧 就这样爷儿俩睡了 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 这一觉睡的日子偏息 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 爷儿俩精神精神 又擦了把脸 喝了口水 火气进来了 二位大爷 您是到街上吃饭吗 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就在这吃吧 你们这都有什么 煎炒烹炸 什么都有 随便追我们几个人 编绿几个菜 另外我们还有四个活去 给送去一桌 好嘞 时间不大 给准备好了 容等南侠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 就掌得灯了 展昭一看差不多了 让两个伙计看家 他带着冯渊 起身赶奔 福寿堂 这次来就不费劲了 到这一看 药铺已经关了门了 外头上了炸板 南侠过来 啪啪啪 扣打门环 时间不大 上得有个小门开了 找谁啊 啊 对不起 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 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等等 于先生 有人找你 时间不大 露出一张老脸来 南侠一看 正是跟自己打交道 那个于先生 老于头上一探头 哎呦 展老爷 你来了 来了 请问 妙手先生 回来没有 对不起 还没回来 哎呀 南侠这个着急 就甭提了 那么请问 如果城门关闭 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没关系 我们跟这个先生 当差的都认识 老先生没短了 半夜出城 前去给病人看病 等回来的时候 只要打个招呼 城门就能开 哦 那既然没回来 我先告辞 一会儿 我再来 好吧好吧 哎 哎 张老爷 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 来仨人 南侠就助力了 哦 干什么的 也找我们老先生 也是从东京来的 跟您是不离奇的 南侠一平不可能啊 莫非我跟风源走了 我四哥蒋平不放心 又派了一会儿 又派了一会儿人 就说对不住 请问余先生 这仨人报名没有 没有 长得什么样 您记得住 记得住 哎 这仨人挺特殊 为首的 是个出家的和尚 挺大个身子 挺小个脑袋 眼珠子 笨亮笨亮的 看那样子 岁数可不小了 穿着鹅黄色的僧衣 还披着袈裟 肩头上 还扛着一条大肠 嗯 还有个人 三十五六岁吧 白脸堂 长得挺漂亮 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 扎金剑袖 挂着口宝剑 还有一个人 是个花花脸 能有五十来岁 脸皮乐塞的胡子 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 南侠一听 不是开封佛的 我们那儿的人 没有这种长相的 挺大个身子 挺小个脑袋 是个和尚 哎哟 怎么他说的 这人好像经常扶缠呢 莫非 莲花冠也派了人了 要真那样 可麻烦了 又一想 不可能 我无非是胡猜罢了 但愿别这样 请问余先生 这仨人是怎么说的 那个出家和尚 挺客气 进门来 也打听 妙手先生 刘士奇 我告诉他 不在家 到洛阳 给病人看病去了 他问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 今天晚上不回来 明天早上回来 就这样 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 就走了 还回来不 那他没说呀 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 走得挺快的 冯渊一听 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 但是跟这余先生说不着 攻守告别 人家把小门关上了 一人俩回到店房 就猜这个事 冯渊 你说这仨人能是谁 武鸭武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蝉 那个三十几岁长得挺漂亮的 还刮口宝剑 是不是柏莲花燕风 那个花华蝉里 我猜不出是谁了 怎么办 要珍视他们 咱们遇在一起 就是一场搏斗 我叫战大叔 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 灭咱们爷俩的锐气 佛禅要来了 我们可活不了啊 可不是吗 我也担心此事 咱们出点事无所谓 耽误了大事 可就麻烦了 因此爷俩愁长白准 低头不语 一只等得快定更了 爷俩起身 又敢奔福寿堂 把门砸开 是个小火器接待的 余先生回家了 一打听妙手先生 刘士奇还没回来 南侠一想啊 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 就得明天早晨来了 所以跟风渊又回到殿坊 进屋一看 跟他们来那俩仆人 全睡着了 口水都流出多长来 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 这俩人迷迷糊糊 这才起来 找老爷回来了 风老爷 啊 店里没声声 没有 那你们就睡吧 这俩伙去倒头就睡 南侠和风渊进了屋 把外衣脱了 往桌子上一看 什么呀 等他们仔细一看 闹了半天 案头上插了一把 明昏昏 匕首刀 刀尖上 牵着张纸条 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 用手扁了扁 是一把钢刀 再看纸条上 写着一句话 千万 当心 这谁写的 什么意思 我说老三呢 快起来 他带着俩伙去 一个老三一个老五 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 这老爷有什么事 这纸条谁留下的 他外 也不知道啊 会 你们俩光过睡觉了 有人进了屋 留些字简 插上匕首刀 你们都不知道 这样丢着脑袋 找谁去 他这 门插着呢 我们还怕有事 门后把他堵了个椅子 那窗户也插着呢 这人这哪进来的呢 南侠和风渊就知道 来的这个人 绝非等先之辈 千万谨慎 是什么意思 莫非我们要贪事 不成 逢渊 点子挺多 乌鸦展大叔 千万不要标以轻心 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对 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这爷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 短衣巾小塔弹 各拉刀剑 从屋里到院里 分身上房 打凉棚四位观桥 没看出什么毛病了 又从房上跳下来 回到屋里头 风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 桌底下 床底下 套尖 积了嘎啦 他是仔细检查 等到了东里间 这屋闲着呢 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 外屋是伙计住的 这风渊往床底一看 你呀 咱得住 你看 南侠提着蜡灯过来 一看呢 闹了半天 床底下有一条暗道 从表面看不出来 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 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 这块是假的 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 是木头板磕的 风渊用刀尖一撬 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 往下一看 黑咚咚 深不见底 哦呀 大叔 我们住的贼店里了 啊 莫非这假家老店 是贼店 一点都不假 不然 哪来的地道 那你说怎么办 我呀大叔 我看我们不要担惊 留神也就是了 嗯 这爷儿俩没回屋 重新 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 灯光止灭 爷儿俩在这等着 说这话呀 二更天过了 听了听周围 没什么动静 又待了一会儿 被一种特殊的声音 把爷儿俩都惊动了 四目相视 相互点了点头 并喜凝神 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 什么声音 就好像耗子倒个洞似的 嘘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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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啦 嘩啦 这声音是忽隐忽泄 这爷儿俩都是陆林出身 颇有经验 就知道下面来人了 等啊等啊 果然地道口这盖掀开了 嘘嘘 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 风软刚响动 被南侠一把给按住 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 一看这地道里头 人没出来 先用木棍 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 你马上拨到吓一跳 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 转转这帽子 东晃晃西晃晃 南侠明白 这是试探 如果没有反应 他们好处理人 嘿 人要倒霉 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没想到我们还住在贼边里头了 又等了一会儿 地道里的人 把棍和帽子撤回去了 就见地道口这盖往旁边一拧 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 这人穿青挂躁 长得小个不高 干巴巴一吞精神 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 闭着手 可刚在窗底下爬出来 南侠一想 这就得吓家伙呀 展南侠轻轻往前去窜 伸出撒手指头 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 还没等他抢着出来 南侠手指头一叫点 这位勒子大了 俩眼望上一番是手 跑脚蹬 不动地方了 因为南侠用力过猛 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 展昭晃轻轻轻把他放在旁边 趴在地上等着 时间不大又上了一个 冯渊你看 哦呀 哦呀这回该我的了 不能让我展的书一个人费劲 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 趁这个人没注意 冯渊把手伸出来 也掐脖子上 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 两只手掐 这位俩眼一翻 一点伤都没有 就伸归纳室去了 冯渊轻轻的提着他 顺到枪边 刚一转身 第三个上来了 这家爬出来 还没等支腰呢 南侠就到了眼前 呸 黄鹰掐速 这掐的稳定劲就崩提了 咦 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就伸归纳室去了 南侠把尸体轻轻的放弃 冯渊瞪眼瞅着 还有没有 果然又上了一个 不过这位有点心虚 动作非常迟缓 脑袋露出来 滋溜 又锁回去了 然后又伸出来 冯渊一想 我展的书抓俩 我也得抓俩 这个是我的事 这小子可够滑的 想跑啊 门都没有 冯渊这一着急 不要紧 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 他一伸手 没抓着 为什么 那个子溜 把脑袋又锁回去了 虽然没抓着 冯渊的手指头 碰到这人脑门上了 这位 哎呀一声 摔在下面 可能呢 撂着脚子跑了 南侠用手 一指 冯渊 对 真饭桶 连个小猫贼都抓不住 无鸭 无真是混账 无比格子 臭脚老不养的 无真饭桶 真饭桶 叭叭 冯渊抽自己俩嘴巴 南侠一拦 算了算了算了 往后谨慎就得了 冯渊呢 这个贼一跑 绝不能散罢甘休 肯定送信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既然是贼链 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 因为我们不伤他 他就要伤咱们 对 就这样 南侠带着风渊 飘身上房 是直奔前院 这前院就临接 有五间房子 大门早都上上来 往东屋一看 灯光明亮 风渊一想 看看屋有人没 这人俩在房上 脚挂住阴阳瓦 使了珍珠倒卷 连叶着探海市 把身子挂到房上 扁破窗灵指 往屋中观看 不看则可 一看呢 把风渊下的 好像没掉下来 原来这屋里头 有十几个人 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 当中放了一把圈椅 在圈椅上 坐着个出家的僧人 一看呢 正是金掌佛蝉 这老家伙 满面凶器 那条日月龙凤铲 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 上吹手俩人 挨着佛蝉的 就是白莲花雁锋 挨着雁锋的 这人五十来岁 大零梦胡子 花花脸 背着一对巨齿狼牙刀 南辖风渊都认出来了 这是八宝爹运风 青松狼牙垫 漏网的贼 人诵戳号叫金掌大棚 杜凤春 再往下看 坐着几个人 就不知道是谁了 紧挨着佛蝉的是个戳胖子 这家能有四十来岁 没脖子满脸横肉 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枪子上 身后有人给他捧着奇眉棍 挨着他是个女的 长得小巧玲珑 三十多岁 人还挺俏皮 腰里的挂着一对柳叶尖刀 风渊和南辖心中安详 怎么那么倒霉 跑到这里跟佛蝉遇到一起了 莫非他们也要请留士奇 面对强敌 我们俩该如何是好 南辖斩军飞 和圣守秀氏风渊 在贾家老店 遇上了金掌佛蝉 和白莲花艳风 真是他们猜想不到 怎么在这又遇到一起了呢 书中代言 这个事并不奇怪 前文书咱说了 飞云道长郭昌达 和林空长老打赌机长 三天破酒兽朝天亭 就巴王昭德胖 郭长达认为这个事 是有万万分的把握 他们救不出去 因此 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 郭长达满脸都是笑 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 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就问 总门长 你乐什么 老建客 我笑林空非常幼稚 我笑白云瑞还是毛愣呢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 居然跟频道敢打赌机长 三天破我的朝天亭 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是笑他们 到了三天救不出巴王 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 主量有不同的看法 总门长 我看您哪 不要得意的太早了 哦 老建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总门长 您别生气啊 我可不是给你支锣锅 前车之箭 要严以为业 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 我保天德王黄伦 为救我徒弟金标侠林玉 曾经只身闹大同 后来 我又跟他们打赌机长 石镇赌书英 设下层层的埋伏 三魂套月的消息 还炮打狮子林 我觉着我的计划 无可指责 滴水不漏 是肯定的大胜仗 结果怎么样 都落空了 反而转胜为败 如今我落到这个天地 老门长 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 这帮人有特殊的能力 既然他敢打赌 说三天破朝天亭 我看 他就有把握 哦 以老见客看 这瓶子是非破不可的 话我可不敢这么说 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 要想有把握 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郭长达虽然不爱听 但是他冷静于考虑 朱亮说的不无道理 确实我便光笑 便乐极了声悲 倘若他们破了九寿朝天亭 把八王赵的房给救走 我就没有护身批了 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 没这么个人啊 他想啊想啊 哎 吓得他心头咚咚之跳 为什么呢 他想起来了 南正县福寿堂药铺的庙手先生 刘士奇 要说人得动脑筋呢 他一想南正离这开封可不远呢 这刘士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要讲究破消息埋伏 那是家常便饭 当年曾经帮着三峡武艺大破藏针楼 如果三峡武艺的人知道这个刘士奇 能把他给请出来 对我可太不利了 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 郭昌达急忙欠身离坐 无量受佛 老建客 您这一句话典型梦中人 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 总门长 您这指什么说的 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 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 就是妙手先生刘士奇 这人我听说过 现在在哪 在南正县 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 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 是吗 那您说应该怎么办 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的遭殃 派几个能人 先赶问南正 抢到开封府前面 把刘士奇砍掉 只要把他杀了 那咱们是肯定得上了 朱亮点头成上 要这么办 我去一趟 不 梁华冠正在用人之时 我不能离开老建客 最好叫别人去 朱亮说别人去 这玩意也不保险呢 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 开封府肯定得派人 去的人没有饭桶 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 岂不是被动啊 佛禅在旁边站起来 弥陀佛 我看这样吧 反正在三天之内 开封府不会到莲花馆来找麻烦 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 贫僧 愿敢奔南正去杀刘士奇 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 郭长达这才点了头了 有大师去万无一失 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 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 我去我去 白莲花雁风挺身而出 杜凤春也愿意跟着 就这样 他们带了几个伙计 离开莲花馆赶奔南正 林行之时郭长达交代得明白 一定要死口的 倘若开封府去了人 不管是谁 也把他既有地处决 是了 总门长您放心吧 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 目中无人 什么凌空啊 欧阳春啊 白云瑞啊 徐良啊 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他总觉得自己这两项子不含糊 到那块办这点事 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那算个什么呢 就这样 他领着人来到南正 一进城 一进城 出武林人家 人家不干了 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 话虽如此呢 还有老交情 咱们要去 咱们要去了 他还得满招待 不如就到他的店房 咱们歇下 众人文庭 点头成善 就这样 他们到了贾家老店 男的叫金头胡贾政 女的是他老婆 江湖人称 飞天夜车 叫杜姑娘 他们两个人 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当初在江湖上 没少做案 后来金头胡贾政 一看 钱也挣到手了 干脆 该掩旗息鼓了 因此请的客 当众声明 退出武林 不干黑道上的买卖 金盆洗手 把刀镖封了 不敢在南洋府住 这夫妻两个 才搬到南正 在这买的地号 修的房子 开了一座贾家店房 人家这几年呢 都是走的正路 犯法的不做 犯逮的不吃 你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 所以贾家老店 从来不干坏事 买卖比较公平 在这到县城来说 声望很好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 白莲花燕风冒上来的 一见金头胡贾政 抱万当兄 贾大哥 发财发财呀 还认识固有吗 哎呦 兄弟 哪阵相逢把你刮来了 快屋里请屋里请吧 嘿等等 我还领了两位朋友呢 大概不介绍你也认的 这位是杜凤春呢 杜二哥 这位师父人家吗 禅于寺的方丈 金掌佛禅 啊 酒闻大名 都忘了请 都忘了请吧 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 还不敢得罪他们 等让他自己的屋里头 涉酒款待 金头胡贾政就问燕风 兄弟 你来是有事吧 嗯 无事不登三宝殿 大哥 我跟你不一样 你金盆洗手 日子得过了 现在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平安无事 可我不行啊 被人家开封 鼓鼻的还得吃这碗饭 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嘿 兄弟 我跟你没法比 我们夫妻一对饭桶 你满身的武艺 你怕什么 得了吧 哥哥 你还用给我刷骰吗 燕子兄弟 究竟你来干什么 大哥 咱们都是自己人 有事不瞒着你 我们到这儿 要杀个人 好 杀谁 叫你斜对门 福寿堂的掌柜的 妙手先生 刘士奇 是啊 你老头可不错呀 他 怎么得罪兄弟你了 嗨 哥哥 你怎么说糊涂话 他没得罪我 但是得罪了咱们 陆林人 难道你忘了 想当年他帮着三峡武艺 大破南阳府团城子 又破了藏真楼 这事你忘了没 哦哦哦 都有这么回事 还是的 这是陈杖 另外还有新杖 最近我们封闻 开封府的 要把他请出去 大破莲花罐的九寿 朝天平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 我再告诉你 这九寿朝天平 里边困住了婚王赵德方 无论如何 不能叫他们破了 因此 不把刘士奇杀了 对咱们的威胁太大 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拆 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哦 原来如此 大哥 不麻烦你别的 给我们找件弦法 我们歇歇 另外呢 我也甭说给钱了 你挑那好东西 给我们做几桌 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应该 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 没钱 说话 多了我拿不出来 千八百两的 你哥哥还有 多谢 宠哥哥这句话 够意思 说着金头虎假正 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 让他们休息 他们待了片刻之宫 打听好福寿堂在哪 这仨人起身 去找刘士奇 另一方面 想踩踩到 结果到那扑空了 于先生接待着他们 说刘老先生不在 这仨人回来了 他们刚走 赶昭和风渊就去了 要不怎么 于先生说 来了仨人呢 也打听刘老先生 就是这三位 还真叫南霞和风渊 拆了个八九不离十 可他们三个人回到殿房里 他一商议 刘士奇没在家怎么办 该着这老家伙 命不当绝呀 咱们是在这等着呀 咱们是回去赴命 佛禅说 这么远的道 咱已经来了 人困马乏的 不如咱们睡一夜 明天再去问吧 刘士奇真没回来 该得他捡条命 日后咱们再收拾他 为什么呢 开封府没有他 也破不了酒兽 朝天亭 咱就没必要飞载烫 等到晚上的时候 金头湖甲正 背起一桌丰盛的酒席 把自己的好朋友 请了几位 陪着金掌佛禅 和雁峰他们吃酒 外边账房先生 把账拿进来了 要向掌柜的贾政 交代交代账 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 都是哪来的 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 这贾政拿过店铺子了 一看 西跨院 也来客人了 因为别的屋都站着 人家提出要包院子 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 开封府的 这俩人怎么没写名字 我问了的 他们没提 是干什么的 那可不知道 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白脸蛋 三六黑湖 还有人一张嘴 乌鸦乌鸦的 好像个南方人 听着夜市上福寿堂 找刘老先生 大概是接郎中的吧 白莲花雁峰在旁边听得清楚 啊 坏了 开封府也来人了 如果我猜的不错 那个上年纪的 就是斩鸦冲飞 那个臭豆腐 肯定是冯冤 嘿 也做的事了 西跨院在哪 咱们吃饱了 喝足了 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 佛禅点头 临行之时 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 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 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 别别别别 中尉 我可不是怕事 你们得替我想一想 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 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 这要传扬出去 我还有法呆吗 老师父 咽得凶的 无论如何 你们看在我的份上 不可造次 耶 我大哥 你真是好百姓啊 说个胆小就这么小 难道说 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 不敢 吓死我也不敢 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是说 熟识他们可以 最好不露伤色 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 何必兴师动众呢 好吧 谁让你是主人呢 听你的 你说吧 怎么解决 兄弟 你们先吃 我先摸摸情况 开封府的人多了 究竟是不是展兄飞 究竟是不是风渊 要是咱们再下家伙 不是就别动他 金头胡家正说完了 欠神离坐 跟这帐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 正好展显和圣首秀是风渊 都在屋睡觉 灯也没纸 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 往里头一看 可不是咱们的 这贾政也认得他们 金王退回来 燕峰就问 是不是 是 好吧 我没猜错吧 那你说 怎么下家伙 兄弟 别着急 那个西跨院 我轻易不忘卖租 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 所以才租给他们 因为 那个屋里有地道 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 从地道出去 用训箱 把他们昏迷过去 无声无息的 就把他们要了命了 你说那有多好 嗯 这也倒是个好主意 恐怕 姓展的和风渊 不能上这个当 哎呀 他怎么会知道 万无一失 因此 二更天之后 金头胡贾政 派了四个伙计 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 顺地道 赶奔西跨院 去杀展州和风渊 结果没想到 上去杀 叫人掐死杀 这蔡武跑得快的 从地道跑回来了 正当南辖和风渊 在房中挂着 往屋里偷看的时候 就将门打一开 蔡武上气不接下气 进了屋了 掌柜他 买卖做痴了 难道被他们发掘了 可不是吗 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 他们事先做了准备 那三个弟兄 兄多吉少 上起了都没回来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这脖子 将他们给掐住了 嘿 饭桶 这么点事你们都办不了 燕峰冷笑一声 大哥 不是我埋怨你 你这何必费这个事 还搭上三位弟兄 这要派几个人去 把门口一堵 把他们收拾了 不就得了吗 展兄妃是个小猫 有什么能力 那冯渊是著名的大饭桶 杀他们跟宰狗 没什么区别 贾政点点头 好吧 要这样的话 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 现在咱们就集合吧 正在这时候 但是说圣手就是风渊 正在房上挂着 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 一推风渊这脚趾头 这风渊一下没挂住 啪 在房上摔下去了 不但这样 把滴水瓦还带起好几块的 啪啪 摔个粉碎 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 哗就乱了 啪啪啪啪啪 把屋里的灯光纸灭 金头胡甲正在墙上 把刀摘起来了 什么人 谁从房上下来的 白莲花说 你在屋 扎我什么的 到院里一看不就清出来了 因此他提着宝剑 头一个蹦出来的 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 这下可把风渊摔着了 要换个旁人呢 把脑袋蹲枪子里去了 幸会风渊 弓壁挺身 一看不好 脑袋离地还有二十多远 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 右脚要子翻身 啪一个跟头 脑袋转上头去了 屁股朝地蹦 蹲到这儿的 好险没把尾巴骨蹲舌了 把风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 心里说话 乌鸦混账乌笔该子 我斩的书你可不对 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 不然的话我能吊得下来吗 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 你这不是扛我吗 可风渊又一项不对 绝不是我展的书干的 那个人多正啊 我是他的晚辈 连笑话他都不说 他能干这种事吗 那么谁呢 好险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 后来他一看雁峰他们出了屋了 他有点害怕 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 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 二话没说 先练了一趟刀 然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室 哦呀 雁峰等标昌狂无老人家在此 雁峰一看真是风渊 小辈 你的腿可够长的 食材在莲花罐 如今又跑得假的变来了 风渊 你干什么来了 说 风渊也知道 没有隐瞒的必要 干脆就说实话吧 把胸脯一拔 不横庄横 哦呀 奉包的人的堂玉 来请妙手先生刘士奇 怎么样 真叫我们祖门长压宝压队了 不过风渊 你们来得晚了一步 让大爷抢了仙了 刘士奇你们是请不去 还得把狗妹 让他干 栋凤春一听 拽出巨齿狼牙刀 兄弟 跟他肺吐沫干什么 我过去把他熟悉了就得了 人往上一种举刀就多 风渊还真有能耐 没出五个照面 叫你一脚 踹了个狗啃屎 杜凤春像拎小筋一样 把他给捆下来 像那个风渊 你就别往下胡说了 要不说这人怎么损呢 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 风渊喊上了 哎呀 我们还有一个呢 展大叔快下来 无要归位 得 他把展高也给抖了出来了 南辖一看 怕什么来什么 心说风渊 你这能力越来越回旋了 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 这不没事找事吗 事到现在 展南辖也豁出去了 拽出拒鹊宝剑 飞身望下纵 要支身斗群靠 南辖客 南辖客 展胸飞 一看风渊 被人家拿住了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老侠客 剑梅倒树 虎目渊翻 晃掌中宝剑 跳下防坡 风渊 不必担心 大叔在此 哦呀 展大叔快救我的命吧 我可要归位了 他这个人呢 跟防树安 有相似之处 脸皮最后 在任何情况下 也忘不了丢人现眼 群贼 瞪了他一眼 吵吵什么 一会儿把你大谢拔快 单说白莲花雁风 手提宝剑 把南辖给挡住 一阵的冷笑 展胸飞 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 手爪的真够长的 你们到了南郑 莫非也想请刘士奇 不成 对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展胸飞 你们真是 持心妄想 白日做梦 没想到吧 让我们莲花冠 抢先一步 刘士奇 你们是请不成了 还得把你们的性命 搭上 展胸飞 还叫燕的爷费劲吗 就凭你这两下子 怎么能是我的对手 展胸飞之气的浑身力斗 不愿意跟这个淫贼废话 跟他说几句话 简直都有失身份 因此南辖 白宝剑 分心辩刺 白莲花燕风 跨步闪身 用宝剑 往外一躺 把南辖的剑 崩出去 手腕子一翻 使了个白蛇 涂须 直刺 展昭的耿嗓 南辖 一扭头 把他的剑 躲开 二人插招 换势 就站在一处 金掌佛蝉撇着嘴 在旁边观战 佛蝉心说 这种场合 我没必要伸手 我要伸手 那就不够个剑客 展胸飞 是有两下子 不过 也一般 他未必是 白莲花燕风 的对手 真叫他猜着了 展南辖的能为 要倒退十年 那还真挺了不起 而今 时过境迁 展胸飞的能力 毫无进步 因此 他就显着落后了 跟白莲花燕风 比的一处 都逊色两成啊 一开始 还可以招架得住 到了后来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被白莲花 比得是步步倒退 累得通身失汗 阴贼 杜杜凤春 在旁边一看 干脆我也 帮帮忙吧 他趁着南辖 没注意 斜刺里 往前一纵 轮倒就动 南辖 对付一个 白莲花 都不行 何况 又上了一个 恶贼呢 斩昭 心忙意乱 没注意 让人家 一脚正挂在 脚后跟上 仰面朝天 摔倒在地 宝剑也撒手了 就这样 也被人家 生擒活拿 把斩昭 抓住之后 燕风提着宝剑 往房上看看 还有谁 还有哪位 请下来吧 你们开封府 一共来了 多少人呢 燕子也要收装 包园 没了 要真没有的话 我可要拿他们俩 开刀呢 说着话 他来到佛禅进前 大师父 您做主吧 这两个人是借回莲花罐呢 是就地处决 能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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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临行之时 总门长交代的清楚 没必要 把他们送回西山 我看 就在这挖个坑 把他们埋了算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来人 去敲稿去 今天来个大埋活人 时间不大 火气 把敲稿取来了 燕风往墙角这一指 就这 往下挖 够深度 就把他俩栽在这儿 众人动手 好干活 时间不大 就挖了个坑 风渊一看 汗珠子躺下来了 用胳膊肘碰了碰 南霞 咱们爷俩 做了什么缺德事 咱们得了这么个结果 想不到被人活埋了 展昭 紧闭 双眼 一语 结误 到了这这儿 没什么可说的了 杀寡存留 任凭人就随便吧 还没等这坑挖好呢 就听房坡上有人 根根之乐 乐的人 含末根都发炸 群 群 群贼就一漏 房上还有人 谁 什么人 他们扬起脸来 往西房坡上一看 就在房檐边上 蹲着一个人 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 乐得肩膀直倒了 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 他穿的也黑 所以没看清无关相貌 燕峰 登登登 倒退了几步 呆 房上的是谁 你倒说话 这个人 这才言语 未曾说话 以前 先叫了一声 那个瓦巴里 瞧瞧 连我都不认识 这一嗓子不要紧 群贼温婷 这脑袋 无人 比车骨子都大了 哎呀 原来是虚凉 展南侠 赶紧把眼睛睁开了 啊 是梁子吗 我家混争无比该子 你个臭脚老婆养的 混不下来救你爷爷 这冯娟呢 跟徐梁爱开玩笑 逮着什么说声 再看房坡这人 双腿一飘 像棉花团似的 就落到平地 雁峰他们借灯光一看 正是山西大雁徐梁 前文书咱说了 徐梁奉旨 扶着灵鹫 回了山西太原府 齐县徐家庄 给他爹出丧发病 因为徐庄 死到贾徐梁 王顺少了 为国尽忠 国家 还给拨了不少银子 那徐梁 回到家乡之后 整日的忙碌 找僧人 道士 给爹超度 之后 入土为安 把坟也修好了 背也立上了 徐梁本就应该 回开封府认知 但是不巧得很 他母亲三奶奶 一病不起 你想想 老父老妻的了 丈夫林维得这么个结果 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 由于悲伤过度 老夫人病倒了 徐梁是大孝之人 母亲有病 走不了 因此 就在床前床后 服侍老母 亲手煎汤熬药 家里的人 也愁得不得了 这个郎中说 夫人的病可够重的 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 就这样 把徐梁给拖住了 徐三奶奶 一病 就是一个多月 等后来 因为治得及时 所以这条命才保住 逐渐的 可以做起来 但是还没太好 徐梁变面 母亲 也不能回开封 因此 一拖再拖 就耽搁得如今 但是徐梁可没闲着 当她母亲病 见好转之后 老心徐梁一想 我得抓紧时间 好好练功 每天晚上 她把后院收拾干净 夜深人静之时 她开始练暗器和金丝大昏刀 此外 把全部的精力 用在青龙宝剑上 徐梁现在对宝剑呢 发生了兴趣 决心要把宝剑练好 经过春秋四老 天龙地雅 各位高人的真传 她对宝剑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 但是不那么熟练 要比起练金丝大昏刀呢 还差着那么几成 所以每天晚上 她练完了别的 必练一趟宝剑 在这天 徐梁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 刚把宝剑一收招 就听见身后有人乐 这个乐声啊 比徐梁乐的可难听得多呀 快快快快快快 发自后脑勺 叫人听得那么发生 徐梁就一愣 徐梁说这是谁呀 半夜三更的 怎么跑这来乐乐 她把宝剑叫她单手 扭回头一看 靠着墙根那块 站着个年轻的女子 这个女人 浑身上下一身白 腰里头系了根麻绳 脚下穿着一双白鞋 黑针针的头发 不输不理 散发披肩 有一柳头我还挡住半拉脸 这张脸 沙白沙白的 稍微有点尖下壳 弯弯的细眉 一对单凤眼 鼓鼻梁 灵脚口 看得样 这人长得还不错 论年纪也就在三十岁左右 穿的这个白袍子是圆领 大肥袖子 怎么看怎么像个活鬼 那也就是徐梁 换个旁人呢 就得下趴下 就是徐梁 心里他也是一愣啊 登登登 倒退了三步 吸了口冷气 啊 你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野女子 你是疯子 你是个傻子 这女人温听此言 把三法往身后一甩 今早两步到徐梁进前 嘿 徐梁啊 你说话可真够损的 你从哪看出我是疯子 还是傻子呢 这个 徐梁心说我怎么说呢 你要不疯不傻 哪有夜入民宅 跑这给一个男人叫好来 什么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啊 但是徐梁呢 不乐跟女人打交道 话到舌尖 又咽下去了 咽词就一愣 这个女人冷笑一声 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 徐梁啊 我就是爱看你练功 实不相瞒 我来了三晚上了 由于你太注意了 所以没发现我 徐梁 要是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吗 果然有两下子 练得双筒绣剑 双手发飙 也堪称一绝 至于拳脚 也交得得下去 唯独这宝剑 你可欠伙号啊 不行 你这种剑术 虎外行可以 要真拿到江湖上 这不白给吗 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 呀 徐梁这么一听 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 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 看来不疯不傻呀 刚才我这是错疑了 老心想到这 把长大的衣服穿上 恭恭敬敬敬的一抱拳 这位女子 方才恕我说话冒昧多有得罪 请你原谅 不过一夜之间 我初次跟你相遇 难免有其他的想法 敢问 您是哪里的人士 姓自明脸 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 徐梁心说话 你就别乐了 怎么这么难听 乐完了叫人难受 这女人乐完了之后 点点头 好吧 听着真人 甭说假话 也就是你徐梁 要别人问我 我是高低不说呀 要问我哪的人呢 我是广西摩山的 听说没有 摩山之内 有一座老母公 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 受我老师摩山老母的真传 我的师兄叫九天玄虎 下巴姑 我叫飞天魔女 龙云芳 这个女子这些暴徒民性 老师徐梁 呸呸呸 吓得蹦的三蹦 至于那样吗 一点都不讲 徐梁心想 哎呀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飞天魔女龙老前客 我早就听说过 第一个对我说的 就是我老师 津津好斗 没两足 第二个对我说的 就是海外野狩王源 第三个对我说的 就是春秋四老 他们说 在八十一门之外 还有个摩山派 人家自称一派 与众不同 这摩山派的人数是最少 现在才师徒三人 摩山老母 姓碧 叫碧月霄 在这医生中 他收着两个女徒弟 顶门大地子 叫九天玄湖下巴姑 下老建客 后来又收个徒弟 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峰 他们师徒三人 号称江湖的三魔呀 另外 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 性情古怪 一个比一个魔 一个比一个怪 当眼就在活人 究竟他们师徒三人 杀了多少人 是很难统计的 那么究竟这一家仨 是好人 是坏人呢 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你要说他是坏人吧 他还做了不少好事 杀赃官 除恶霸 就杰弗烈腹 孝子先孙 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 你要说的是好人 不 他们也妄杀无辜 死得他们手中的好人 也不少 总而言之一句话 顺着他们一家仨 你就能得好 腻着他们一家仨 就非把命给搭上 不管你是什么人 因此告诉徐良的人 一再警告 往后创当江湖 倘若遇上摩山的三怪 你千万可留神注意 万万不能得罪 要得罪了 不但你好不了 你的老师也好不了 徐良的耳朵的耳朵啊 都摸出桥子来了 但是他创当江湖这些年 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 没想到今天晚上 ography of a hell люб cardiovascular 世友好 field of 徐良 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 半天没喘过这口气了 林 爷 唤 一 ll 许良 你愣什么 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 我虽有这么一点 老江客 你我萍水相逢 素无往来 我真猜不透 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 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 莫非弟子又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 那位说你别说了 许良怎么那么没出息 张嘴你老人家 闭嘴你老人家的 龙云凤的年纪 跟许良不是仿上仿下吗 不 许良之理呀 有人告诉过他 龙云凤今年呢 八十挂岭了 那是个老太太 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 好像个少妇 那是练功练的 龙云凤练就得 繁老还童时 越练越年轻 那位说 世界上真有这种事 真有 不过并不多见 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 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 但是 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 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 过了四十岁之后 越练越年轻 如今就像三十左右岁 如今就像三十左右岁 这龙云凤呢 这龙云凤呢 也没客气 听完许良的话 点点头 许良啊 你说的有理 不错 我们是平素 没什么交往 但是 但是彼此都知道名望 我听说有你这么个虚凉 而且你的名望 还不小呢 白眉大侠 白眉大侠 有口皆碑 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我告诉你 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 来找你 另外 我找你还有点事要办 哦 请问老人家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没别的 你答应 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得答应 你是非给我办不可 你要给我办到了 我对你表示感谢 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 你要给我办不到 哈哈哈哈 小猴崽子 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 嘶 徐良一听 犯了磨劲了 我惹你了 你要明我脑袋 这是个什么人呢 徐良是又讲着害怕 又讲着这事真奇怪 冲着龙云凤一抱拳 老张家 我是个开朗的人 有什么就想说什么 我希望您明白指示 究竟想叫我干什么 哈哈 没别的 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 明白吗 这 啊 啊 徐良这才听明白 啊 这强迫我跟他学能呢 你看世间之大 无奇不有 老心乐的一排屁股 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废话 就凭我的身份 能跟你开玩笑吗 我来的目的 就是为这个 你愿意不愿意 徐良互通就跪下了 老张家在上 我求之不得 愿跟您学武 好孩子 这才叫有出息呢 可惜你这块材料 过去被人给耽误了 金晶号都没两组 他算个什么东西 他会武术 他无非是串江湖 打瓦是卖艺的 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 后来我听说 你还跟什么春秋色老 学过能力 他懂个屁 什么天龙地呀 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 徐良啊 过去跟他们学的能力 全都给我抛开 从现在 你要从头 练起 飞天魔女 龙云凤 主动登门 要传授 徐良的武艺 这件事情 就非常奇怪 真实白眼眉 疑惑不解 他不明白 龙云凤 说的是真 还是假 他的目的是什么 速无往来 萍水相逢 又没有人情 走动 出于什么动机 要传授 徐良能为呢 江湖上 还有那么句话 命舍 一定金 不传 一招 决意 说我给你花 多少钱 可以 你要跟我学 真能呢 不行 要学可以 那得过命的交情 有一定的感情 不然 就轻易 传授 你决意 连门都没有 这个龙云凤 就不这样 主动 要交给 徐良能 能使老心 不怀疑吗 那位说 龙云凤 究竟是 何许人也 真像传言 说的那样吗 一点不假 这是本套书上 最神秘的一个人物 将来到了后本书 咱们说到 大破八卦四项金灯镇 五星昆仑 绝命台 六十四件大聚会 到那时候 咱们再详细 对他交代 他还有一番 传奇的绅士 此番 他主动登门 交给 徐良能 也有一定的原因 只是 他藏着心底 没对 白眼 没说而已 先言少许 妾说 徐良 给龙云凤 磕了头 龙云凤 往前一凑 梁子 起来吧 不必客气 他嘴这么说 伸手一抓 徐良的手腕子 往外一拉他 但是龙云凤 暗中可就使上劲了 他使的是大口天刚气 应着力的硬骨 他要试试徐良 能吃得消 吃不消 但是 他只使了三成劲 哎呦 可要了徐良的命 老心毫无准备 觉着不好 已经完了 徐良就感觉到 从脑瓜顶 麻到脚趾头尖 半身不遂 几乎要瘫痪了 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 先说龙云凤 你要干什么 你这不是按下班子 说人话不办人事 你要把我徐良废了 不成 因此徐良也就激了 舌头尖一顶上牙膛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脑瓜子一捕着 运用气功 启发丹田 丹田又关于丹臂 徐良这胳膊 蹦一下就粗起来 因此 这才把龙云凤凤大口天刚气的功夫给闭住 龙云凤一乐 哈哈哈哈哈哈 巴了 小子 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 要换个旁人 非得叫妈不可呀 徐良虽然没叫出来 揍力大的汗珠子 顺着脑袋 逼得大大也流下来了 老星心中暗自叫苦 一看人家撒了手了 淹死也没发作 信说我这回可住了一了 跟他打交道得留神 不知在哪一阵 他犯了魔劲 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 再说龙云凤 跟徐良说 徐良啊 方才我说的是实话 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 因为教你的人 他本身就是饭桶 明师才能出高徒呢 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 要想成名 非得把剑练好 你睁开眼睛看看 世外的高人 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 当然 我不是说小乔其他的兵器 你懂吗 我明白 如果你要不服劲 你看看我练抗剑 做个示范 你在旁边坐着 看我的 徐良刚要逼给他青龙剑 人家没有 再看龙云凤 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 闪掉了 里面是短一斤小打扮 仍然是一身白 在白布囊之中 拿着块皮条子里 这皮条子能够三尺 把头上的三法拢了一下 勒上皮条 然后 从腰间一伸手 咔崩 拽出一把折剑 什么叫折剑 就是在腰里能盘着 运崩凰 拽出来 就见这院里头 瞎光万道是锐财千条 照得徐良都难以睁眼 这个绿翘翘的 这是什么宝剑 怎么这么亮 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 那可差的太多了 就见这把宝剑 比徐良的剑窄的一倍 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 就是特殊的那么亮 还没等练以前 徐良仗着胆子问 老前辈 恕我直言 我想打听打听 你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 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哈 感觉奇怪吗 你先拿过去看看吧 是 等徐良接过来一遍了 哎呦 你别看这宝剑 比我那宝剑窄的一倍 这分量可沉得多呀 他往建都市一看 造着一行转子 磕似现在的甲骨文 徐良看了半天 也没认出是什么字的 就搅着这把宝剑 冷气敌人 离这两担子 还有半尺呢 就见这脸上 刷刷刷冒凉气 寒毛似乎都往下掉啊 真是出一毛利的 徐良看巴多时 又还给人家 我看不出来 徐良啊 大概你们听说 这把宝剑 叫 闭月 休光 扫 魔剑 哦 徐良点点头 哦 我看过兵器谱 这第一章的头一篇 就记载的这把宝剑 叫闭月 休光 对 一点都不错 我 佩戴此剑 已经五六十年了 这把宝剑 也没少替我出力啊 娘子 我先许个愿 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 达到我的满意 我一高兴 背不住 把这柄剑 就赠给你留个纪念 哎呦 我可不敢当 乌功瘦禄 寝食不安 当然 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 咱们抓紧时间 说练就练 你往后啥吃啊 徐良躲出多远去 再看飞天魔鬼 单手提剑 望着一站 紧跟着 并喜宁神 望下一夫身 啪 把剑招就实展开了 这头一招 就天和道谢 一招分着八招 这第二招 就霹雳 狂风 一招分着八招 这第三招 叫判官索命 仍然是一招分八招 一伸手 就二十四路了 把个徐良都看傻了 他从来没看过 这样的剑招 就见人家把这柄剑了 使活了 身随剑走 剑随身转 也跃跃传出风雷之声 徐良心说 这是人嘛 这简直是个神 哎哟 怪不得说大话呢 比起我老师 金经好斗 没两组 比起春秋四老 天龙地雅 他确实要高的多呀 难怪人常说 能人背后有能人 好汉背后还有好汉 这话是一点都不假 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徐良心说 我自觉着我不含糊 小名叫白梅大侠 满耳头 听的都是送阳之声 的确我也没少露脸 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 倘若他是我的仇人 然有我的命在 我哪有今天 可话又说回来 谁能保住 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 我要没有一定的能力 也得把命搭上 看来功夫功夫是 非恋不可呀 徐良一边看 一边暗下决心 龙云凤一口气 练了八招 八招是六十四路 等练完了 人家唰一收招 气不长出 面不更色 把宝剑往地一扔 砰 插在地上 这宝剑烂颤 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 怎么样小子 我练得如何呀 好实在是好 太好了 我算开了眼了 是捧我呀 是说的实话 是实话 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 第二位他不会 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 不清楚 摩山剑 这种剑术 只有我们摩山派 我们一样撒会 要再出了个第四个会的 就是你 要有第五个 那就出了鬼了 那别人不会 乐意消吗 乐意消 好 今天晚上不算 明天开始 我就来教你摩山剑 不过贪多教不赖 也没那个时间 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 你把套路记熟了 没事好好复习 久而久之 你就能掌握他的奥妙 将来是不难成名啊 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摩山派的传人 多谢老人家 龙云凤说到这儿 扬起脸来看看天气 大概四更天过了 我得走了 啊 你到哪里去 我还有点事 还跟朋友有个约会 今天必须走 明天我再来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你甭管 你甭找我 我自己就来了 啊 该练功 你还照样练你的功 龙云凤说完 戴好碧月修光扫墨剑 哈腰捡起白袍子 然后呸的身上 把麻绳一举 用手一指 梁子 那是谁 啊 徐梁甩脸一看 没人 等再回过头来 龙云凤 终极不见 徐梁一拨了脑袋 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 好快的身体 老秦 逼了要上房 扎着背往 四外观桥 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徐梁重新飘落到院里 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身 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 我可差的太多了 真得好好练 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 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工作 下下苦无功夫 你看徐梁这人就这时候好处 勤学苦练 要不怎么他成名呢 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暗中受罪呀 徐梁就是这种人 别看他嘻嘻哈哈 他的心非常重 对什么感兴趣 他是非学好不可 老心徐梁感觉到有点乏了 收拾收拾东西 回屋休息了 这一觉睡的第二天日 他老高的 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 徐梁夫妻已毕 赶紧奔上房 看母亲的病 徐三奶奶 刚吃过早点 一看这精神 比以往强多了 徐梁感到非常宽慰 莫亲 我看您可好多了 儿啊 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 哎呀 我心里他也着急呀 你急什么 我替你着急 你现在是官身子 不得自由啊 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 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 也有不及之理呀 孩子 要照这样 娘三日五日之内 就能好了 你就收拾东西 赶紧回东京吧 母亲 母亲 您不必替我捉急 我已经告好嫁了 躲在母亲康复之后 而再走也不晚 徐梁说着 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 拿着药方 让火炬去抓药 然后亲自煎汤 熬药 那徐梁是个孝子 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 挑娘爱听的话 娘俩谈了一会儿心 徐梁这才回屋休息 他干什么老休息 他要养精许锐 等晚上好练剑 没精力能行吗 简短揭说 这一天过去了 到了晚上 别人都睡了 徐梁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 小桌椅子 茶壶茶碗都准备上 刀标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 徐梁开始练功 先练了一趟无足点血拳 又练了一趟八卦连魂掌 练完了 开始练镖 镖练完了 练绣剑 墨浴飞黄石 最后练大魂刀 压咒的就是青龙剑 他就回忆昨天晚上 龙云凤交给他那些招 虽然没掰着手交 但是他看见了 老心一想 这招是这么使的 照葫芦画条 我先比量比量试试 徐梁真灵 有过目成颂之才 就看了一遍 就记了个八九不离事 他先走了一趟 叫这个路数队 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 徐梁练的第三遍的时候 就停椅子上 有人跟儿跟儿乐 回头一看龙云凤 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鸭子腿拧着 正坐这喝着水呢 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 徐梁赶紧强步欺身 攻身世纪 老人家 徐梁赶紧强步欺身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哈哈哈哈 来半天了 行 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 看了一遍 你就全裸过去了 刚才练的都对 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 显得生疏 没关系 今儿子我正式教你 来来来 抓紧时间 龙云凤 照样把白袍子脱了 用皮条子把散发勒好 从腰中撤出碧月 西游光扫墨剑 跟徐梁两个人站齐 开始手把手 交给他摸山剑 头一天呢 就小了一招 叫天河道谢 您听这名吧 天河要开了口子 哗哗要躺下来 那得多大的气势啊 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 开门剑山 以势不可挡之势 取胜的决心 是非打胜仗不可 一招分着八招 学梁这个高兴啊 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 把天河道谢的八手 都掌握了 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 练 就照我教你那样练 是 等练完了 龙云凤一瞪眼 怎么那么笨 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 重练 啊 是 徐良又没练队 龙云凤过来 往旁边一推他 看我的 怎么练 他又做了示范动作 然后又叫徐良练 一直徐良练队了 他这才乐 嗯 行 还算有出息 记住啊 就教一遍 往后我走了 你就照这样练 一直到快五更天 龙云凤站起来 梁子 又到时候了 我该走了 老人家 我家里很方便 有不少闲法子 你要不嫌弃的话 可以在这休息 不不不不 叫人家看着我像个火鬼似的 观之不雅 另外我本身还有事 我跟朋友有约会 人家还等着我呢 啊 明儿晚上我再来 再见 书这话飘身上方 转眼不见 徐良一想 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高人爷 徐良没闲着 又重新 服袭这天和道谢 一直把这八招 服袭好了 这才进屋休息 书说简短 转过天来 徐良照旧 看望母亲 你看娘确实健强多了 陪娘烙完磕 给母亲煎完药 这才回屋休息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晚上 徐良照旧准备好了 开始练功 龙云凤准时来了 教他第二招 他一招分八招 只是最后这两天 不忘下教了 让徐良开始总复习 到了十一天这天晚上 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 一乐 算了算了算了 咱们的缘分 到今天算结束了 我的传译 也开始告终 我身上这点能耐 也算交给你了 你感觉这磨山剑如何呀 太好了 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 其中的奥妙 对 功夫功夫 哪有十的天 就学会决意的呢 我说过了 你平日要加紧雅链 日久天长 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另外呢 光练不使唤还不行 将来你回到开封府 遇上敌人的话 不妨你就实实闭月 修光扫墨剑 非得实际用一用 你才知道此剑 剑术的厉害 是尽尊了人家之命 徐良啊 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 咱们日后见 青山不老路水长流 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老人家 我有件事 大僧跟您说一说 说吧 什么事 我总觉着 无功受入 欠世不安 我对您老人家 毫无有孝敬之意 您肯于把决意传授于我 我脚着于心不认啊 请问老人家 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 哈哈哈哈哈哈 好小子 你抢到我前边去了 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 我还要问问你呢 平白无故呢 我传授你决意了 你怎么报答我呢 我也不知他这么说好 那老人家你说吧 究竟叫我怎样报答 好 徐良啊 我承认我是个怪人 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 但是我并不糊涂 我这个人 要认准一条道 我非跑的头不可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 我就公开告诉你 我有个仇人 哦 但不知他是哪位 甭说 现在还不到时候 这个仇人 我太恨了 要按理说 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我不那么做 我得给你留着 你记住啊 要想报答我传箭之恩 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 徐良文婷下了一缩脖子 哎 请问老人家 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 飞天魔女龙云凤 要求徐良杀一个人 把白梅大侠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 我看谁不顺眼 我就叫你杀谁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报答了我 传授你五义之恩 咱可把丑话说前边 你要敢敢不听我的话 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徐良一听 又气又乐呀 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 是是是 弟子牢记在心 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 水贼过河甭屎狗袍 你这只要拿嘴拱我 到时候说话不算数 嘿嘿你可小心着 这么能呢 我一定听老贱客的就是了 到了后文书 龙云凤又提起这个事来 真叫徐良去杀一个人 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杀的 所以徐良没听他的话 为这事得罪了龙云凤 这非天魔女 拎着把碧月修光扫魔剑 非要要徐良的性命 把老心碾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才有一段书 叫二十四老闹魔山 这是后话 咱们展示不提 单表龙云凤 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又变得和颜悦色 徐良啊 咱们这也算有缘呢 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有个朋友还等我 我现在就告辞走了 你要好自为之 多谢老建客 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 龙云凤欲转身 踪进不进 这个人呢 就这么奥秘 来无踪 去无影 来得匆忙 走得快的 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啊 徐良闭上眼睛 回首往事 这十几天 他感觉到迷迷糊糊 就好像做了一场梦 也说不清是噩梦啊 是好梦 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 挥屋休息 简短解说 到了第二天 龙云凤就没露面 徐良揭察 练摸山剑 最后终于把八手摸山剑 练书了 在这时候呢 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 也好了 老太太可以煮着棍下地走动了 吃的东西还不少 脸上也泛起了红韵 徐良这才放心 掐手指他一算呢 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 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 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 娘啊 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 我打算明日就会开封任职 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 孩子 我早就叫你走 娘没有事 你是关身子 不能自在逍遥啊 哈啊 明天就走吧 尽遵母命 徐良当天 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陪母亲谈话 谈到后半夜 这才起身回房休息 到了次日吃饭了早饭 首是央用之物 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 在此期间 徐良连门都没出 开封府发生的事 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必赛 又没人上他这串门 他上哪知道去 因此在赶路的时候 他也不十分着急 哪里有名声 他还要看看 有什么热闹 他还要瞧瞧 就这样溜溜达达 来到南正县 徐良一算计 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 明天起个大早 凭我的脚力 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的 我何必敢晚上到开封府呢 徐良打定主意 进了狮子街一拐弯 一看把这胡同口 有一座假家老店 因此徐良就住在这儿了 那位说没人认识他吗 没有 徐良啊 对这方面特别注意 人的名书的影 他怕遇上熟人 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 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 尽量往下压 把白眉毛压在里边 把那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 把脖子缩在里边去 动不动他就低着头 他穿的还挺朴素 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无精神 端肩缩脖的 谁也不住这个意 所以他进了假家店 登完了记 他说他叫徐三 就住在东院 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 徐良找个地方休息 等吃完了晚饭 没事了 要上茅房 无意之中的 他从茅厕一出来 正看见白莲花燕丰 金掌佛蝉 和那恶烟贼杜凤春 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 先说我看的不会错 这几个家伙跑到这里干什么 真是冤家路产呀 你说我露面不露面 我应该怎么办 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 又一想 不要急躁 应当把事情摸清楚 有必要伸手 我再伸手 没必要就算了 我还得急着回开封 所以掌灯之后 徐良啊 特畏的来到账房的后院 凭着他的本领 神不知鬼不觉 偷听着他们的谈话 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呦 徐良一想怎么着 京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冠 飞云道长郭昌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寿朝天平 我老兄的白云瑞还贪了官司 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 当然 他没到开封府 没详细打听 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 详细经过 还是不得而知 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 哎 后来呀 徐良无意中 又发现了圣守秀士风渊和南峡斩雄飞 也住的这个店里 老兄就明白了 都为妙手先生刘士奇而来 我们的人为请刘士奇 白莲花这几个小子为杀刘士奇 嘿 正叫我赶上来 真是来早了 不如来巧了 就在展南峡和风渊 二次赶奔福寿堂的时候 徐良写了个纸条 用一把匕首刀插到南峡的屋里 以示警告 就凭他的本领 两个仆人怎么能发现得了呢 徐良没有急于公开露面 他要暗地之中好好再看一看 后来发现展凶飞和风渊果然住上衣了 夜探前院的账房 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 心说展的水 您还可以特别这个臭豆腐风渊 你有什么能力敢跑这探听人家的谈话 一旦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 我呀警告警告你 故此徐良一伸手 把风渊从房上给揍起去了 风渊这才被拿 南峡救风渊 结果也叫人家抓住了 白莲华雁锋出个主意 要挖个坑把两人活埋了 徐良一看这可不行 该自己露面的时候 因此飘落在天井当院 这就是徐良一往经过 燕丰也好 杜凤春也好 金头湖甲正这对狗夫妻也好 一见着徐良啊 吓得恨不能都尿了裤子 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 一个个抖腻站刷 全躲到佛禅身后 拿他就当了护身符了 佛禅呢 也先一惊 因为他没想到徐良能来 后来他又稳定下来 心说他妈白眼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又不是跟他没伸过手 再这一说 我徒儿王顺死在他手 我应该给我徒弟报仇血恨 今天相见 是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为此佛禅 卖大部是直奔徐良 阿弥陀佛 把掌中的龙凤大铲 练了几趟 向活动活动金箍 愁鬼 可让俺是贫僧 你不要吵吵 我早就认出来了 你不是金掌佛娼吗 来 徐良啊 认识我就好 没想到吧 冤家路窄 狭路相逢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低下头看一看 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 假如 光火买展昭和风渊 这坑就糟见了 最好 你也凑个数 让贫僧把你抓住 将而活埋 是吗 那可不错 要正把我活埋了 再浇点水 来年出脑花开 滴了都路 炸了一串许凉 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 呸 你少耍贫嘴 哪里 不 佛禅真疑了 另一坯花山 就是一禅 徐良望他们一闪 这禅走空了 佛禅 搬禅头线禅转 大月牙 奔徐良 当腰变戳 徐良脚尖脸地 往空中一纵 嘴里喊了一声 过来的好 这一下又走空了 这老佛禅 连着就是八招 没有碰着徐良 愁归 你 因何不还手 你招什么急 我这不紧接扣子脱衣服呢 你等着我收拾好了 我再打发你 展昭和风渊 一看 徐良真有两下子 临阵不乱 多大的场面 人家不切笛 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 徐良把外衣闪掉 卷了个麻花形 背在背后 他没使唤金丝大魂刀 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 老仙心说 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 学了八手摸山剑 龙老剑可说得明白 光练不使魂 等于白学 不如 我拿这金掌佛禅 做个试验吧 看看我这个宝剑 究竟学到什么程度 好做到心中有数 老仙想着这刷刷 亮了个仙人指路 我说唱 你今早不 喝 小子弃刀学剑了 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 张神 拦腰砍来 徐良可没敢拿宝剑 接人家的铲 因为他这刷大铲 分量太重 恐怕把宝剑给伤着 老仙徐良 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 是闪斩腾脱 就开始使用磨山剑 刷了剑招一遍 这头一招 叫天和道谢 一招分着八招 当中等把这趟宝剑 施展开 南侠就大吃了一惊 哟 几天不见 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 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 没见过 真是别开生面了 眼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 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 真好像剑山一般 军长佛禅也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 他心里就纳开门了 难怪这丑鬼成名啊 难道说 我徒儿死就白死了 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 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 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 真是酷一死人也 他这一着急 脑子有点流浪的 天和道谢 一共是八招 这第八招 可太厉害了 叫乌龙白尾撒手剑 这个宝剑能撒出手 还能接住 绝就绝在这儿 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 老乡徐良打着打着 冷不定一转身 喊了一声 脑 佛禅认为他要发飙 因此就留了神了 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 一到寒光扑奔前行 哎呦 佛禅跨步闪身望 啪啪一躲青龙剑走空 剑过去 徐良就到了 你伸手把宝剑的霸抓住 使了个扫地 撩着宝剑就回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 佛禅心忙意乱是 多闪不及 啊 右手他提着大禅 左手往后一甩 结果倒了没 左胳膊正碰着青龙剑的剑刃上 您想那还受得了吗 耳朵中就听着 骑着胳膊跟着 把他的胳膊砍断 老佛禅俩眼望上一番 哎呦一声 是仰灭灾倒 顿时人事不行 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 回过头来 那个意思 问哪个还敢过来 那个瓦巴绿球球 那 哦 一个都没有了 你想那帮贼 比贼还贼 见识不好 撒牙子就跑 都跑没耳了 徐良也乐了 心说光顾打了 让这帮小的捡了个便宜 正这时 风渊喊上了 哦呀 混账无比赶子 你个臭娇老婆养的 你还愣着什么 还不赶紧过来 解救无劳人家 徐良过来 先把斩难侠给放了 乍得说 说我往到一步 让您受惊了 孩子 没说的 可把我吓坏了 多悬 咱爷俩没见着 你放心 见着自姐妹 见着了 莫非 是你给留下的 可不是吗 还有孩子 我当时是谁呢 我要早知道有你 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 你呀 不应该不露面 南霞这个人 多有涵养了 话 时刻而止 就不放下说了 意思是说 你小的太坏 没这么干的 南霞活动 活动筋骨 老心徐良 一转身 请南霞进屋喝水 方元一看可不干了 吴连活动筋骨 还有五老人家呢 嗯 还有块臭豆腐 好了 你算见了 我长得出的光了 不然的话 我是不能够管你 徐良嘴说着 过来把帮绳给解开 风缘活动 活动筋骨 我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 我呀 等一等 我去问你 我在房上挂着挂着 突然掉下来了 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 把毛给扔下来了 挂把绿瞧瞧的 少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 那圈怪你的武艺 不经自己也没挂住 我家混蛋 我比个字 你是满嘴胡说 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 那你下出 算了算了 别逗口了 多日不见 谈点正事吧 他们仨正说话呢 就凭躺在地上的佛蝉 鼻子哼了一声 哎呀 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 在我解雇他的性命 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 万千一纵是 捧刀就刺 还没等刀到呢 徐良从后边 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 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 上手就是一回头 我呀 臭豆腐你这是何意 我说冯渊啊 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 构杖人士 你看我打了胜仗了 你也想跟着捕一刀凑凑热闹 那怎么能行呢 我看佛察这个人杀不得 哦呀 莫非你还要放了他 不成正事 渊王说一解不一解呀 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 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 才挫走了一步 如今已经成了插废人了 何必要干净杀绝呢 我乍得说 你说呢 对 还是梁子说的对 但能容忍且容忍呢 风温呢 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 风渊气得一拨了脑袋 嘴撅起多高了 在旁边看着 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进前 一看这胳膊血流如注 再待一会儿 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 所以展昭飞在他胳膊跟着掐住了 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的给他砸住 这样可以防止把血躺进 然后徐良从百五囊之中一身手 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 止疼伞 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 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 这样的地下鲜血一大片 也能躺了八百兮兮 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 这将疼得无关挪移 啊呀 张开两只无神的眼睛 一看在徐良怀里 这个老家伙你不论脑袋 不服气 可是干一动 懂不了 伤太疼了 虽然说吃了止疼药 那也止不住 徐良啊 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 有你没我 有我就没你 来 你给贫僧来个痛快 别叫我活受罪 你要假人假义 我可骂你八辈祖宗 我可骂你八辈祖宗 佛禅 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 和打仗嘛 没好手 骂人 没好口 我不杀了你 你就得杀了我 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 如果我要你的性命 你十六个佛长也活不到现在 实话对你说 我不要你的命 我还要把你给放了 什么 你真把我放了 不对 南侠说 真的 老师父 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 你老人家 要如果能走的话 赶紧逃命去吧 过了好半天 佛禅咬着牙站起来的 拎着那条大禅 荣荡拐棍 在这晃晃走了几步 一回头 徐梁 你真放我 真的 你不后悔 还绝不后悔 好 你记住 迟早有一天 我要报仇 雪害 金掌佛禅 快一百岁的人了 把左胳膊混丢了 能不痛心吗 他把徐梁都恨透了 没想到徐梁还把他放了 这家伙 临走 也不甘心 失败 咬着牙 问徐梁 小辈 你可别后悔呀 你记住 今日的断臂之仇 迟早 我是非 罢 不可 是吗 欢迎 欢迎 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 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我是随教 随道 好 你甭说风凉话 咱们走着瞧 他刚一转身 风渊过来了 哦呀 混着我被跟着带一囊 福山又站住了 怎么 你们要反悔不成 乌鸦 乌可不是拉屎 忘回座的人 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 把你这狗爪子带走 冯渊说着 端一脚 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 福山一看可不是吗 腹精母血 我还真不能扔了 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 本来这玩意是在身上长着的 这回还得带着走 掉着眼泪 拿僧衣 把短臂包好 这才转身走去 他这一走啊 南侠心里很不是姿务 他倒不是疼佛禅 而且通过他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 甚至想着自己的下场 都是练武的 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 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啊 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 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 在这儿 徐良劝了展兄妃几句 发疯冤拿铁锹 戳着那沙子跟土 把地上的鲜血 全都掩盖掩盖 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 这一找 除了住店的 这开店的全跑光了 徐良暗笑 呀这怎么办呢 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 他把风渊叫过来 我绿瞧瞧他 你别瞎着 明天天光一亮 你就到新正县的县压们 到这备个岸 把事情交代清楚 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 你懂吗 我要混账无比跟子 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 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 他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南侠在旁边咯咯咯之笑 一夜晚间无话 次日偏江放亮 风缘果然跑到县衙 到了贝勒岸 现在也已经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不敢怠慢 亲自做教来到贾气殿 见着徐良和展南侠 然后又宴过店房 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 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 究竟以后怎么办 跟本书无关 咱不必详细交代了 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办完 主要的一件得请刘氏奇 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 因此他们吃完了饭 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 刚一进门 帐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 他认识南侠和风缘 赶紧就抱拳 哎呦 展老爷 风老爷 你们来了 请问您甭说了 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对呀 回来了 哎呀 南侠心里之念佛呀 就听于先生说 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 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 我就被火器吵来了 向我们老东家 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 头一件事 我就把您的请贴 包的人的书信 给了我们老先生 老先生还非常高兴 交代的明白 你们什么时候来 让我陪着前去见他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就这样 于先生前面引路 带着展昭徐良和风缘 来到后院 等通报之后啊 妙手先生刘士奇从屋里接出来了 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士奇 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 可是一看啊 可是一看呢 事隔多年 老头还没老 不但没老 还富泰了 红光马面 胡须变得白了 还是那么精神 三个人赶紧过去十里 刘士奇 以礼相还 不敢当啊 不敢当啊 哎呦 侠客爷 徐将军 冯将军 你们都挺好吗 托您的福 我们都挺好 屋里坐 屋里坐 真想你们哪 到了屋里 刘士奇是非常热情 吩咐人在饭馆叫菜 非请他们吃不可 斩召一百首 老人家 我心如火烧 这二位也是一样 我们是请您来的 哪有心思吃饭呢 哎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 不管多大的事 也得吃饭呢 你们不就是担心 破酒兽朝天停的事吗 包到我身上 不就结了吗 啊 您要人家愿意帮忙 当然了 那要分跟谁 跟开封府的弟兄 不分彼此 我一定尽力而为 这一句话出口 三个人就像 吃了顺气丸四的 因此这顿饭吃的是 格外香甜 在酒席宴前呢 刘士奇提出一个条件 说我到开封 破酒兽朝天停 一点说的都没有 我也分文不要 但是 能不能破得了 这我可不敢说大话 咱把丑话的说到前边 一旦破不了 到时候你们再埋怨 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 那我可吃罪不起啊 我说的是尽力而为 我有多大的劲 使多大的劲 真要是走到那一步 别埋怨我就行了 那一挟不住的点头 老人家 我们岂能做乐理的事情 你要破不了 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 那就叫便宜该招 简短节说 吃饱了喝足了 于先生进来 东家 什么时候起身呢 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嗯 我应用职务 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 全安排好了 现在时间紧迫 说走就走啊 三位 咱们起身吧 三个人一看 这老头多干净利索 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 这才叫够朋友呢 从左右搀扶着 把妙手先生刘士奇架到车上 刘士奇带了俩跟班 因为上了年纪 周围没人扶死不行 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 里边垫着褥子 扑得喧喧腾腾的 把车帘撂下来 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 虽然徐良没骑着马 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 让一个仆人步行 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 就这样 车老板把鞭子一晃 离开南正赶奔开封 路途不太晚了 日头刚往西一转 他们就来到府衙 车子也站住 马也站住了 南辖水凳立安跳下来 刚一下马 一辖太保刘士杰 孝敏郎军 沈明杰 日月飞行 小太保中林 都在门口这等着呢 展大叔回来了 展大叔回来了 哎呦 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 我们不知道 奉相爷所差 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 都把大伙都急死了 我各位都挺好 哎呦 三哥 你们怎么凑在一块呢 现在正在用人之计 您回来的太好了 我三哥徐良回来了 徐三将军回来了 开封府就开了锅了 时间不大 那蒋平率领老少英雄 从里边就接出来了 一看刘士奇也来了 徐良也回来了 真是双喜临门 小霞龙天彪 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 西伯大头鬼方叔安挤着前边 趴在徐良面前客头 你爹啊 您够狠心的 把儿子扔下 您就不管了 这些日子 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 问甘郎 您听好吗 大伙一听 这人有多贱 说着话叫人家几零钩都冒凉气 你看方叔安还真难过 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 徐良用手相差 啊方叔安 起来吧 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哎呀 还是那句话呀 西湖间轻生丧命 打新春 良室为人呢 儿子好学没见着爹爹呀 有时候 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 我出了龙潭入了湖 血是良室为人呢 一句话把大伙逗逗乐了 这时 众人又过去 见过刘士奇 有人撒脚如飞 秉明包成相 包的人在二大院恭候 等刘老先生 这一进院子 包的人亲自应激 把刘士奇感动得就要磕头 被包的人给拦住了 老先生 盼星星盼月亮 可怕您盼来了 展昭都跟您说了 本歌不必细讲 能不能就八王 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想言 老朽尽力而为呀 我跟展老爷说的清楚 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 这我心里可没底 到时候相爷 您可别怪我 包的人知道 这种人说话 向来留有余地 不像有些人 明明有八成能 非得说有十二成 有五成把握 非得说有二十成 有骆驼不吹牛 人家是真人不露像 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 别看他说没有把握 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 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 包的人分飞声 献查 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 要热情宽带 大家坐下之后 就弹开了 问徐良 来的经过 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 他没说 一个是没这个必要 二一个龙云凤说的清楚 不准许他对别人讲 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 可是当说到 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 在座的人无不惊害 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 三哥 你怎么不宰了 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 房淑安也说 可不是这么的 我爹 你太心慈面软了 要我呀 我一当一当把他剐了 房淑安 不要胡说 我一向告诉你 大能容忍 妾容忍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他那么大年纪了 把一个胳膊给砍掉 就够巧的了 何必被治愈死地呢 对 明言呢 还是我爹比我明白 看得比我远的多 佩服佩服 而牢记就是 当时他变了 大伙子又气又乐 后来画风一转 谈得破九寿朝天亭的事 刘士奇提出来 相爷 各位 这个万法归宗 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 您别看的叫九寿朝天亭 八卦亭 达摩亭 藏真楼 冲销楼 等等等吧 尽管名字不同 跟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 因此 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 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 把这消息给改动了 咱不懂 那就麻烦了 如果时间允许 我可以到莲花馆去看看 现在我又没看到这瓶子什么样 就叫我破 我脚的心里头好像发空 哎 我老爷子 我可去过好几回 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 你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好啊 不过最好 你能找个人画张图 按图给我讲 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哎 你找人干嘛呀 我就有这两下子 我画东西画得可好呢 徐良就问 说啊 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脸不敢吗 这什么事这是 儿子真能画 我这俩手可巧呢 不信 给我准备文房四宝 找个鲜巫 我现在就画 包的人点头 那就叫他画吧 放出完去画 平图 咱们不提 包的人一想 刘士奇这么大岁数了 虽然说体格不错 这一路之上 鞭驳之苦也够累的 因此 叫理财包心 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 让刘老先生休息 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怨了 冲着包的人一抱拳 相爷 我去养会神 等方爷把图画好了 我再来 失陪了 失陪了 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 然后把门倒带 由理财包心 带着照顾着 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 好 这回就打开画匣子了 包括包的人在内 就问徐良 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 徐良含着眼泪 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然后徐良又问经理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 七言八语的 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 白云瑞 口答嗨声 三哥 你看我没说话 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 我叫这一肚子委屈 书安说的不假 我也是两室为人 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 老兄他不被拉过 人生在世卡可不平 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 没有关系 不经风雨 不驾世面 就不能百量称刚 经过徐良这一劝解 白云瑞频频扁头 三哥 您说的是至理名言 小弟牢记就是 这白云瑞觉着 要跟徐良在一起 活着他有意思 你看人家这人 又随和 能力又大 点子又多 你这一回来 开封土 当时就活跃起来了 人呢 就得这么活着 因此对徐良 他是非常羡慕 正这时候 方叔安回来了 诺诺诺诺诺 看看我这桥笔生花 画得多好 看看 说着 把九寿朝天平的图 往桌上一放 众人围拢过来一看 哎呀 你还真别说 方叔安的手真不笨 画的是活灵活现 因此大家不住的赞成 把方叔安美的 连北都找不着 怎么样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我说刘老先生哪去了 我给讲讲 包子人本想 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 哎 老先生来了 因为刘士奇啊 惦记这件事 稍微休息片刻 命人打听 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 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 众人闪开一条路 刘士奇凑到桌子附近 仔细观看 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 能看见没 这就是莲花灌的第六层院子 这亭子就叫 锦吾盛朝天平 哎 外边是八庙 台阶分三层 这亭子是两层的 我是从东门进去的 这里边我也画了 你看就这样的 这是中央无极土 这是天花板 一拧这边这个柱子 天花板开了 下了个笼子 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 刘士奇点点头 好了 明白了 方老爷 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 我这一看你这张图 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 你这么一说 您肯定能破得了 肯定倒不敢说 九长加一长吧 十长 那妥了 哎呀 该这八王爷有救了 包子人一听这话 心当时就落地了 老人家 今天是打赌机长的第二天了 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 您看 应当怎样分兵派将 应当怎么破亭子 您就分派吧 哎呦 校爷 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现在 我就着手 扶制一张九寿朝天亭的图 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 好吧 就在方树安方才画图的那屋 又手势干净利落 把老先生请的那屋 谁也不敢打搅 全都退出来了 刘士奇 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 把九寿朝天亭的图画好了 又回到内书房 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 刘士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 给学生开始讲课 拿管笔管 指着这张图 给大家介绍 众位请看 这就是九寿朝天亭 为什么叫九寿朝天亭 这里面可有文章 就要因为这个亭子里面 有九只兽 这九只兽 都是利用消息 埋伏白的 虽然说是假的 比真的还要凶猛 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 想破亭子势必登天 这九只兽 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 经过需要 给他上上发条了 让他怎么的 他怎么的 有的能喷剑发飙 有的会拳脚 有的善会决意 极难对付 你打他他不疼 他要碰上一点 你粉身碎虎 因此武艺一般的人 破不了亭子 至于你们派谁 谁能力多大 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 我是门外汉了 另外大家上演 这亭子分八面 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 这个事儿 很庸俗一般 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四面八方 分千砍 更镇 迅离 昆顿 利用八卦五星 相科之力 如果走台阶的话 走单数 别走双数 大家记住啊 凡是遇上台阶 走一三五七九 别走二四六八十 如果踩错了 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 转轮锁 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 另外 每道门的后面 都有火箭火弄 飞弓 这个千万注意 不注意射在身上 命就保不住了 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 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 窃看东门 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 这刘士奇口四悬河 滔滔不断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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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 能遇上什么事 应当怎么破 全讲解了 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近 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 紧接着南方丙冰火 北方人贵水 中央无基土 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就崩提了 讲评听完了这挠塞帮 老人家 这讲的倒是挺清楚 不过这太复杂了 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 这都忘了 没关系 所以我这讲个大概 然后东西南北四门 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 给你们分发下去 哎呦 老人家 那可太好了 不过可让您受累了 没说的 这是我应尽之责 讲完了 刘士奇 又到那屋 画了四张详细的图 拿回来 给大家详细讲解 众人听完心里是 豁然开朗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看来 这瓶子肯定是破了 救八王爷 是不成问题呢 刘士奇 讲完了 往旁边一退 四老爷 相爷 我全说完了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 尽管跟我询问 我再详细解释 关于派什么人 那可是你们的事了 蒋平回身请示包的人 相爷 您就分兵派将吧 这 蒋平啊 你不必客气 蒋平点头 然后往人前一站 把小脑瓜一步了 想咳嗽了两声 咳咳咳 各位 没规矩 不成方圆 没五音 难正六律 兵不斩 将不齐啊 方才诸位都听说了 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 各位 切拼我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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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江署 蒋平 奉包的人 差遣 分兵派将 别看蒋四爷 小个不大 透着格外的精神 他刚要分兵派将 报仕子进来 回四老爷 来客人 哟 谁啊 来了好些人呢 他们是 翻江海马 上军翼 浪里 薄条 十万亏 大刀 震陕 陕西 严正方 铁面 金刚 沙龙 嘿 江平 一听大喜 辽东六老 来了 现在要大破 九寿朝天亭 正在用人之际 他们来的是正好 四爷 吩咐一声 请 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 一看 大车小亮 仆人 主人 足有好几十号 铁面金刚 沙龙和严正方 在前面 不用问 后边车上都是女眷 江平一抱拳 老哥哥 九尾了 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不要 四弟 你一点都不见老 哪能呢 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 这可是真的 赶紧往里请 往里请吧 南霞 展兄 飞 贺 摇 胡 智华 双霞 盯着蓝 盯着 会 玉面 小达摩 白云 瑞 山西 燕 徐良等人 全都拥到前面 给四老见礼 大家欢欢喜喜 往里走 到那里边 众人首先提出来 要给相爷问安 包的人 也在内书房 接见了各位英雄 一问他们的来议 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 便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 这次凑的一块 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 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 包的人知道 现在时间紧急 不能耽搁 就把这个意思 跟来人说明 众人一听 哦 要打仗 那好啊 我们来了 能帮多大的忙 就尽多大的力 因此 这才告辞出来 共同赶奔前厅 蒋平 让展兄妃把女眷 接进内宅 拆专人四方 女者 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 等老少英雄刚坐定 就听外面 有人口诵 佛号 诺弥陀佛 贫僧也来了 蒋平一听 这又是谁 傻目观桥 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 尖头上 扛着一条奇梅大棍 来者这个僧人 非是旁人 正是金贝罗汉 吴申 自言一想 这个和尚来得也太巧了 正在用人的时候 他感到了 吴申可是一头猛虎啊 以一丁实 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 命徐良 白云瑞 把武申接进来 大家彼此见过 武申是个粗人 热心肠 说话办事 还不拘小节 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 武申一眼 看着徐良 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 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 徐良就知道有事 老师傅 又这么事情 弥陀佛 徐三将军 你知这次我从哪来吗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 游方四海 居无定所 我可没说实话 我这是从东海陛下宫来 哦 又什么事情 哎呀 三将军 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因为前三个月 我闲着没事 到了一趟云南 忽然心血来潮 就夜叹东海陛下宫 我要看一看 横推八百屋对手 轩缘冲突 无上任余和 是个什么人 结果 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 故此 我摘而测听 我听那五圣任余和 大放决策 对八十一门 总门长 普度 非常不满 对长法道人 雪珠连 也恨之入骨 尤其 恨的是 白云剑客 夏侯人 和你白眼没须良 我听五圣任余和说 不久 他将要派金灯剑客 夏孙良 联合山西万里 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 找你和白云锐 要算一笔总账 你可别生气啊 人家说的明白 找你和白云锐 无非是个借口 主要 斗的是四大明鉴 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 和长法道人雪珠连 你们属于小菜 不在花下 看这个意思 不久 他们就派人下山 为此 我很替你担心啊 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 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 我跟白将军不熟悉 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 千万可留神 徐良乐了 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 他愈何于酒连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四个人不 那个金灯将客下水梁 他四个人不 我杀些人不怕 三将军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跟人可不一样 人分三六九等 木分花里子坛 那金灯剑客下水梁 多大的能力 你知道不 我也不是掌人家的威风 灭咱们自己的锐气 我们一百个捆在一块 也赶不上人家一半 也慢说是三将军你 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 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 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 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 三将军 别忘了交者必败 还要谨慎为妙 好吧 我记得心里也就是 他们正说话 方叔安来 爹 男老 屋里要分兵派将的 竟我少你 四爷爷叫我来找你 我说你们俩在这敌户什么 你少要多问 我们商量点事情 其实啊 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 干老你放心 什么他妈金灯剑客下随梁 什么无圣人愈合 准保护是干老的对手 干老不行 还有孩儿我恩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 下的方说安一说脖子 不敢多说了 他们回到屋里头 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 默默的退在一旁 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各位 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 真就应了那句话 来早咯 不如来巧咯 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 你们来的正是火号 那个讲不了说不起 就得受点累搬干嘛呢 我们要大破九寿朝天平 兵分四队 这头一队 小梁子何在 四叔我在这儿呢 学梁啊 我命令你率领 玉面砖珠 白云生 拼了鬼 寒天井 粉子都 卢真 小意是爱胡 用金刚张报 双刀将马龙 开了鬼 敲宾 细拨大头 鬼 方说安 小虾 龙天彪 攻打 九寿朝天平的东门 记住 要破东门 打得中央 无击土 解救 八王千岁 八派小物 尊力 梁子 你们几个下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东门 好好熟悉熟悉 记住了吗 尊力 徐良领着人 推卸起来 蒋平一眼 看见了白玉瑞 玉瑞啊 你领着几个人 攻打西门 你率领 义霞太宝 刘世杰 笑面郎君 沈明杰 潮水燕子 旅人杰 小园霸 鲁世杰 刘金杰 刘玉杰 井底蛙 邵桓杰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下去熟悉震途 达到中央 无击土 汇合徐良 解救 八王千岁 不大有 准美 云瑞领着 小七杰 下轻 蒋平把 展兄飞叫过来 大兄大 能者多劳 我命你 带着日月飞行 小太宝 竹林 胜手 秀使 风渊 还有新来的 朕老四位 铁面金刚 沙龙 翻江海马 上军 一浪里 拨条十万 盔 大刀阵 陕陕 陕西 严正方 攻打南门 不得有 准备 南峡 领人 下去 熟悉震途 蒋平一笑 还有我呢 我也别闲着 我攻打北门 剩下的 全都跟着我 另外呢 告诉夫人丁月华 率领女眷 保护开封府 和包的人的安全 于者 全部出发 赶奔西山澳 莲花怪 准备 散了会之后 蒋平首先 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 到这干嘛 把开会的这件事 通知三老 因为风僧 醉菩提 凌空 北霞 欧阳春 挥泻老人 走华昌 都住到大相国寺 这个地方 又安静 条件又好 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 有什么事 亲自来送信 蒋平 蒋平来的之后 见着三位 把方才的事情一说 要求三位帮忙 这老三位点头大影 各手指冰着 也起身赶奔莲花怪 明目上是四路派将 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 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 一个个是争相恐后 擦拳魔掌 安下旁人咱们不说 但说徐良这一队 熟悉完阵途 离开开封府出了风秋门赶奔西山澳 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 时间不大就进了山 徐良没来过 道路生俗 全靠房书安在前面当祥导 房书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 你干啥 你儿子我光这趟到了 亡亡反反 走了十了回了 你更年轻我都能摸到莲花罐 您跟我来吧 准保没错 就八王爷 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 别人他也就是笼子耳朵摆扇而已 爱武爷一瞪眼 放出来 我看你现在小的越来越滑了 动不动就自吹自泪 小心我的拳头 五十位 您可前面别打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您看 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 抛出我干脑去 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吾 可我不算个什么 我是你们的晚上下辈 但是我有经验 起码九寿朝天亭 我都进去过三回了 轻车熟路 这回咱又熟悉了阵途 那还能费什么劲呢 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 时间不大 出了西山澳 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怪 为了救八王 避免打草惊蛇 他们不走前边 望西转 转到大墙外的看看 左右无人 方说按压低声音 安儿 进了这道墙 就是九寿朝天亭 从前边说 这是第六层院子 咱们上墙吧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 就把老先生刘士奇异 事先画的那张图 打开了 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 一看 徐良脑门子冒汗了 果然有埋伏 大墙里外 密牌脏坑进坑 翻版转版 墙头上还有冲天刀 立天弩 要想进这道墙 可不能靠近它 靠近墙 一丈之内都有埋伏 也就是说 这个人 必须从一丈以外 腾身而起 越过大墙 跳到里边 还得跳过一丈去 才能保住平安无事 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 有没有这种功夫 能不能跳得过去 心里没理 他把大家叫过来 把这件事一说 众人一听也傻眼了 可事到现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 谁也不能耽搭 能被这道大墙 活活地挡住 就得冒险一事 白云生说 三弟啊 我看这样的 能跳进去的 就跟着你 救霸王 没这种能力的 就把他留到外边 要不怎么办呢 既不能背着他 又不能扛着他 徐良点点头 啥 快 头一个就是白云生 恩恩扎金 提提靴子 甩大肠 勒大胆 把钢刀背好了 白云生运用员工 往后倒退了十几辆子 看准了方位 往前一开 他又 腰又快 到了危险区了 白云生 脚尖点 电脑 挖一掃 不完 越过大墙 那位说 玉面钻珠 有这能力 有 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 咱们光记中说山西艳徐良玉面小大摩白云瑞等人 似乎着这白云生没什么能力 就跟着跑龙套 实际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 那也是一文猛将 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 高来高去陆地沸腾 尤其这些年 他嘴不说别的 暗中也下成功夫了 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 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 外部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 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意思爱虎 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 憋着一口气 也越过大笑 卢针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 像别人小虾龙填标 用金刚刚抱双刀将马龙 开路鬼乔斌 刀行 就俩人办不到 一个是拼了鬼 韩天锦 一个是谢波大脑的方说案 这俩位在原地 拼 拼 拼 直蹦 没这能力 韩天锦 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力就外行 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 更退化了 你看人家都往前走 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 比当初还奔 我怎么办 老三 我怎么办 徐良一看呢 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 二哥 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 那怎么能行 就拔王前岁破九寿 朝天庭 人人有分 你把我用到外头说怎么回事 怎么办 我罚你 你得背着我 徐良一想这多好 我还得背着他 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 就这坨二百多斤呢 徐良一想 试试吧 二哥 不必着急 咱们试一试 要背不过去 咱俩一会儿掉到坑里头 你别说散话了 我知里有主意 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着好了 紧了紧带子 把气闭住了 二哥 趴到我身上吧 韩天锦手里的 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 往徐良背上一趴 山仙腾出一只手来 把他后腰给拢住 二哥 你不要动 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 发生着急 你怎么办 你先等一等 我先把他送进去 好个徐良 真会功夫 不但会功夫 还得会运用气功 还得说有把力气 不然的话 这事是办不到的 老星徐良 斗当天锦 脚尖点地 腾身望空中 你怎么来 背着 韩天锦是 越过墙头 双脚落地 平安无事 爱护白云生 等着 你看 哎呀 真行 我三哥 把韩二哥 给背进来 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捕了 哎 这有多省事 他省事了 徐良翻回身 还得接防树案 老星刚一转身的功夫 就停身后 你这凉风 把他吓了一跳 手扶刀把 刚要准备战斗 结果一看呢 防树案 个旺把绿瞧瞧的 你怎么进来的 防树案半天没上了气 晃着大脑袋 在那翻白眼 防树案也不知道 怎么进来的 原来人家都进去 就剩他哥一个 防树案心里都着急呀 其实这人呢 还得有能耐 要不就就是人家的累赘 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 回来得背我 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 他我要会功夫 俩脚一点地 像我干老那样 揉下蹦进去 有多好 完了 这辈子蹦想这事了 他心里正在想着 就叫这脖子 啪 被人给抓住了 他这脖子也细点 这位抓了个满把 手指的都扣头了 好像没把防树案给抓死 那位就像拎包似的 拎着防树案时越过大墙 扔到徐良眼前 等防树案再回头 此人踪迹不见 这身发就这么快 也慢说防树案 在场的人都没看见 等徐良一问防树案 防树案没法回答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这个老方啊 会边瞎话 这人又缓过这口气来了 两只手把脖子 捋顺捋顺 干啥 怎么样 你儿子长能力没有 个绿秋秋的 你怎么进来的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 大脑袋一晃 腰眼使劲脚丫 望下一灯 哟 我就进来了 原来我没试验过 我心里没底 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 还挺差不多 你看我咋能的 罢了 还真咋能的 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 还真挺了不起 是吧 这就叫真人 不露相 露相 不真人的 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没人跟他抬杠 方说安心 东安想 瞅见没 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 他妈这家伙是谁呀 你可够损的 你好学没把我掐没气 你等着我呢 只要叫我滑了着你 我就不能放过 他心中胡思乱想不听 单说白眼没许凉 问方说安 个绿秋秋的 你愣着声吗 还不在头前带到 干本九寿朝天平 你事呢 别人 抬头往前看 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 就是九寿朝天平 咱这方向还正对 正是东方家一幕 叔叔 大爷 各位 所有本 来 西伯大头鬼 防书安 在前边带到 把徐良众人 就领到九寿朝天平 等离近了 徐良一看 这座建筑 黑洞洞高耸云表 灯火皆无啊 从外表上看 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 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 他心里头明白 这几路人马 属他这一路 抢了仙子 可能白云瑞他们 还没到 徐良也有抢杨斗盛的心 恨不能破了亭子 先把八王爷救出来 叫这脸上好看 因此都对防书安说 苏王 拖枪引路可多加小心 哎 敢老记住啊 您看这台阶上没 二九一十八道 踩单可不能踩双 踩单数一三五七九 平安无事 要踩双数二四六八十 咋咋飞吊下去不可 都吃咋了 不用你这吐么性子 哎好了 我再啼啼醒 主要 防书安嘴是这么说的 他心里头也挺害怕 心说这妙手先生 刘士奇 上了年纪了 颠三到四的 再记马回来 可就坏了 因此防书安 拿着小片刀 一边走 戳戳点点 试探着前进 果然没事 所以小五一平安的来到东门外 防书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刚刚等等啊 门上授面镖铜环 抓索不这个 看我的 安 防书安一伸手 把铜环抓住 往怀里的一拽 往外边拧了三口 眼约约就听见 咔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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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了 徐良分飞声 啪下 啪下 众人窗 啪下 为什么 因为刘士奇 交代的清楚 这四个门 里边都有 分一刀火箭 不注意 就打到身上 因此大家望下 一怕 裹不出所料 里边打出十二把飞刀 十二支火箭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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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众人的头上掠过 落在院里头 发出金属的声音 啪啪啪啪啪b 徐良一想 多选 要不是刘士奇老先生 事先有所交代 要不是有内行指点 说不定得多数人受伤呢 这道关算过去了 大家站起来望里一看 您得看瓶子外的漆黑一片 瓶子里的是灯火辉煌 一条永路直通中央无击土 房淑安还在前面开道 干脑各位随我来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他刚脚就占地 就脚的对面恶风不善 可把房淑安吓坏了 往下一低头 这才看明白 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 这个人穿青挂躁 轻步的眷怕照头 四方大脸 当着平大的眼珠 可不会动转 还多少摸点口红 就好像一般的无视相似 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 什么人 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 照着什么 你忘了这是假人 哦哦哦 方淑安他想起了对啊 在熟悉战图的时候 有这么一笑 你刘士奇说的清楚 白天进九寿朝天庭 遇不上这种埋伏 到了晚上 人家把总开关打开 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 你别看是假人 人这玩意研究的太好了 这种假人 只要上上消防 也能打拳 也能踢腿 没两下子 你还就进不去 方淑安冲着这假人 点点头 挺好 你啊 嘿嘿 这小阿虎 这个通天炮 好学没把我通上 爱虎跳过来 说 断 别他妈耍贫嘴 我来解决 小一是爱虎 迈步进了门口 离着这个假人 不到无耻 脚底踩动消心 假人就可以动啊 就听见消防嘎吱一响 这个假人把两圈就往啪 不然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 小一是往旁边一闪身 两圈灯空 小一是就跟这假人 站到一处 也就是三十多个回合 爱虎飞起了一角 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 耳朵中就听见啪 假如爬地上不动恨 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 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 踢到致命之处 这玩意就不动恨 爱护望后不一撤 三哥请先生 大家这才进了九寿朝天亭 哎呀徐良心中安详 要没人家刘士奇老先生 画图画得这么详细 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 过了二道关口 他们往里走的也就是一丈挂岭 方叔安一蹦 你认识什么 众人一看 原来在当中 爬得一头猛猛 就见这只虎 昂首 前爪立着 椅子也立着 后腿握着 把道路给挡住 严四金灯 张着火盆大口 怎么看 怎么是真的 咱们前文书说的 九寿朝天亭 为什么起这个名呢 里边有九只野兽 护华卫着这个亭子 故此得名 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 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 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 别看是假的 肚子里头也有消息 能蹿 能蹿 能蹦 也能伤人 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 披了鬼 寒天井 在后地一看 小三儿 小三儿 说啊 都多 把他交给我 我就不相信了 真老虎 我拎你吧 啪就把他摔死 何况是假老虎 徐良拉住二哥的手 二哥 可不要掉以轻心啊 千万溜上来 你放心吧 在你眼里头 我就是饭桶一个 瞧啥 寒天井拿着大棍子 慢慢往前溜达 里的老虎还有七十元左右 就听见脚下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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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一犯 老虎的一背脚 前腿一台武 头一招就是虎扑子 奔寒天井就来了 原来这只假老虎 这四个爪子 全是撇的 头前 带着五把钩子 真要拍在人身上 不断金蛇 真叫钩子 给搭上就得 劈开肉炸 寒天井 你看不好 上部闪生 往旁边一躲 老虎扑空了 前身超过了寒天井 就见得屁股一般 就是一个跨党 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 也是铁的 外的是虎皮 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 尤其是机械 那人还好得了吗 骨头就得碰蛇了 寒天井 你看不好 脚尖点 你望空中一送 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力 要说穿穿跳跳 比一般人还是强的多 所以老虎就跨打 又走空了 但这老虎 这椅子一脚 这第三决意 横扫 这椅子可是铁的 就好像使那铁边也差不多 长有九尺 挂了风声 奔了寒天井的双腿 这一下就到了 寒天井躲闪不及 腿躲开了 屁股没躲开 正抽的屁股蛋子上 耳朵中就 啪 多大劲 把寒天井从九封朝天平的里边 给朝圆里他去了 一 把他 棍子也撒手了 寒天井也起不来了 是基督地翻滚 哎呀呀呀 哎呀呀 碗喽 这回碗碗喽 夜深人静 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有很像 把徐良给气得 大电部 女神跳在院里 把他嘴给他堵上了 那就错了 你瞧吃什么 哎呀 太疼了 坏了 骨头舌了 徐良仔细一个地检查 骨头没受伤 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领子 这就仗着韩天颖 屁股蛋 肉多 皮糙肉厚 换个旁人 这下打残废了 徐良心中也暗笑 二哥 你先扔着点疼 我把这晕血给你放出来 说着话把他裤子给他吞掉了 一看 这条大子脸子好像个包米 插在屁股上 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 老心掏出匕首刀 止疼药止血药 在这给韩天颈动手术 扯了 把血给他挤进 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扶下去 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 韩天颈拄着棍子 这才敢制药 吓得他再也不敢抢陷了 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 可这时 小义是爱虎就跳过去了 看我呢 咱来个真虎斗假虎 我叫爱虎 他是假虎 看我们俩身形 爱虎那是真有能的 在小武艺当中 跑出徐良就得数他呀 小义是爱虎没费吹灰之力 最后把胡言给掏下 就听老虎肚子里 咯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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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想 趴的那是蚊丝不动 他们又躲过第三道賢棍 皆差往里头 到了第四道险关 徐良知都遇上麻烦了 闹了半天挡到的 是五只猴子 一大四小 迎着面这猴 在那蹲着 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 浑身上下都是黑毛 眼晒金灯 再看猴子这爪 赠名刷亮 也是刚勾制成 四个小金猴 在四脊脚 一动不动 瞪着眼睛 看着来人 徐良知都 非得自己出头不可 徐良刚要过去 粉子都撸针过来 三哥 交给我吧 杀鸡烟用牛刀 你得大样压后阵 徐良一乐 老四 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 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 一个不紧上 就得把命搭上 你可要多加紧上 哎 你放心 这是假的 它跟真的不一样 都是死规矩 我按照套路的 万无一失 徐良一想 样样事我都抢先 叫别人看着我 贪功太过呀 既然老四不服 那就叫他伸伸手呗 他要能破了 不是更好吗 因此徐良 叮嘱之后 退在后面 就见粉子都路人 周身上下 紧臣利落 也没拽刀 成一座 奔当中这个黑猴 离这一丈 这猴连动都没动 周围那四个小猴 也没动 卢真就试探着 往前蹭 到八尺 猴还没动 可刚到了六尺 脚底下踩动消消 就叫呼一声 郑中央这黑猴 站起来 比粉子都卢真 还高得一头 把两个大爪子一声 就扑过来 路真一看不好 闪神撤破 往旁边一躲 他躲得倒不慢 但是他忘了 这猴子跟猫 有类似之处 你看这猫要想抓你 你跑不了 他一抓你 你一躲 你往哪躲 爪子跟你上哪来 这猴子也是一样的 人要练到这种程度 那功夫就了不起 路真往左背一躲 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背也来了 还没等路真站稳 那一抓地正掏到肩头上 没把卢真给躺死 跳出圈儿外 再看小黄嘎啷啷一响 那猴子回归本位 又蹲那儿不动 徐良赶紧过去 把四弟给救起来 再往左肩头上 你看是血流无助 地下地下大大全是血了 老秀徐良 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 给他上上 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 给分子都卢真包扎上 卢真也是好样的 虽然说肉成掏了三六沟 腾入骨髓 但是卢真咬着牙 不叫他叫出声来 汉毒的滴滴打打 往下支挡 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 徐良二话都没说 让卢真在后头等着 众人一看 颜面更色呀 方叔安也急了 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 还得我爹的 这不是常能的事 心有力不足 我那边那能的那摆着呢 对那爹 你快请吧 徐良瞪他眼 恐怕他说难听的话 老秀徐良过来了 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 这边真地头 我还得多加留人 不注意 我也得出车 徐良留他到六尺这 用脚尖一点着地 小型翻了 就见郑东江这黑猴子流 砸起身路 奔徐良 扑来 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 老秀明白 我要不躲不闪 我要一闪 我就吃亏上当了 再看徐良 使了个童子拜佛 原地没动 他两只手并着一起 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 差不多 往上一穿 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 然后使了个大鹏 双斩翅 两臂望左右一分 徐良使足了力量 开 这一蹦不要紧 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绑臂 全给拍摄了 嘎吱嘎吱 失去作用 徐良立左腿 抬右脚 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 啪 就是一脚 再看假猴 羊面摔倒 在后腿的脚心上 拽出两根铁线来 不动了 正在这时 那四个小金头 像闪电一般是 扑奔 虚量 如果没有经验 吃亏了 你别干小 照样伤人 你要奔其中的一个 那仨 那仨就把你掏了 你要奔俩 那俩掏你 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 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 山线徐良 马上使出八卦 把连环掌身子一转 啪啪啪啪啪啪 这么一转身的功夫 每一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 就听啪哒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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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啪啪啪 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 房竺安一看 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 好 你太棒了 还你说我爹 你看 属于萝卜舅酒嘎嘣脆 有什么爹就你有什么儿子 好 真恐 徐良也没理他 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 揭插往里走 走了能有三丈多远 就听脚底下 地板裂开了 从里边蹦出一只大汤浪 这只汤浪比那针的 要大着好几百倍 在前面一站 针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 两只针爪 就是两把大刀具 后腿立立着 眼晒金灯 防树安把脑瓜一步 这什么来的 这是圈圈 这是锅锅 哎 我一瞪眼 啪 什么你也不懂 这是汤浪 咱们复习图纸的时候 你没听讲吗 我看长官模样都差不多 哦 我五叔啊 过去 你对付 废话 哪有当侄的 知识叔叔的 小子 这会该你的 你别狗先连的广之嘴 你得动动手 好啊 看活着 黄树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 大脑的能力不多呀 他足够多呀 黄树安一想那图纸 怎么说的来的 哦 明白了 汤浪这玩意会三十六试啊 你可不要小看他呀 要把汤浪试炼好了 在武林之中 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 我要叫他把我刀上 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 哎 摇拙呀了 我何不用巧招 一招扎到他致命之处 他也就动不了了 黄树安想到这晃着小片刀 晃着大脑袋往前蹭 蹭来蹭去 蹭着六尺左右 就见了汤浪咔巴一声站起来 两只前爪一探 像两条大巨一样 狮子插花奔 防树安打来 防树安遗憾不好 赶紧使了个锁梗仓头 哎 双手捧刀 分心就死 哪只这汤浪 还会躲呢 望旁的一闪 左边这条大巨 嘎嘎 把防树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 右边这爪子抬起来 奔了防树安 搂头盖顶 就是一下 防树安你看不好 脚下一踹着地 使了个千金转 屁股望后又 退出了一丈多远 这塌子一下没到着 他就不过 因此嘎嘎一声 退回原位 防树安哪 斗力大的汉珠子 劈他把他往下直躺 哎 我母书你缺得头了 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招儿归了 这蛮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 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 看我呢 勇金刚 大家才长须了一口气 打开镇图一看 东北的障碍全都扫清 大家继续往里走 山县徐良往对面里看 白云瑞也到了 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 白云瑞也一样 他们打的是金钱豹 金翅蟒和一头狮子 有关细节大同小异 咱就不必详细交代 与此同时 南亚斩兄妃 藩江苏蒋平 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 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击土 方叔安乐点 你 唐拉诸位等等啊 我动总消息了 他们左边的大柱子抱住 望外一领 咔吱咔吱咔吱咔 众人抬头广看 就见九嗣朝天亭 上面的天花板裂开 咔哒咔哒 嗨咕 Job 落起一只大笼子来 方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 你看老 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 把八王千岁割在笼子里的当猴呀 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划 八王爷就在笼子里 徐良的心也是无比激动 此时笼子落稳当了 借着灯光望里边观看 哎哟 什么原因 笼子里边空无疑人 什么也没有 蒋平一筹可不干了 众妹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 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 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 找他便离去 找郭长达便离去 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 不容易了 耳隆隆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 徐良等老少阳雄四十多人 冒着生命的危险 大破九兽 大破九兽朝天平 结果 亭子也破了 也没见着八王赵德方 这才知道 上了郭长达的当 把一个个人 把一个个气得 紧咬压关 怒满胸膛 要找郭长达去便离 那只九兽朝天庭 喀巴一声 来了 来了个全封闭 东西南北四个门 全被铁闸门给封死 这铁闸的门粗细 比鸭蛋还粗 一根挨着一根 三道铁骨 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 你也掰不开 大伙一看坏了 这怎么办 乱作一吞 正在这时 就听见郑东的房坡上 有人一阵的冷笑 无量受佛 蒋平 徐良 白玉瑞 我叫你们猪篮子打水 一场空啊 现在你们身困牢笼 谁还能跑得出来 贫道要把儿童 一网打尽 说完了就叫抓了 灯秋火把量子幽松 是照如白照 把九寿朝天平这个院子 照的这个亮劲就甭提了 老少英雄隔着铁炸了 我们一看 房上 转圈的墙上 都是莲花罐的裙贼 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 手中 都拖着强弓硬弩 完全对准九寿朝天列 说话的非是旁人 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 飞云道长郭昌达 在他身后 站着飞剑仙 朱亮 以及莲花派的裙贼 就像这帮贼人 一个个是霉飞色 无喜上霉烧 蒋四爷挤到最前边 隔着铁炸了 大骂郭昌达 我说砸毛 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 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拉屎望回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使小人之计 把我等困在朝天平 你就不觉得良心上有愧吗 郭昌达冲着蒋平 黑黑了几声 水耗子 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 你们在平山灭岛 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 可想到良心儿子吗 频道不为别的 就是以赵德芳为右耳 让你等上钩 把你们一举全奸 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霸武超雪 江平 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 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 来 甚至 放火箭 叫他们去找火神爷 扎 是 就听墙头上 帮子一响 叹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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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的 开工放箭 人家这箭头上 全抹着硫磺烟消 叫风这一吹 箭风就着 这玩意就叫火箭 五六百人同时放箭 真是箭如鱼发 这下可坏 九寿朝天亭乃木制结构 粘火就着啊 这火箭一只挨着一只 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 有那么句话 水火无情啊 蒋四爷一抖了手 完了完了完了 中卫抗个车怎么办 山西岩居良 白眼眉都立起来 撤出青龙宝剑 各位 大家往后傻一傻 我把这铁门劈开 白玉瑞 把金瓷龙林闪电劈也拽出来 四伯父 大家往后退 我也豁出去了 看我们哥拿着 南峡展胸飞 一晃剧 确剑也跳过来 还有我一个 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 这个宝兵人到了现在 发挥了威力 一般的钢铁 架不住宝人消雪 哎呀 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 左右开工 白玉瑞轮宝刀也砍 南峡绝宝剑也削 时间不大 把铁炸了 雪开一个大洞 人们分批从这钻出去了 外头 剑如雨发 射成就活不了 头一个出去的 徐良 紧跟着的是白玉瑞 这哥俩背对着背 有多大能耐 使多大的能耐 把掌中的宝刃轮开 是博大飙零 这俩人在前面开刀 确保了众人的平安 大伙这才逃出朝天亭 刚下了台阶 这亭子就插了 烈焰飞腾惊天动地 要晚一会儿 就把大伙都补着地下来 多圈 到了现在无话可说 大伙就得想办法逃命 郭昌达在东北指挥 因此徐良跟白玉瑞一商议 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 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 到了现在 大伙的心非常齐啊 全都拨打凋零 尽管这样 也有不少受伤的 铁面金刚杀龙 浪里拨条十万亏 霹雳鬼寒天井 打虎太保 展国栋 都受了伤 别人还得掺着他们 背着他们 且战且退 就来到西墙 西墙底上密密麻麻 趴着都是小老道 手中端着弓箭 一看老少英雄来了 他们要在这跑 射 四位的箭全集中到这了 徐良一看不好 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 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 能力再大 也架不住弓箭射 稍微有点苏身 这条命就得搭上了 因此必须力再速着 金被罗汉武身 逃一个冲出去了 手中晃病 浑铁大棍 对着西面这个墙啊 他就下了手 他打算用掌中的棍 把墙给砸塌了 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有劲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 用兵刃的 用靠山背的 其他人武动兵器 不大凋零 保护众人 今天晚上来的 可没有饭桶啊 混硬工的人 大有人在 尤其是北侠 紫蘭波 欧阳春 欧阳也不用后背 用大肚子拱 这肚子还真有劲 三拱两拱 西墙 晃了两晃 摇了三摇 揉揉揉揉 呜 坍塌了两三丈 一道缺口 上面的小老大 劈里巴里全掉下来 有的摔死 有的摔伤 有的逃走 这个狼狈劲就绷皮了 众人冒着尘土 闯出缺口 这才逃进树林 到树林一看 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 徐良和白云瑞断后 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灵空开闹 大家这边战边撤 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 怎么办吧 回去找郭长达玩命 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 另外呢 没救出巴王来 再打个败仗 大伙士气低落 看来这个仗没法打 必须回去重新整顿 然后再回来找郭长达算账 也不为吃完 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 包的人一看 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 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 众位去了 能把巴王千岁招的方救回来 这是至关重要的 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 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 安庆宫也做了应接巴王的准备 甚至连皇上都知道 结果没把巴王救回来 反而伤兵损将 包的人把蒋平叫到尽前 从头到尾一问 蒋四爷一跺脚 哎呀 难定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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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把包的人也气坏了 可是他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 蒋平赶紧吩咐 把校尾所的西房腾出来 把受伤的人抬进去 马上找医生 给众人调治伤症 好在一样 箭头上没毒 有的就是重点 上好了好药 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 轻的那就更没问题 上了药之后也可以走动 好在没死人 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好嘛 这一回来 互相都埋怨上的 打圣杠绝没这事 谁也没想到 山西燕徐良 发的脾气比谁都大 他指着鼻子 质问蒋平 叫四叔 这究竟是这么回事 你们怎么弄得把八王爷丢了 哎呀出这么些麻烦来 梁子 那会儿你不再开封府 你不知道内情 连我都胡了八兔的 就因为我们捉拿 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 谁也没再开封府 书安在家呢 也不怎么的跟八王 杀量杀量 要化妆私访 结果 落到魔掌之中 你说这事究竟怨谁吧 是怨八王呢 还是怨方淑安呢 到了现在 咱也就别争这事了 山西燕徐良 扭回身来 盯着方淑安 方淑安 你说究竟怨谁 方淑安就蹦了一声 他一看徐良 震急了 腿肚子就点转筋 嗯 嗯 忍干啊 我有下情回禀 我看到了现在 也甭埋怨了 您说怨谁 他八王爷 关心我老叔 白云锐 因此要化妆私访 非叫我保镖 您说上之下派 我敢不听吗 我要不去 叫抗旨不尊 掉头之罪 没办法 我才保着他了人家去 那谁知道他能拼我 徐良一瞪眼 哇 白绿瞅瞅 我看毛病都出在你身上 你为什么不加阻拦 哎呀 我得干扰啊 我把嘴唇都磨薄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阻拦呢 我好话说了八大车 人家八王爷就不听 那我有啥法 放松啊 我看你这个人呢 常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 找老鼠英雄商量商量 大家同意 你在保护 大家不同意 无论如何你不能陪往半价 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 我干脑啊 人们都不在 我找谁商量去 那宝灯上呢 宝灯上也不在吗 你为什么不强视 哎呀 哎呀 对了 我刚老当时 我沾世泽迷 把任查给忘了 可叫许良把 房书安这都卖 房书安这人脸皮最后 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 脚着脸上火啦啦的不是滋味 他滴着大脑袋 从校尾所退出去 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 房书安心里喊不是滋味 心说徐良这个人 他也叫人下不来台了 你看 包的人为这事 没责怪我 连皇上都没说别的 你说你这是何苦的 你破了九寿朝天庭 没救出八王来 谁不着急 你怎么拿我撒气 哎呀真倒霉啊 看来这碗饭 真吃不得了 可房书安冷静的又想想 也难怪徐良发脾气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开封府上百人 瞪眼把个八王丢了 这碗也交代不下去 再这一说 都跟我干老不错 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 他能说谁 没独我是他干儿子 他当然得拿我撒气 也许他这叫纸丧骂怀 我别忘心里去 哎 正这时候 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 他一看呢 正是金贝罗汉无身 房书安赶紧站起 哎 大师傅 您不在乎 您出来干什么 罗弥陀佛 书安啊 你干老骂你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爹教训儿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 那我怎么敢生气呢 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但愿如此 我方才在旁边听 骂你啊 是有点过分 但是确实是为你好 如果咱俩换个个 我绝不冒这个险 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 怎么向皇上交代 包的人虽然没说什么 心里能痛快得了吗 追根寻缘 就得追的你头上 书安啊 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 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 你不行跟你干老张这口气吗 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 你想发把八王千岁救出来 多好啊 有这能的没 我大师傅 你说着容易坐着难 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 就凭我能救得出来 那也不见得 你小子足智多谋 想想办法 到了现在 就得多动心机 嗯 有道理 我大师傅 容我好好想想啊 武申上厕所了 是在这路过 看见了方树安 顺便说他几句 哪知道无意之中 这么一说 给方树安很大的提示 老方一想 我这鬼点子是不少 怎么都没了 莫非我真傻了 不行 我得好好想想 他把巴掌亮出来 照着脑门子 啪啪啪 连击了三掌 真清醒多了 喂喂喂 哎 方树安一想 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亭 光顾着打仗了 还不知道 郭昌达他们 暗地之中干些什么 他们把八王千岁 挪哪儿去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鸟飞也有个痒 我呀 不如去趟莲花怪 我要能把这个敌 给摸了 我干扰就不骂我了 就算吧 方树安打定主意 跟谁也没说 到了第二天 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 怎么计划的 他自己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 把小片刀收拾好了 回到自己那屋里头 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里 这箱子老也不适合 上他落满了尘土 这里边装的都是方树安不用的东西 这回他要出门 忽然想起来了 把锁子打开箱子盖揪开 从这破冬烂溪当中掏出个包 方树安打开刀 往里头一看 这东西是原封没动 那位说什么东西 熏香盒子 他跟圣守秀是封元一样 出身在陆林 当初当过贼 跟老师学满了图了 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 就给他个熏香盒子 这玩意就为作案使用他 还有不少熏香盟还要 用的时候 谁要闻上这玩意 当时就昏迷不醒 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 蒋平徐良 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 叫他把这熏香盒子给毁了 方树安觉得有点舍不得 一想啊 我留着做个纪念吧 反正我不使就得了 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 包到个小包里 锁这箱子塞窗底下了 这回他要叶探莲花罐 要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 在关键的时候 这玩意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所以方树安 把熏香盒子拿过来 经过仔细检查 一看崩黄消息 全都好使 他又浇了点油 把那蒙海药拿出来试了试 也都没实效 这玩意就怕潮 他这地方比较干 方树安心中挺高兴 把熏香盒子盖打开 里头上足了药 他又扣上 又带好了解药 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 方树安这才离开校卫所 人家别人都有事 谁也不注意他 他收拾完了 就溜出开封府 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 一看他出来了 方爷 到哪边去 封往干阳所拆 到外头办点事 谁也没注意 所以也没申问 方树安溜达来溜达去 出了风秋门 心中暗自思想 你干老啊 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 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 这回 让你知道知道 方树安是何许人也 绝不给白梅大侠丢人现眼 但愿神佛保佑 这人们走了 顺着大道赶奔西山 来到山边上呢 有个小饭馆 支着棚子 方说安一想 连些些腿 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 他就进了小饭馆呢 唯恐被贼人发现 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 有时候呢 用敖袖子挡着五官 深恐被别人发现 这个饭馆 卖羊汤烧卖 方树安吃饱了之后 又要了三斤好叉烧肉 又买了五十个烧卖 让人给包好了 一看 廊柜上 还有葫芦 这葫芦是可以装酒 方树安又买个葫芦 装满五斤好酒 那个时候 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 老方做了长久打算 先说这次我进莲花馆 也许三天五天不出来 到时候我上哪吃饭去 所以这个粮台 我得带足了 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 也没什么可惜的 就这样的给了钱 出了饭馆的 背着东西 尽了西山 咱们说过呀 莲花馆就在西山奥里的 这个地方山连山 岭连岭 古墓狼林 方树安顺着盘山道 往前走着走着 忽然想起件事的 方树安呢 你他妈是傻了 你怎么顺这条道走 这离这贼就不远了 倘若贼出来办事 来个顶头胖 我岂不前功尽弃 干脆 那走小道得了 就这样子流一拐弯 都钻了毛毛道了 他没有道 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 方树安低着头 哈着腰 往前爬行 正爬着 他就听头顶上 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你什么呀 羊脸一个魔力骂 吓死人也 对 房树安要夜叹莲花怪 走进西山澳 不敢走大道 走小道 结果抬头一看 遇上一个上吊的人 这人呢 还没死 正人手抛酒蹬 把这树枝震得哗哗之响 老房一瞅 真倒霉 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 有心不管 天底下也没这种事 见死焉有不救之理 尽管自己身上有事 也不能不管呢 房树安镇定镇定 赶紧站起来 看看左右无人 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 轻轻的放在地上 活动他的四肢 老房这才发现 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 这老头穿得土里吐气的 头上戴着一把抓子随风倒 身穿土黄布的袍子 补钉 裸着补钉 腰里还几根带子 穿双洒鞋 一瞅这老者 全顾突出 两塞深陷 一把胡子都赶了 沾了 好半天 才把这老头 就得缓过这口气呢 行了 我老头 行行行行行行行 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 这个天已经黑了 借着蒙蒙的月色 老头就一愣 我死了这是 肯定到阴曹地府了 不然的话 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 方书安看出来了 问老头 你别疑神疑鬼的 你根本就没死 我把你救起来了 看 你上吊那绳 还得上到挂着呢 我没死 你把我救了 一点都不讲 我在这过路 发现你上吊 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 三百六十行 你干点什么不好 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 恩公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上吊还有玩的 我是走投无路 才寻辞短见 别哭 别哭 老头 为什么呢 怎么就走投无路呢 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 还是家里缺钱花 还是没什么 你跟我说说 恩公 其实说不说没用 丢人泄眼啊 不说吧 您是一片好心 把我给救了 干脆 我也不怕丢人了 我就告诉你们 哎 什么丢人不丢人的 你跟我说说 反正是我能帮助你的 我是尽力而为 啊 把眼泪擦擦 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见 哎 就在这个树底下 房属安背着小片刀 蹲在老头的前边 这老头 活动活动 筋骨 靠着树坐下 一五一十就讲开 恩公 我就住在这山里边 往前走 不远 有个屯子 叫靠山屯 我听明白吗 往下说 我老伴早就死了 给我撇下三个女儿 大姑娘嫁得洛阳了 姑爷是个木匠 小日子过得不错 二姑娘嫁得男生了 姑爷也是耍手艺的 居盆居碗居大缸 也能维持一口饭吃 就剩下小三 叫春花 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 可这孩子当初啊 不错 文文当当的 哪知道 今年他就学坏了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狗扯羊皮 一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了 我能不生气吗 谁当爹娘的 不忘子成龙啊 就这么我就说他 劝他 无奈而大 不由也 他根本就不听 表面上答应了 趁我不在家 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 我说恩公 谁家胎上这事不生气 一怒之间 我就把他打了 可打我的姑娘 他不学好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好吗 他把他那相好的找来了 把我用绳子捆起来 这顿锤子呀 好学没把我打死 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 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 你想 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些人还说 告诉你老头 你女儿就是我们的 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你胆敢再打你女儿 我们就剥了你的皮 我一看我活不了了 就这样 我用砖墙 把绳子磨断 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 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 想回家回不了 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 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 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 故此在寻辞短鉴 聊此一身 防树安一瓶也挺生气 老头 你姑娘多大了 十七 你说十七就学坏了 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 贵心呢 姓段啊 台湖怎么称 哎呀 山里人 又没念过书 所以我排行在老五 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我这么办吧 老段头 你遇上我了 你就甭死了 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 叫她敢先归正 把你送回家去 你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不行啊 恩公啊 您的心我领情了 不过您管不了 何以见得呢 因为啊 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 这个人能力才大呢 您要去了 不但管不了 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 是吗 哦 这家伙这么凶 你认得他是谁不 我倒不认识 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他是哪儿的 你跟我说说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 他是个出家的老道 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 叫什么飞云道长 郭长达 咦咦 我说俺一听 蹦了三蹦 把老头也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这人长什么模样 长 大个儿 宽宽的肩膀 头发 胡子都白了 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 是个老头子 对呀 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不像咱们本地的 好像南方省地点的 这我说不清楚 哦 他说他叫郭长达 对 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他使用什么兵刃 你懂不 就是打人的家伙 你明白不 明白 我还看得挺真呢 他背着一对 黄乎乎 亮堂堂 好像买布 那齿棍似的 不过比那个大得多 背着那么两条 咦 嘻巴大头鬼一想 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哎 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 勾穿梁家子女 做出这种风流的事来 我方说 俺今儿个要不走 这小道还真不值得比 看样子 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王老头 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 那当然了 他跟我对面讲的吗 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好呢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 我听见我们丫头又熟视院子 又剁菜 高高兴兴的 大概今天 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哎呦 太好了 我们家谈着腻事 你怎么还说好呢 哎 我没说你 老段头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不清楚 实目相瞒 我是倒坐南亚开封府 抓柴办案的办餐官 我是无凭带到御前的校尉姓房 我叫房夫安哪 大概提我 你不知道 再提一个人 你能有耳闻 知道白眉大侠徐良我 那谁都知道 我就是他干儿子 他是我干老 一姓房 哎对了 房子的房 我叫房书安 哎呦 房子老爷 树小老人眼珠 我给房子老爷磕头 不必不必 老头 今天这事太巧了 我禁救了你 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 既为国除害 也给你们家免了 栽了 房老头 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哎呀 房子老爷 就你一个人 恐怕够呛 哎呀 你放心 开封府的人呢 一个都盯十个 你就放下心去 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 就没你的事了 不过 房子老爷 我还有个请求 你说吗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 您就高个手 把我丫头给饶了吧 别把他带到开封府去 抱得人家生气 再用狗头砸 把他砸了 怎么办呢 哎呀 可怜天下 父母心哪 你这女儿 拿你没当回事 到了现在 你还挂念她 罢了 罢了啊 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 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 一步走错了 他只要能凡然毁用 不实名是个好人 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多些放的老爷 别死了 哎 吃饭没 吃了 罗登是 前天吃的 废话 饭得天天吃 来 我这带着烧麦呢 这还有酒 你先吃点 是啊 你看您救了我的命 我还得吃您的东西 我脚里于心不忍 哎呀 天下人管 天下事 吃吃吃的 方叔安真热心肠 把叉烧肉 烧麦 酒 全递过去 老断头也不客气 虎宴 狼村 时间不大 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 吃些多一半去 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 全捞回去了 把老头撑的直翻白眼 啊 啊 我吃饱了 饱了 再吃我就闯不上气来了 行了行了 起来活动活动 天也不早了 在投钱给我带路 哎 老断头 收拾收拾东西 在投钱走 房叔安 他和他跟着 简短接说 翻过两架小山梁 灯高一望 在山高里 真有一个小豚子 这豚子里里拉拉 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 因为天晚 人们都熟睡了 没有灯光 也许有 叫树挡着看不清 他们从高坡上下来 顺着山沟往前走 就走进靠山屯 老头用手一指 方爷 您在这往里走 第三个黑门楼 就是我们家 我这进黑门楼 我要走错了 不能 我们家院里的 我柴火堕 您看着哪个柴火堕高 哪个就是我们家 你往前走 就那个门 好呢 我去抓贼啊 你就在这等我 可不行上标了啊 我召集你们妇女团圆 哎呦 方老爷 我要死 我还是人呢 实在您办不到 我再死也不晚呢 那对了 你找没人地方 就在旁边这蹲着 不管出什么事 你不要烂跑烂动 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哎哎哎 房属安交代明白 手提小片刀 一逼了腰 就进了靠山屯 按照老断头指点的方向 来到一二三 第三座黑门楼前 他一看土墙不高 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 果然 里面有个大柴火座 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 哦 这回看清楚 三间房 屋里的有灯光 不但有灯光 还有人鸟 还有人鸟晃动 大脑子一想 这叫该招啊 我常答 你老小子 这叫恶过满人 我真要把你给抓住 要算一笔总账啊 房属安想到这儿 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 八大扔到院去了 一听 没有狗咬 他心才放下 站起身的两腿一飘 飘落在院中 你得看房属安能那不大 对于这一套 也不含火 灭族前宗 来到窗灵台附近 见左右屋人 用舌尖 运湿窗灵纸 点了个小窟窿 使了个木匠单标线 往屋中观看 屋里点的是蜡灯 照的平亮 有一女子 正对着镜子 描眉打扁 一边收拾 一边乐 然后把箱子开开 又取出几套衣服来 穿穿这件 又穿穿那件 方说 安心中安想 甭问 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 春花了 嘿嘿 心说这女孩子要小坏了 还没知呢 还 你看他这个价 正在等野汉子 你爹的死活 你是全然不顾 都丧失了 人性 等我要把你抓住 这好好教训 教训 就见这个女子 收拾完了之后 把围裙系上 到外屋去了 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 上面摆着好几样菜 就摆着桌上 搁了俩吃碟 两双筷子 又放了一壶酒 然后摘耳朵 听了听院里的动静 方说安知的 今天晚上肯定来人 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肯定等的是郭长达呀 他心里都在想着 后窗户想了一下 这女人听得轻轻的 是师父吗 无良受佛 是我 快开门 方说安一听 下的脑袋 嗡了一声 赶紧离开窗户台 一转身 躲到柴火墨后头去 露出半拉脸 暗中窥视 就像黑影一闪 进了屋了 老方一想 是不是郭长达呀 这我得看准了 然后再下照理 第二次 他又到窗台附近 从窗户上的小窟窿 往里看 这个老道 正好几倍朝着窗户 看正脸 看不着 但是从背影上看 就是郭长达 尤其他挂的那个兜子 身后背的那对 梁天尺 是一点不差呀 听声音 也是他 方说安 就叫人热血沸腾 激动的要命啊 心说王八蛋 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 又一想 忙中有错 可千万要沉住气呀 尤其我这种能耐 要想抓郭长达 是谈何容易 就得使汛香盒子 看来我带这玩意还带队呢 就听老道问春花 你爹呢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你去看看他 哎 防窗干净又躲着柴户 躲后头去了 就叫门一开 春花出来了 老赵在后的跟着 奔那个屋去了 一会儿 他们俩又回来了 老赵就骂 喷 翻筒 连他你都看不住 什么时候跑的 你都不知道 可不是怎么的 今天我就疏忽这事了 一天没给他送饭 要送饭 我也就知道了 我说他这一跑 要禀报官府怎么办 你还是带我走的呢 别怕 他就禀报官府 也不敢对我如何 今天晚上先这样 明天 我可以带你回庙 在庙上一住 管保平安无事 我今儿个就觉得 心惊肉跳的 不能出事 哎呀 出不了事 他们也找不到这来 就找了 有个百八十个的 我也不惧 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 房属安刚想过来 那老赵又出来了 背着手往院里看看 又往房上瞅瞅 春花在后的跟着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进屋 你爹这一走 我也有点恐惧 我得先看看 外边有没有人 说的怪吓人的 那你得好好找找 是啊 撑 老赵上了房了 扎着那帮 寺外观看 遗憾没什么变化 又飘落到院中 奔柴火堕来的 房属安一丑 妈的妈 我的老了 这怎么办 他轻轻的往后 一腿哭通 好像没掉坑里头 闹了半天 在他身后 是狗圈 当初 这养的一头 要大黄狗 因为这狗爱事 来生人 他叫唤 所以头几天 把这狗给勒死了 杀着吃了肉了 光剩下这狗圈 房属安栽的里头 就没敢动 把身子靠到狗圈的土坯墙上 弥附着眼镜 是避住呼吸 老道到这 往寺外看看 一瞅 没什么变化 尝出一口气 没事 该喝酒 咱就喝酒 该欢乐 就欢乐 哎 我这就准备 房属安就认为 这老道走了 那这老道 不但没走 把裤腰带解开 尿了泡尿 这泡尿 是又长 又骚 整个都交到 房属安脸上 大脑袋 也没敢动 心中难想 他把倒了 鞋子一来 好你个郭长达 你他妈损头呢 你是故意冒坏啊 还是无意之中的 其实老道不值得这有 要值得能不抓他 尿完了 把裤腰带系好 回屋了 房属安找个没人的地方 这顿甘愿呀 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 先说 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 他在外头等啊等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屋中是灯光纸灭 房属安一身手 把薰香盒子拿出来 把消息 检查检查 完全好使 又掏出解药的 自己闻的鼻孔上 那位叔叔没鼻子 没鼻子也能闻着闻 闻完之后 端着薰香盒子 二次进了院 要捉拿 郭长达 西伯大头鬼 房属安 就想抓住 郭长达 第三次 又摸进院中 旺屋一看啊 灯光已经熄了 里边是一团漆黑 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薰香盒子 轻轻取出来 这薰香盒子什么样 打造的真不错 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 嘴溜尖 前头有个眼 带翅膀带椅巴 鼻下也带腿 这腿呢 可以拿手当把手 一拽椅巴 两个翅膀一呼上 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 喷出一股白烟 这种白烟 就是迅香蒙寒药 方属安 一切准备好了 用手一拽 鲜鹤的小椅巴 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咔嚓 咔嚓 嘶嘶 这烟就喷得无趣 方属安 提心吊胆 把鲜香盒子带好 带外的厅商 时间不大 就听那个女人说话 哎 你闻闻怎么这么香 是啊 我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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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属安心中暗响 耀力发作了 又等着片刻 站起来 这回放下心 一脚把门登开 拎着小片刀进了屋 先取出火帘 把灯光点着 往床上一看 呵呵 方属安心中暗响 郭昌达呀 郭昌达 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 莲花门的祖门长 表面上 道貌 黯然 装作正人君子 暗地之中 寻花问柳 竟做出这种下见之事 不用动手 就这一件事 你就臭到底 将来就没人理你了 嘿嘿 没想到你这点把柄 让老方给抓住了 房属安心中高兴 他没下手 从屋出来 越过院墙 到了靠山屯 屯子外头 进树林 找那个老段头 老段头 在一棵树后的躲着 一看来条黑影 吓了一跳 方属安急忙 跟他打招呼 哎 别怕 是我 是方老爷们 哎 你免得不假 我老头来来 跟我来 上哪去 我已经把 尖夫 严妇 全抓住了 是啊 就你一个人 嗯 这还费劲呢 那顾长达 你也抓住了 嗯 我略施 小记 让他们昏迷 不醒 我老头 我可不能动手 这事 我得交给你 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 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 啊 然后呢 拿手 给他拢上点 再帮着我 把那锅长达捆上 我 你们家有车 有个小旅车 挖了 把他们弄到车上 你会赶不 赶过几天 哎 赶到开封府 你一算立下 大功一件 给你们家的事呢 也就解决了 不过 可别生气啊 谁不希望儿女好啊 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 也讲说不了了 哎 家们不信啊 方老爷 我听你的 方叔安领着他 回到老段头的家 老头儿进屋一看 哎呀 扫的 满面 通红啊 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 他真想抄起菜刀 砍他固定几刀 这阵没办法 把火往下压了压 厚着脸皮 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 又帮助方叔安 把郭昌达的衣服给穿上 外面把小旅车就准备好了 两人急匆匆 用被子 把他们包裹起来 放到车上 又恐怕山路崎岖 这俩儿再咕噜下去 怎么办呢 找两条绳子 把他们俩拢好 一切就绪 方叔安问老段头 我你这门 得锁上点不 看看有什么之前的东西 该藏的藏 该带的带 一半天你可回不来 哎呀 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 就藏着门也没人偷啊 就这么关上点算了 老头也没醒过日子了 你想 要有心的话 还能上吊吗 所以把门虚眼 赶着小旅车 房叔安在旁边压送 提心吊胆 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 路不静 但是房叔安没搅出泪 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心说人走石器 马走标 兔子走石器 剑都射不着 我房叔安该找石来运转了 叫我干老一顿骂 把我骂得有了出息了 就回去 把郭长达一线 他们谁不吃惊 就凭我西部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 这真是天下的美谈 他是越想越美 走着走着 无形中还哼起小曲来了 简短结束 日子升起一杆子高 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 等来到府衙前面 方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 大笔花 大笔花 张龙赵虎今天值班 在这门洞 准备了两把椅子 七楼壶验茶 两个人正在闲谈 抬头一看 呦 方爷 你哪儿去了 把大家都急坏了 四位分头寻找 你这点 连个招呼都不打 二位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什么事儿 往车上开 那是什么 嘿嘿 甭问 一会儿自然清楚 樊老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 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 就说我回来了 另外 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 到厨房去一趟 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 今天还要隆重庆贺 你别穷白货了 真的怎么是白货呢 究竟车上拉的是谁 这一日不能跟你们说 道理不就清楚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张龙转身道理 老少的英雄 既店念八王爷 又挂念房树安 徐良也有点后悔 感觉到昨天 有点暴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房树安 骂那个狗血喷头 似乎语言太过分 人有脸 树有皮吗 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 徐良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 为此 昨天在这爱虎白云生 寺外寻找房树安 也没找着 后来爱虎一赌气 三哥 别管他 臭药饭 给脸不要脸 他这种人呢 既不能自杀 他也不能走 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 徐良点点头 但愿如此 哎 转过天来 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 张荣进来 冲大伙一乐 三将军 四老爷 别着急了 西伯大头鬼 房树安 回来了 你看等他回来了 大伙的气又上来 徐良把脸往下给沉 让他就来 别去 房树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用辆旅车 拉了两个大行李 不知里边装的什么 房树安还说嘛 让大伙高高兴 一会还要准备隆重庆贺 是吗 蒋平把眼珠转转 梁子 你先消消气 你可不要小瞧戏不大头鬼 这小的一笔 就能办大事 最好咱们出去看看吧 就这样老少英雄都出来了 来到开封府门前一看 房树安抱着肩膀 钉子布 拔着脖 扬着脸 正在那哼小曲 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来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徐良到近前谈嗖一声 发酸 你回来了 哎呀 干老您早 孩儿给爹爹叩头 去来 去来 你到哪里去了 干老天津不可泄露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咱到里边 我指定让您高兴 把便门开开 把旅车赶进去 到了校围所 人们全围楼上来 先把行李抬进来 慢点 别摔着 那可是宝贝 人们这才发现 背后里包的是人 放着屋地 放转 回首把门关上 嘿嘿 干老师各位 你猜我把什么宝贝给弄回来了 快说吧 啰嗦什么 我把飞云道长 莲华门的总门长 郭长达 给抓住了 哇 大吼离乱 此话当真 真的吗 还是你吹牛 灯眼能瞎吹吗 不信 你们打开看 他是这么个经过 昨天我叫我干老 把我骂了 因此我才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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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大伙一听 这才信以为是 房轩把狮子盼解开 往椅子上一坐 担着二郎腿 让徐良把行李打开 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 是个女的 哦 房轩安方才讲过 这事不奇怪 又把另个行李卷打开之后 看完了 徐良转身到房轩进前 我说 房轩安 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 那是自然 我算立了大功 啪 话没等说完呢 房轩安这脸蛋子上 挨了一巴掌 把老方照的眼前 直冒金星 你干啥 我说你太不讲理了 你儿子立了功了 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 个晃张窝不高 这个绿翘翘的 你好好 看一看 那是郭长达吗 咦 没错 你好好瞅瞅 你那么怪事 房轩安蹲下身子 揉揉小母狗眼 仔细一看 哎呦 这回看清 不是郭长达 你看晚上 他急于求成 在灯光之下 看他背一对凉天尺 个头 个头模样 像 这就是白天 阳光又足 这么一照 他发现不是 房轩安这个后悔 就是甭提了 心说我一晚上没睡觉 提心吊胆 结果还落空了 你他妈气死我了 这谁他妈装大半算 你这妈我害的不轻 我非这么宅呢 你不可 蒋平过来了 拿着 房子安 后退 把小片刀带起来 梁子 你也不对 你这两天 这个火怎么这么高 腰里揣冲牌 见谁跟谁来 跟我也吹胡子 瞪眼的 跟下边的张嘴就骂 是仰手就打 这对吗 这 说安不容易 尽管没抓住郭长达 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 他抓的这个人 也颇有来历 我们完全可能 从他的嘴里 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 你说这还没等审问呢 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 这犯得上吗 让蒋四爷一顿拍 徐良也不言喻了 四爷吩咐一声 来 先用凉水 把他们接过来 时间不大 有人取了凉水 把那个女子 和这老道 全接过来 这女子 一睁开眼睛 你看这什么地方 屋里那么多的人 配件旋刀 下的她是浑身立斗 这时候 这时候她爹 段老五在外边进来 呸 你他妈还有脸活着 你办点好事 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他妈也不活了 我跟你拼了 过来抓她姑娘 房书安给拦住了 别别别 我老头你怎么了 在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 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 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 另外 这是开封府 这不是在你们家炕头上 他不管犯了什么大的罪 得由官府来处置 你当爹的这阵没权力 懂吗 是是是 退出去 当外的听信 来 把这女的压出去 不行虐待她 该吃吃该喝喝 一会儿还准备问话 就这样 从开封大牢 找了两个婆子 把这女人给收尖了 单说这个老道 也清醒过来 无量天尊 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 房书安给他来俩嘴巴 啪啪 别他妈念这玩意儿 就冲你还有资格念 无量天尊啊 道教的人要都像你 就他妈完了 你把那狗眼睁开 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老道往四外一看 又傻了眼了 这 蒋四爷一想 先别禀报包相爷 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过一趟 因为包的人 有些话不便问 我们可以随便问 所以蒋四爷 就在校尉所 升作 公堂 那位说 这也叫公堂 对 在哪屋 审问哪屋 就叫公堂 小弟兄们 左右站立 蒋四爷 搬了把椅子 往当中去坐 我说老道 姓自名水 哪里人是 多大的年纪 讲 小弟兄们吆喝着 说 叫什么名字 呃 踹了他两脚 你放他妈屁 你是郭长达 你再说 再说 把你舌头拉下去 你叫什么样 我 我一害怕说错了 我姓郭 我叫郭 达 揍他 干嘛 这小子不老实 等揍了他几辫子 老道说 我确实叫郭达 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 江平点了点头 好 你就叫郭达吧 多大岁数 六十有益 你在哪个庙出家 莲花冠 担任何职 莲花冠的冠主 走 这小子妈太不老实 众人往上一床 拳头撇着 呸 这顿揍 把这郭达揍的 顺着嘴角躺 写着鼻青脸中 哎呀 哎呀 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别答 别答 我请问你 莲花冠的冠主 乃是飞云道长郭长达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 你怎么也成了冠主了 我说这位老爷 我有下情回禀 你没等着我说完呢 就打我 这不对 莲花冠有上院 有下院 有总院 还有分院 咱们西山就有两处莲花冠 您说的那个郭长达 是莲花冠总院的冠主 我是下院的冠主 不信您去调查去 我没说瞎话 他问 嘿 这个憋的劲啊 蒋四爷一听 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别打他了 郭达 哎 我请问你 你既是下院的冠主 那你归不归国长达管 归啊 我们是一马市 我是奉了总门长所拆 在那看守下院的 你们这个下院 以着莲花冠总院多远 不算太远 二十里弊 好 我且不问你寻花道柳的事 因为这事埋态 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 事有事实 咱别废拓 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说 郭长达把八王千岁 擦在哪了 说 八王也在哪 说 我 我 哎呀 各位 我是个小小下院的冠主 这这这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清楚 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 故此我 我 咱们呢 我不知道 怎么问他 他也是不知道 徐良在旁边坐着 看得非常清楚 知道这家伙不老实 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 徐良看得清楚 这郭达身子就一震 眼睛不住的转动 说话吞吞吐吐 就知道他藏着心眼 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耗住了 你想 三仙老兄那手多有劲 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 哎呀 慢点啊 耳朵 我把绿瞧瞧他 你老实不老实 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哎呀 你就把我耳朵拽进去 我也不知道 放松 让他高高兴 让他明白明白 听命 赶紧 交给我吧 方说安一乐 联手换风鸢 哎 我得找个帮忙的 弥陀佛 弥陀佛的找无良佛呀 我们俩的佛心人才能把他劝的活了心 这郭达算倒霉了 落在二坏手中 还有恶号呢 方元和方说安先劝过他 怎么问他 他还是那句话 不知道 后来方说安急眼了 命人把他裤子拔掉 这顿大 把俩屁活蛋的 他们都打飞了 问他 还是不知道 方元一皱眉 我要混账无比赶子 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啊 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 我去取最好的药 方元到厨房 取了一把大粒盐 给他捂到伤口上 你想这招多损 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 可把锅打疼坏了 熬熬小狗叫 方说安在旁边乐着看着 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了 这能止疼吗 他越上越难受 这样吧 给他吃点镇病药 一会我上茅房 给他们碗一勺大份汤 灌下去 那就好了 天 哎呦我得问呀 我说啊 别灌他 我说 把老少英雄乐的肚子都疼 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 可是遇上这种人了 非这么熟识他不可 这会儿把锅打给带上来 讲平一拍桌子 你说何苦啊 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我可警告你 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 这两个人要熟识你 我可不管 说 我说 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方的下落吗 对 在哪 在我的莲花棺下院 啊 在你呢 对 此话当真 我要说半句瞎话 你们就把我万挂灵痴 众人一听 真是又惊又喜 三江蜀讲平 老少英雄审问郭达 他们真没想到 歪打正招 哎 真把八王的底 摸到手了 哎 房书安一听 跟吃了一副 冰狼顺气 完差不多 这高兴劲就甭提了 刚才呢 有点失望 满打满算 抓的是郭长达 没想到是假的 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 也没白费 也没白费 也没费劲 方书安一高兴 这词也上来了 他在旁边插话 等等 你说那是实话吗 哎呀 事到现在 我哪敢欺骗官府啊 我的命都在你们手下落 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一点都不讲 我有件事不明白 还得打听打听 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老实点 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 假 我可瞎说呀 我就记得三天前 我们组门长郭长达 把我找去了 对我说 有件大事需要叫我办 我问什么事 他就提到八王千岁 要从莲花冠转到我们下院去 说理由是什么 我们那地方背 不险山不漏水 谁也不注意 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那我再问你 你有什么能耐 能看得住八王 倘若走漏了风声 我们去救八王 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 说 大伙一听方书安问题都对 假 怎么回事 我说我说 我们那个能耐 实不相瞒 我这个下院 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二十人 就会点武艺 也是稀松平常 二无言 不过呢 人家派了一个人 专门负责 看家八王 哦 徐良插话 我求问你 派的是什么人 派一个老头 小哥不大 长得像猴 据说是一个市外的高人 武林的剑客 叫什么名字 叫我想想 啊对了 人送绰号 叫三尺地灵魔 姓入 叫陆坤 在座的人 无不惊骇 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说怪不得 闹了半天 三尺地灵魔 陆坤在那坐镇 徐良对这陆坤 太了解了 虽然没见过面 但是有耳闻 在前文书咱说了 巴巴蝶云风 青松狼牙剑 徐良刀皮陆青 这个陆青的绰号 叫飞天神魔 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 他们哥俩 号称二魔呀 在武林之中 赫赫有兵 听说这个陆坤 翻脸不认人 掌中 手使一对链子 双锤 所向无敌 没想到他 也到了 莲花 为了把这个事 落实 徐良 揭查又问 我请问你 他真是陆坤吗 那谁知道了 他说他叫陆坤 贼横 贼横 比秃一巴狗 都横 在那看着我们这些人 尖压 八王千岁 我再问你 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吗 一点都讲不了 肯定在我那 你压的什么地方 第三层院子 是藏经楼 藏经楼一进门 那有个供桌 把供桌挪开 下头是个地道 地道的下边 是个石头屋子 就压在那儿的 那你们那地方 修着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是后来的 我听说当初 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 现在把那屋 收拾收拾 把八王压在那儿 把盖一扣 桌子往上一放 谁也看不出来 这底下压着人 大家就围有这件事 仔细盘问 可问来问去 总是这一套 直到郭达 没说瞎话 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 郭达呀 你说的真也好 假也好 我们得去调查调查 倘若你欺骗了我们 后果你自负 来啊 把他压下去 就这样 把郭达投入 开封死牢 大伙又一商议 那老段头怎么办呢 方说 安出主意 不能让老头回家 到家 就许遭了毒手 在案子 没了结以前 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 一则 他有个安身之地 二一则 确保人身安全 蒋平赵总 就让他跟打惊的 住在一个屋 去了 老头也挺高兴 千恩万谢 安下他 咱展切不提 大家一看事关重大 急忙到内宅 禀明包相也 包的人都愁坏了 没有几天的功夫 万岁传持 就见包的人三次 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 虽然说四地人宗没有动怒 但是言下之意 对包的人和开封府 也颇为不满 包的人也感觉到内疚 这么长时间 没把八王救回来 他能不着急吗 最近几天是茶饭拦用 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 这一禀报 包的人也感到无限欣慰 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 又不太相信 徐良 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 我看像真的 不过大人你放心 真也罢 假也罢 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 好 但愿你们七开得胜 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 是 包的人也没重新审问 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 也没那个必要 就这样蒋平 徐良 白云瑞退出来 大家一商议 港奔 莲花棍下院 不管怎么的 把八王也得救出来 临行之时 让南甲展兄飞骑快马 到大象国寺 聘请风僧 罪普提 凌空 北辖 欧阳春 回谢老人 走花昌 告诉他们 地点 在莲花棍下院 是不见 不散 这边送信 这边就起了身了 由房树安在头前开着道 按照郭达提供的路线 书说简短 在第二天的晚上 不到二更天就到了 再看这地方真够背 在山魂的山魂里边 周围是古墓郎临 要不知的内情的 不知的这有一座庙 老少英雄四十多人 胡拉筹散开 把下院就包围了 单说徐良 脚尖点地 鸣身上墙 胳膊肘挂墙头 掌身望院中光看 一看这头层院子 灯光明亮 院里头有六盏戳灯 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 多大的风刮不灭 里边的牛油大辣 比胳膊还粗 所以照如白照 院当中放了一张八仙桌 上到茶壶茶碗 后边一把椅子 椅子上放了个小板凳 在板凳上坐了个小老头 徐良仔细观看 就要见这个老者 跳起来平顶身高 不道无耻 端肩 拱背 胸脯往里塌塌 一把骨头架子 用皮包着 就瘦到这种程度 两只胳膊要垂下来 长可过心 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 奔了头 翘下巴 挖口里儿 有一脸浅白麻子 眉毛 胡子都是白的 两片大山风耳朵 山羊胡子 像牛鸡就是的往前撅撅着 是耳目如变 周身上下火套红 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 由于他个儿太小 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 够不着桌子 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蛋 就见此人 正在这块神问庙中的小老道 二十多个小老道 滴着脑袋正在这儿挨胸 夜深人静 听得非常真 就听这老头说 郭达上哪儿去了 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 肯定有人知情 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 哎 说 到底是哪儿去了 老建客 对对 我们真不知道 他是灌主 他上哪儿去 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也不敢问 您就是问的天亮 我们也不知道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我是外来人 说不定每天我就走了 我这一走呢 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 对不对 好 既然你们不说 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 不过你们记住 不管任何人 要离开这座庙宇 事先必须跟我请假 我让你们走 你们再走 我要不答应 哪一个狮子离开庙宇 我砸舌他的双腿 听见没有 是 这回我们就记住 徐良在墙头上趴着星空暗响 甭问 他就是三尺地灵魔 陆坤 那又说是吗 真是 陆坤那么高的身份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书中暗笔交代 在前文书咱们讲过 八宝爹云封青松狼牙剑的大寨主 半赤封王点王金龙 二寨主电光侠火于贵 误以为把徐良杀了 要在爹云封狼牙剑庆贺人头会 曾经发情帖传情剑 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 其中有一份请贴 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 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 可那会儿呢 三尺地灵魔陆坤 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 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 结果 到了八宝爹云封青松狼牙剑 遇上个徐良 叫徐良用金丝大昏刀把他披了 消息传到云南 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 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 一来通胞 他能不通心吗 等清醒过了之后 陆坤咬牙切齿 对天发誓 要给兄弟报仇 非把徐良抓住 大谢拔快不可 打那之后 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 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 起身奔东京找徐良 赶走得违魁府 肚子有点饿了 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 他真没想到 在饭馆里碰上个手人 这人呢 是福州的 人颂绰号叫学手飞联 姓江叫江洪烈 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 两个人在饭馆巧遇 江洪烈起身相应 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 然后把帘撂下来 开始密谈 江洪烈就问陆坤 老建了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 莫非有什么事吗 哎 别提了 仙长 我这次是堵着起来的 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 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 找他干什么 给我兄弟报仇 啊 您兄弟出事了 对 惨死在徐良的大欢刀下呀 都半年了 我们一来同胞 我也能袖手不管 哦 江洪烈点点头 老建哥 不过呢 以我的看法 您不要贸然行动 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一个人鼓掌难鸣啊 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 据我所知 有新出事一个小子 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当然了 他不管多大的能耐 他是个年轻的娃娃 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啊 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 其中最厉害的 就是白云剑客下猴人啊 你要把白云瑞碰着 夏侯人能答应吗 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 夏侯人有几个好帮手啊 他有三十弟 一字阿美女 马凤姑 寒江孤艳 上云凤 最厉害的 白衣神童 小剑魔 白老白衣子 不然的话 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哼 这是一 再说这个白眼眉 听说这小的年岁不大 五亿可了不起啊 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 足剑 这家武艺不同勋长 而且徐良也有靠山 我听说 春秋四老 天龙碧亚 还有一个野人叫王源 都跟他过命的交情 你要一碰徐良 扯耳头 腮帮子可动啊 因此 我奉劝老剑客 不要贸然行事 应当联合几位朋友 设法再报仇也不维持完 陆坤点点头 到咋 这么办吧 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 来相会 对面无缘 不相逢啊 咱哥俩有交情吗 有啊 我再问道爷 您这是上哪去 海贫道 云游四海 到处为家 居无定所 我哪有正经事 好嘞 既然这样 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 咱俩携起手来 给我兄弟报仇 真要把老心白眼眉 长死 县长 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 我这给你磕头了 三尺地灵魔路坤 为什么给学手 非连江洪烈磕头 这江洪烈可了不起 您听这绰号 学手非连 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 你要不知道底的 你算倒了 血没了 他把大袖子一损 你那脑袋就没了 脑袋怎么掉 你不知道 就这样叫学手非连 路坤知道他本领高强 所以请他帮忙 江洪烈一听 倒霉不 哎呀 本来逍遥自在 说了几句知心话 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 有心不答应 路坤出于一片志诚 江洪烈确于情面 就答应他 好吧 老健康 不过我帮忙 是不成问题 能不能整死虚了 我可没把握 我是尽力而为 如果你乐意的话呢 咱俩投奔一个地方 你说吧 投奔哪 投奔京西西西山澳莲花馆 去找冠主飞云道长郭长达 找他干什么 哎呀 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 最近莲花馆 正在跟开封府争斗 据我所知 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 把八王千岁赵德方给扣起来 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 郭长达的目的 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 你要给你兄弟报仇 咱们去了 同心协力 目的不是一样吗 这就叫鱼帮水 水帮鱼 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 为什么呢 他跟这郭长达不太对付 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 郭长达也看不起陆坤 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场 虽然是首人不打交道 陆坤一想我投奔他 险见的太低贱了 但是血手飞连江洪烈 一痛说成破厉害 最后把陆坤说服了 好吧 为了给我兄弟报仇 我只好低着一等了 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 郭长达见着我之后 稍微有一个不字 或者另眼光看 我马上就走 好了 咱是朋友 他对你要是不礼貌 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 我陪你一块走 咱们另想办法 一言为定 两人会了仗 起身心赶奔莲花怪 简短接说 见着郭长达 真没想到 郭长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 跟血手飞连江洪烈来了 乐地之棒 列队迎接 像应接贵宾似的 把两个人接到里面 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他的小心眼 现在郭长达正在用人之际 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 金掌佛蝉 飞剑仙朱亮 这佛蝉叫徐良 砍掉一个胳膊 半道走了 如今 叮愣的 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 人手显然不足啊 为此郭长达十分苦恼 曾经派人到东海陛下宫去求援 如今 帮手一个没来 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 这俩人来了 郭长达能不高兴吗 一说学手飞连江洪烈 比我的能力大 要没有陆坤 人家是不会来的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该着我大功告成吗 有江洪烈来了 我还怕谁 再说这三尺毕临摹 陆坤 能力太大了 一向瞧不起我呀 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 真是我脸上贴金 顾死郭长达 这才隆重款待 后来郭长达做了安排 把八王前罪赵德方 转移到莲花馆下院 他一想到那块 谁去坐镇呢 非陆坤不可 因此跟陆坤一商量 您去独当机面 别的事您甭管 只要把赵德方给我看住 就可以了 陆坤本不愿意 又一想 为了给我兄弟报仇 到了人家这儿了 就得听人家的 好吧 就这样点头答应 才来到莲花馆下院 学手非人江洪烈 留在总院帮助郭长达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单说三尺 地零摸路坤 到了这之后 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灌主 郭达 这人挺神秘 动不动就没影子了 上哪去了不知道 有心宅怪他几句 他又是个头 看在郭长达的份上 有点摸不开 你说不管 事关重大 倘若走路了消息 可怎么办呢 因此今天晚上 他发了脾气了 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去了 正这时候 徐良怎么到了 三尺地零摸 正在问话的时候 就觉着四外 好像来了人 他两只大山峰耳朵 一树 眼珠一转 往墙头上看了看 哎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哟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 陆均一身手 把外边的斗篷 啪就闪掉了 蹦到八仙桌子上 厉声喊道 咱 墙头上是什么人 何必鬼鬼祟祟 你还不下来受死 徐良一听 被人家发现了 也就别藏着了 哎 咱们把绿球球 三西人 倒 了 山西宴学良 遗憾被陆坤发掘了 大吼一声 飘落在天井当院 在他身后 运念小达摩 白云瑞 一霞太保刘世杰 日月分行小太保中灵 蒋昭蒋小义 今被罗汉武申小义 是爱胡等人 全跳下来 四十余人 租占了半边院子 陆坤一看 哎呀 来的不少啊 哈哈哈哈哈哈 看来今天 莲花灌夏院有热闹看了 孩子们 哟 把厂子给我打扫干净 推下去 炸车 小老大 把桌子椅子 戳灯 都挪开 这场子可就亮开了 三尺地零摩 陆坤 一不惊慌 二不害怕 往前紧走了两步 就问 我想问一问 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 对 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嗯 谁是徐良啊 哪个是白眼眉 你给我出来 徐良伸着个脖子 慢慢的走出人群 跟三尺地零摩打了照面 啊 还不猜我就是白眼眉 陆坤 借着灯光仔细观瞧 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 水蛇腰探到的脖子 面塞紫阳干 两道耍白的白眉毛 大片牙黑牙根 嘴角望上掘 三分不像人 七分好像鬼 啊 你就是白眉徐良 嗯 不错 真是我老人家 如果 我猜得对的话 你是不是撒尺地零摩 陆坤 来 徐良啊 你知道我来 为什么吗 嗯 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 别忘了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我要给我兄弟霸我愁血汗 那好啊 你兄弟是不是非天神魔 叫陆青 对 误会啊 误会 你这一提醒啊 我倒想起来了 那是在轻松 狼牙剑的时候 我跟你兄弟见着了 他跟你的个子一巴高 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 他自己报了名字 叫非天神魔路青 不过呢 你兄弟很不讲道理 挺大的年纪 一点德性都没有 大牙不菜 非要跟三下武艺的人 为仇作对 把我三戏人逼得没有办法了 因此 这才打场跟他动手 我以为 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 又是成了名的老架客 这脑能力不一定得多高 哪知道我吓错了 原来 他是有名无师的大发筒 那撒心上一刀 给批为两半 他就这么死了 你说怨谁 哎呀 呸 臭鬼 杀人偿命 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 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 但死的你手下是真的 我是他哥哥 我就要给他报仇 你拿那 这个陆坤呢 翻脸不认人 心无烈火 望上一速 步中分锁 啪啪啪 就打了十二掌 踢了八腿 外加四圈 山线徐良 巧妙的 左躲右闪 没被打招 老心的身子 飘出圈外 冲着他一乐 我说 陆坤啊 你这是何必 有账不怕算 我这不在你眼前吗 你把气血平住了 有这个本领 你就给你兄弟报仇 不过 不过我总觉着 你算活到十会儿了 好像要找你兄弟 前去作伴 可可把陆坤气坏 徐良啊 你不要斗气 你拿命来 等一等 徐良 转回身 告诉大伙 谁也不行动啊 这家伙太厉害 说是说 动手是动手 你别看我气他 不等于人家没能 你们在后头 给我关敌 撂阵 还有那不负气 三个 我看用不着您 干脆把他交给我的 不是 老兄弟 想这么一个饭桶 还用得着你身手吗 三个我就可以了 三个 大将押后阵 杀鸡烟用宰牛刀 正因为他是饭桶 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 老兄弟 你太客气了 你才是大将押后阵 还是看我的 陆坤听得清楚 哎哟 合着他俩都肯定 我是饭桶了 还谦让起来 把他气得一流围窮 在腰里头 把链子飞锤亮出来 他这条兵人 也是宝中之宝啊 链子长 一丈霸 两边带如意钩 这两个锤 比拳头还大着三圈 乃是五斤至少 这两个锤头 夹的一块是三十六斤重 锤后边有环子 挂到如意钩上 不幸的时候 可以把它摘掉 三尺地灵膜 把毕生的精力 全都用在这条兵人之上 那练起来 是神出鬼魔 为了给他兄弟报仇 他真鸡肋很了 把家伙亮出来 挂好锤头 滑得 把双锤一分 等着徐亮 再看老星 拽出金丝大欢刀 二人又打了照面 没等徐亮先伸手 三尺地灵膜 就先下了家伙了 左手一晃 右手的锤 一轮起来 吾 就下了家伙了 猛砸徐亮的兵梁门 徐亮甚至 这种兵器最厉害 为什么呢 你要往上一躺 碰着链子 它是软的 就得拐弯 锤头往下一当了 照样能砸着你 要想招架 就得磕他的锤头 别碰他的链子 但是徐亮的兵人 还吃着亏 老星就是一把刀啊 用刀刃 恐怕把宝刀伤了 只好用刀被子 往外躺 徐亮抖三天 喊了一声 用大欢刀的刀背 把他正手锤拨出去 空中火光一闪 金星四茂 可就在这时 三尺地灵魔路空 手腕子一错进 啪 正手锤回去了 左手锤 使了个单风贯耳 奔徐亮的耳门变机 就到了 徐亮赶紧望下 一哈腰 哎 这一锤 从后脑掠过 陆魂紧跟着 双臂一晃 哎 两锤 颅厉害 奔徐亮的 后背变砸 说时时那时快 这招太快 就像闪电一般 老轻去的 你不能脑袋抢 抖身 穿上大墙 第三招杂空 邪不大头鬼 房属安呢 眼睛都看花了 他都不知道这招 怎么变化的 一看他干脑上了墙了 房属安支鼓掌 哼 还是我爹 哼 你看那 哎 脑袋一不论那招有多高 干老 加把劲 把把那个什么膜 给我卡住了 大伙一听也不敢乐 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 房属安就是这种人 他这一招呼不要紧 可把陆昆给气坏了 徐良 你下来 你要躲 你不算英雄 不别着急 我今天不能走 徐良飘下来 老星这回来个先发之人 往前一纵双手捧刀 分心就刺 陆昆 用链子推旺 一挂 老星刀随人走 一软身 使了个脑后摘瓜 一道凉风 是扑奔陆昆的后脑 陆昆使了个锁梗藏头 山西艳徐良 使了个刀离家长 这一挡 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 陆昆一看不好 吐气 吸胸 屁股使了个千金钻 往外一踪 躲出一丈五六 徐良一掌即空 陆昆之哼哼 心说罢了 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 这小的名副 其实果然是不好惹 有道是行家 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徐良 绝非一般人可比 我可要多加谨慎 想着这俩人望一块一凑 各时绝意就站在一处 再一打呀 三十回合 没分输赢 再看徐良鼻子脚也冒了汗了 他吃着亏呢 冰着 不行 人家把链子锤轮圆了 三丈以内 你不能靠近 刀短够不着人家 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除非 眼睛好使会 抽冷的 望你进 能打几招 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 云瑞心中暗想 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 我们没得是就八王千岁 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 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 斯伯父 别这么打了 咱们这么多人 干脆都上得了 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 哎 斯伯父 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 小人战 我们是拆官 我们来抓贼来 更主要的 为救八王千岁 哪能在这耗费时间呢 嗯 孩子说的有理 哥 别卖不了的书该 在这戳起来看 哥拉家伙给我杀 蒋平一声令下 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厂拉家伙 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 倾刀并去呀 这回路空可有点害怕呢 好啊 怪不得你们开封府 捞打圣仗 闹了半天 善于斩鸡毛凑胆子 你们是什么东西 一多为胜 好 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 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 喇叭 有多少斤的我收装包围 再看路空望下 一踏腰鱼链链子飞锤 呼呼呼呼呼 户住上中下散盘呢 这么多人不能靠近 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了 徐良心中很生气 心说四叔啊 你太糊涂了 要我把他缠住 你们该干什么 干什么 我能打 我就打 不能打 我可以撤 这样灵变 再这一说 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 这回很好 都是自己的人 没法打电暗器 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 再这一说 人这么多也不得施展 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 蒋思叔 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要在一起呼大堆 话不用多 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 对 小良子得言下之意 该干什么办什么 那就是救八王千岁 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挫子 也犯不上 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呼呼之喘粗气 点手把戏的大头鬼也叫出来了 其实这个战场 有他们俩不多 无他俩不少 好几十位 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 就撤出来 也无关紧要 方叔安倒提着小刀 来到蒋平进前 你什么事 孩子 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 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可不是咱们得 到了现在啊 咱们都糊涂了 就是我干老清醒 你看 人家说话不多 正说在腰窝上 咱来干什么 不为救八王吗 对不对呢 趁着大伙把这锁子给缠住 咱俩俩俩就去救八王千岁 孩子不行 光咱俩可不行 你那个能耐 我这个武艺 一顿饭桶 倘若遇上硬手 就麻烦了 等着啊 我再招呼几个 就这样 蒋平把日月飞行 小太保中林 义侠太保 刘世杰 孝门郎君 沈明杰 超水燕子 旅人杰 又叫下战场 几个人一转身 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 赶奔第三层院子 这第三层院子 站着几个小老道 手里拖着刀枪 带着站岗放哨 一看来人了 不敢低档 哗 陌生就跑了 因此蒋平他们 很顺利的来到藏经楼 把火扇子点着 把屋里的灯点上 一看周围都是历柜 书架 里面装满了金圆 正中一张大桌子 前头有桌料 一下太保留之街 把桌子掌开 望下一看 果然是个地道口 蒋平在前 众人在后 拿火扇子一照 下面有梯子 一顿一顿 通到下面 他们怎么就敢下呢 原来审论郭达的时候 问得非常清楚 这没有消息埋伏 他们估摸着 郭达不敢说瞎话 所以放大胆子 很顺利的来到地道 往前一走 有个狮子路口 再往左一轨 发现一座石门 这石门 半开半眼 有一条黑缝 因为呢 恐怕关眼了 把人给憋死 一股潮气 直刺鼻孔 在这 蒋平的心啊 激烈的跳动 心中暗响 八王千岁 王爷 您可吃了苦了 愿我等无能 一直拖延到今天 也没把您救出虎口 真是罪该万死了 不过呢 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 王爷 您可别怪罪 现在咱就要见面咯 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 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 刘世杰一脚踹墙 两只手搬住石门的边 两臂一较劲 哎 门掰开了 蒋平手举火扇子 一哈腰 走进密室 一看这屋啊 更吵啊 顺着石放 嘀嘀哒哒 往下淌水 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胎 脚底还发花 可望里面一照 靠着墙这 有一堆乱草 看样子有人呆过 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 还有一条绳子 但是空无一人 将灵魂脑瓜一副了 莫非还有第二座石门 不成 四 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 搜了半天呢 就这么一间屋 第二间找不出来 房属湾一晃大脑的 我孙爷 咱们上当了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 这这么空屋子 肯定要把八王千岁 挪到别的地方去了 糟糕 咱白来了 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 大伙无心在此 耽搁顺着梯子上来 就找到前院 一看还打着呢 蒋平站到高处 斗丹天喊了一声 梁子 别打了 走别打了 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 各拉军阵跳出圈外 开封府的人在东 三尺地零摩陆骨骨地 跳到西边 蒋平呢 领着房属湾就到了 徐梁擦了擦汗 一边喘气 一边问 蒋三叔 怎么样 完了 孩子 咱们上了 忘了 这没有八王 哇 把绿瞧瞧的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那么一说 三尺地零摩陆骨骨 在旁边听得清楚 把山羊湖一决 是狼声大笑 哈哈哈哈 哎 这戏 我看演到现在 咱就收场吧 徐梁啊 蒋平 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 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 是不是 实不相瞒 昨天赵德芳还在这 今天白天也在这 掌灯之后才转移的 要挪了地方 让你们空欢喜一场 徐梁一瞪眼 你可往我半律瞧瞧的 我去问你 八王千岁 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莲花馆总院 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 你说的可当真 我这么大年纪了 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 这纯属事实 我绝不会欺骗你 要找赵德芳 你们上莲花馆总院 管郭长达去校 那位说三尺地灵魔路君 说的是真的吗 真是实话 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 这就得说 这个三尺地灵魔 非常狡猾 前文书咱说了 郭长达 把八王千岁 转移到下院 就围着这个地方肃静 不引人注目 另外 派陆坤在这坐镇 万无一失 这个陆坤呢 还挺认真 来到莲花馆下院 每天得贬三次名 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 不准随便离开下院 但是他就发现 这个下院的贯主郭达 这人挺神秘 总是没影 朝空 就不见了 问他手下这些弟子 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 这陆坤呢 可就加了小心了 他心中安想啊 只要这样 才容易走漏消息 你说管吧 他是这儿的贯主 是郭长达的徒弟 你说巫管 如此放纵 一旦走漏了风声 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 郭达一夜未灰 落空可动了脑筋了 他预感到情况不妙 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 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 他想什么呢 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 给抓去了 就是铜金刚铁罗汉 到了开封府 也得说实话 哎呦 他恐怕八王千岁 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 因此 这才把八王千岁 又给转移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山县徐良 把守望空中一举 各位 到了现在不必耽误 走 到莲花冠去找郭达 打 翻江淑讲评 当众一说 八王没在莲花冠下院 大伙也就没心再打了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高声断鹤 呆 陆坤 视而言而无心 跟你们这帮人办事 真叫人可气 可恼 我们可不是怕 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 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 三尺地灵魔点点头 好 树不奉陪 我先行一步 到莲花冠总院 等你们去 陆坤 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 从小道赶回莲花冠总院 蒋平跟徐良白云瑞大伙碰了碰头 事到现在 非得找郭昌达讲 道理不可 因此整队出发 也敢奔莲花冠总院 简短结束 时间不大就到了 蒋平叫房书安过去叫门 用不着跳房越墙 房书安晃着大脑袋 你呆 杀不尽的毛贼草扣 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去 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 红灯开到把门开开 一看是房书安 哎呀 方爷 都熟人了 过得着这个吗 干嘛口出不逊呢 你放嘟鲁屁 你赶紧告诉郭昌达 让他给我滚出来 我家总门长 已经恭候多时了 请各位央兄 守候片刻 笑了道转身松笑 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工夫 就见飞云道长郭昌达 率领大队 来到莲花灌门外 群贼望左右一分 郭昌达是大不流星 来在前面 无量天尊 各位 都来了 房书安气得直蹦 哎 我说郭昌达 我说你说话不算数 拉屎望回坐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房书安 我希望你自尊自贵 不要说过分的话 频道跟你没什么可说 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 云瑞就过来了 白某 再次 哎呦 白将军 哈哈哈哈 我说今儿晚上 咱们大伙最好心平气和 不要吹胡子瞪眼 你们不是给八王千岁来的吗 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到里边坐吧 郭昌达说吧 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 攻守相让 老少英雄一愣 不知道他又安得什么坏主意 可又一想不去就算灾了 因此白云瑞 投钱败到 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馆 拐弯抹角到了东画院 郭昌达用手一指 各位 知道你们来 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 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 到屋里坐吧 徐良一识眼色 几个头头进了屋 其他的人在院里头 这叫两手准备 别都给捂到屋里头 那就麻烦了 郭昌达也不勉强 进屋的 有蒋平 展兄飞 白云瑞 山县徐良 戏不大头鬼 方叔安等人 等来的屋中 分宾主落座 小老道献查 徐良抬头一看 三尺地零摸陆坤 也坐在郭昌达的左侧 因为他先回来的 就见郭昌达架着 二郎腿 满脸得意的神情 喝了一口水 把茶碗放下了 各位 把你们的来意 讲一讲吧 郭昌达 郭昌达 我先说 我去问你 你为什么压而实信 前者 你跟我老兄的白云瑞 打赌机了 说得清楚 假的明白 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寿 朝天听 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 这话是你说的 然 一点都不假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扑空了 结果 还好想被你的弓箭手包围 命萨在朝天听 这做何解释 徐三将军 且喜雷霆之怒 修发虎狼之威呀 你们便光指责我 我相信我郭昌达说话 是算数的 但是 事情多少有点变化 这变化就在你身上 此话怎讲 三将军如果不见忘的话 你是不是路过南正县 夹几天 遇上了金掌佛禅 白莲华 雁峰等人 啊 是啊 哎 这就得了 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 胳膊 给抬起一条去 哎呦 哎呦 有此事 好嘞 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 金掌佛禅 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为了我 为了我 掉了个胳膊 我能不给他报仇吗 我能听之任之 袖手 不管吗 消息传到莲花怪 我是怒满胸膊 为了惩罚你们 顾此才把巴王赵德方转移了 叫你们空欢喜一场 躺着 不发生这种事情 我说话是算数的 三将军 这回你明白了不 他把许良给气了 心说这个郭昌达 真是狡猾的鼎鼎 方书安在旁边察言 哎哎 我说郭昌达 我说两句 既然你把巴王千岁转移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 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 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 说清楚 好 方才我也说了 咱们就这个事 把它摊牌 巴王赵德方 现在就在我的莲花馆 身体还不错 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 当初我怎么说的 现在我就怎么办 要想给你们 不难 但是不能这么给呀 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 那当年我就把赵德方给你们 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 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 我自己呀 我自己呀 得给我找个台阶下 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馆的门前 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 我们莲花门 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 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 咱们定为八月初一 开泪比武 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 这犯不上 有能耐 没能耐 叫天下人去评论 倘若 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 我们就把八王 交给你们 不但如此 贫道犯什么罪 打什么官司 按律治罪 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白军瑞一瞪眼 郭昌达 你想要利内比输赢 然也 白将军 你却战不成 白某从来没胆小过 不过 你们三番五次识信 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 如果这次擂台 我们真要取胜 八王你真给我们吗 说话算不算数 郭昌达文庭正言立策 无量偏尊 各位英雄 我说话从来算数 绝不改变 如果你们要打胜了 打着我们心服口服 不但八王给你们 我还认罪 从今以后 插一匹 把莲花派勾掉 八十一门 没有我这门 倘若频道说话不算数 你来看 郭昌达冲着小老道 一失眼色 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 又拿过一碗酒来 就将郭昌达 揭招在手 把正手的中指隔破 鲜血滴得到酒里头 他一扬膊把这碗酒喝了 徐良他们清楚 这是莲花门诅咒最高的方法 喝了鲜血酒了 那就是说坚定不骗 大伙的心呢 这才放下 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 我查打好了 一样未定 八月初一 我们就到这打泪 但是这个泪叫什么名字号呢 三将军 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 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巴王类 比较合适 因为你们要巴王 我困巴王 焦点都在赵德方身上 故此得名 擂台的日期 到九月初一结束 一个月 是输是赢 也有定论 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联华派的对手 怎么办 徐良跟蒋平一商议 蒋平代表开封府 站起来 郭长达 我们还是那句话 到了一个月的期限 我们不能取胜 巴王爷我们不要了 沙寡村流 任凭耳朵自便 你们乐意怎么办 怎么办 开封府 无权过问 无良佛 一言为例 各位 大家都听见了吧 来啊 白酒 蒋平一波的脑袋 多谢 树不逃咬 告辞了 等等 等等 我郭老健哥 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 我们临行之时 还打算看看巴王千岁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 我们得见一面 把话得说清楚 大伙一批高 方树安真有两下 在关键的时候 正说到点子上 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 郭长达一笑 可以 请众位 少后 来来 找到方带来 人们等啊等啊 好长一段时间 就听院中脚步声音 大家抬头一看 有二十几个标形大汉 都光着膀子 腰杀板带 怀中 披着迷惶惶惶的 鬼头刀 中间架了个老头 一看这老头 谁也不认得 头发 胡须都赶了 沾了 腰也直不起来了 没人架着 干脆就不能走路 到了近前 大伙仔细看 才认出是赵德方 你想想 八王千岁 那是金之玉业 那在安庆宫一带 多享福啊 敢比一国的太上皇 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 落到人家手 能好得了吗 打过来骂过去 虽然一日三餐 不断吃喝 那跟养猪也差不多 少了 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少不了 这老头 想死不能 求生不得呀 简直把心血 都熬干了 能不变模样吗 短短的两个来月 老头等于拔了一层皮呀 脸上的光彩 没了 眼窝深陷 如傻如捏 群雄一喊 心如刀脚一般 全站起来 郭长达望 当劲一横 妈 我三将军 白将军 各位英雄 咱们把丑话说前边 你们哪一位 想趁这机会 把赵德方给夺走 你们可不够人物 我相信 你们也不能那样办 可即使有人 胆敢这么办 赵德方要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就别怪我 郭长达 就见了二十个标型大汉 把刀 就架在赵德方脖子上 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 谁往前一凑 这就冻家伙 郭长达往旁边一退 请吧 有话你们就谈谈吧 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呢 众人全都跪倒了 王家千岁 树辰等无能 我们这乡有力了 好半天 赵德方才把头抬起来 多厉多索呀 往前边看看 你们是谁呀 陈蒋平 白云瑞 撒羡许良 一番书安 大伙子一报名 八王才清醒过来 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 各位 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 哎呀 他这一哭可要了命 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蒋平急忙 把眼泪擦擦 王家千岁 时间短处 咱把话说清吧 就因为我们没能力 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 实在是罪该万死 这次我们跟郭长达 已经交涉好了 八月初一 要在莲华馆的门前 设立八王类 我们想方设法 要把您救回去 请老人家保重龙体 现在等待一个时期 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王方王爷 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 您要往开处想啊 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 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 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 把您也救了 您也玩完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 请您好好地休息 该吃吃该喝喝 您就相信 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是啊是啊 大伙就劝 郭长达 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 各位 行了吧 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压回去 就这样 把八王爷又带走了 老少英雄气得狠狠 瞪了一眼 郭长达 先说老皮肤 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 我们没有办法呀 等把八王爷救回去 咱们再算这笔总诈 就这样 大伙人痛 酣悲 离开莲花馆 郭长达还真不错 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 安谢郭长达 咱不提 但说老少英雄 回到开封府 不敢掩瞒呢 把这件事如实的秉明包青天 包的人问平 常探一声 也无可奈何 你看包公断爱 那可真了不起 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 有劲使不上 只好修下本章 奏鸣四帝人总 除此之外 包的人跟蒋平众人商议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相爷 这您放心吧 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 八月初一离现在还有二十一天 这二十一天我们就得请人了 人是越多越好 另外呢 就八月初一赶不到的 十来个十天半月也未尝不可 凡是能打的 跟我们交情不错的 我们是都得请了 好 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 准备 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卫所 大伙书籍一笔 也没心吃饭 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 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灵空 北下欧阳春 诙谐老人走画昌也都请来了 让三位列席 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 也不由得紧皱双眉 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 就得这么办 下一步请人 请谁呢 大家 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决定写八封信 立刻派人骑快马 以最快的速度 投到本人手中 这八封信都是谁的 头一封 下的河南登峰 嵩山少林总院 聘请八个名僧之一之二 扭转千坤木兰十方 欧阳中会 聘请同金刚铁罗汉 磨成大力佛 欧阳普中 这是凌空的口气 要求两位师兄 无论如何 你们在八月初一 也要赶到东京 参加八王来 那么这俩大和尚 哪怕来一个 大伙心就有了底了 这第二封信 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 峨眉山白云外 聘请四个人 白云剑客夏侯仁 一字峨眉女 马凤姑 寒江姑宴上云凤 白依身同小剑魔 白老白依子 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 写得非常肯心 要求就是四位 不能都参加 哪怕来一个 不管是谁 也可以 把八王类的情况 全做了介绍 这第三封信 是挥蟹老人走话长 亲笔鞋的 下的冰山北极岛 要求师兄 长法道雪珠连 亲自出头 倘若师兄 古物太忙 不能抽开神 那么 霹雷狂风水上浮舟诸葛渊英 来也行 震北海恶面昆仑守上官风 来也行 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 来也行 但是必须得来几位 这第四封信 下到云南三老庄 聘请古来西 佐久尔梅花千朵苍九宫 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戏 这封信是蒋平写的 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 那两位都是师伯 要求三老不必参加 徐良还提起笔来 给老师金金好斗梅梁祖 师叔神行不影 稻气驴的剑客 古云飞写了封信 要求他们二位参加 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 天龙碧亚几位高人参加 书说简短 这八封信写完了 封好了 命人即刻起身 都分送出去了 哎呀大伙啊 如实众合 才透过一口气来 下一步一商量 来这么多人 我哪安排呢 都叫住的相国寺 也不方便 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 蒋平提议 把狮子街 秦家老店给包下来 开店的掌柜的 叫秦林 人送绰号神枪将 也是上三门的人 他爹 就是大名鼎鼎的 赛鼠宝的亲戏 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 秦林 凯然应允 把住店的老客 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 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 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 被褥拆洗 准备的一切妥善 好接待四方的高人 蒋平心中暗想 信是投出去了 央兵馆也准备得不得理呢 究竟这些高人 谁能来 谁不能来 八王类上 能不能取胜 这就很难说了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眨眼之间 就到了八月初一 一梅徐良 与飞云道长郭长达 打赌机长 八月初一 要在八王类上 比一斗输赢 开封府老少英雄 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眼看八月初一 就要到了 可是请的这些人呢 还都没露面 把大家急得心塞油烹 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 来到秦建老殿 展兄妃和智华都在这 他们俩奉命 在这接待来宾 蒋平一问 还没来客人 连南辖带智华 都是锦锁双眉 心说正在用人之际 他人就都不来了 他人就都不来了 这可怎么办 大家落座闲谈 正在这时 火气进来 回四老爷 徐三将军 贺人道 哦 蒋平就站起来 嘿嘿 真来了人了 来来来 咱们出去接接 老少五位来到秦建殿门外 一看并排 有四位老者 头一个面如银盆 第二个面四晚霞 第三个面如重枣 第四个是个花花脸 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 背后身背包裹 蒋平和南辖 他们不认识 徐良可认识 一瞅来者非别 正是小孤风的春秋四老 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 春月春光好 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 第三位秋霜秋凤舞 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 当初在小孤风 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 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 一看这四老杰足先登 他们先到了开封 徐良是喜出望外 跪倒给四老叩头 老人家一下可好 瓦备徐良给各位行礼了 哈哈哈哈 起来起来起来 三将军 自小孤风一别 现已数日 你挺好啊 托老人家的夫 我都挺好 你们老四位也挺好 嗯 一切照旧 四位老人家 来我给介绍介绍 徐良回过头去 把蒋平 展昭 智华 云瑞 叫过来 逐贺给做了指引 大家 彼此见礼 把四老接进 勤进老殿 蒋平 纷纷飞上 打来 敬面水 四老洗完了脸 竖完口 重新归座 是排白酒呀 大爷 春月春光好 在席前问 徐良 徐三将军 你给我写的那封信 我们接着 一点都没敢耽搁呀 没过两天 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知道这次巴王类 规模是不小 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 故此才耽误几天 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 徐良表示感谢 不过春月春光好 打听打听 莲花冠的阵势 不由得紧锁双眉呀 三将军 各位 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 灭咱们自己的威风 那郭长达 不但为人尖角 而且无意惊奇 绝非等闲之辈呀 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 绝不敢摆这座巴王类 咱们认识穿红的 人家认识挂虑的 扯耳朵塞帮子动啊 我料 他们请的 人家守不了 大家频频点头 正在谈话的时候 报市的进来 报 报四老爷 展老爷 各位英雄 贺人道 徐良一看这边真有意思啊 说不来都不来 说来前后脚 徐良跟云瑞站起来 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 哥两个脉部接出去 到门外一看 来两老头 一个丑一个郡 再看这个郡他 身高过丈 绑阔三平 面似银盆 一部花白虚然散满千辛 法纪高碗金簪别顶 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秀 飘飘然真相神仙将士 长得是慈眉善目 无关端正 在他下垂手这人 就好像那海外野手 王园色的 身高过丈 动战腰汗 往口上一看 这头发都赶了沾了 他也不拢也不洗 就用块皮条子一勒 这张脸 黑中透亮 亮中透明 爬鼻梁子大翻鼻子头 怪眼冤翻 是阔口烈塞 一部胡须 像麻刷相似 身上穿着青衣服 腰里的系着麻绳 一个裤腿长 一个裤腿短 光着两只大脚丫子 这脚趾盖 靠靠着往下掌 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 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 手里头拿了一把大扇子 叫人看着十分发慎 白云瑞不认识 徐良认的 在小姑峰见过 这二位非别 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于地雅 长得好看的这位 就是天龙仙师赵普 长得难看的 就是地牙仙师 碧玛温 魏白宝 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位 没想到这二位 今儿个也赶到了 徐良强步其身 给二位老剑客十里 二老用手相掺 天龙仙师 上下打量徐良 三将军 你挺好吗 托你老人家的福 我一切全好 哎 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 多谢老人家光照 全处理完了 我就担心 你悲伤过度啊 其实人生在世 生离死别 这是难免的 什么事情都会摊上 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是 仅遵老人家的吩咐 我这不是挺好吗 魏白宝 极如烈火 听赵普说这话 他外天 过来把徐良拉住了 梁子 巴拉里什么时候开始啊 八月初一 嗯 还没到日子 因此我们哥俩 接信之后 日夜兼程 赶到东京 我请问你 国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这我可不清楚 不 就你知道的都有谁 据我知道的 有飞剑虾 猪料 撒尺 地灵魔 陆空 血手 飞连 江洪烈 等等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以为他都请了 什么高人 闹了万天 都是酒囊 饭袋 鸭马 的肉 墩 真要是这些人 用不着旁人 我姓魏的 收装 包园了 天龙先师 认为师弟说话 有点过分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魏白宝 觉得有点失口 妄下就不说了 徐良 把云瑞叫过来了 你给指引 云瑞一听老前辈 赶紧失礼 天龙先师 一听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玉面小达摩 小伙子长得干净利乱 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 魏白宝则不然 看着云瑞一皱眉 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 不错 正是晚辈 你爹是白玉堂 对 你老师是谁 白云剑客下猴人 风僧醉菩提凌空 威震西方老鸳鸯 功也瘦长 哇 仨老师 你要跟吓唬人他们学能耐 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 不过我也不用看 你这能耐 干不上徐良 往后可别骄傲啊 好好跟着你三哥学 是 仅尊老剑客吩咐 徐良一听这人说话 头上一句 脚上一句 是不分轻重 这在殿房外的大吵大嚷的 叫人多下不来台 老星鸡马望离相让 天龙低雅一进屋 喝一看春秋四郎在这坐着 故人相见 非常勤热 四老爷起身让座 彼此见过 添了两把椅子 二人入席 谈话的忠心 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 和八王来 大家正谈着呢 报市的又进来了 连报市的都乐了 先说平日谁也不来 今儿个连城串了 四老爷 徐三将军 又来客人了 哦 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 带着展兄妃出了迎接 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 为首的仨老头 正是云南三老庄 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 大爷古来西左舅耳 二爷梅花千朵 苍九宫 三爷 闹海老龙神 苗九夕 除了他们爷儿仨之外 还带着一帮徒弟 在苗三爷身后 站着两人 一个是绊的老头 此人 这人正是小龙神 苗正旺 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 是苗正旺之子 苗九夕之孙 海底寻真 苗顺 苗志其 看来人家一家的全来了 江平你看 鼻子一酸 眼泪掉下来 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 江平在年轻的时候 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 一看老师这一到了 江平腿一软 双膝跪倒 二位师伯 老师 我给你们磕头了 哎呀 三老的心里他也热乎乎的 江平啊 起来起来起来吧 一看江平比当初还瘦 当初上秤腰腰啊 能有七十多斤吧 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五十斤挂铃 简直这小干本老头满脸全是纸 胡子都见了白了 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 江平啊 你可瘦多了 也老多了 哎呀 我的师父啊 您徒弟都六十的人了 也有不老之力 不过师父 我看您的经历 还是蛮充沛的 可不是 我吃饱了没事 在家一待 不愁这 不愁那 所以没显出老了呀 古来西左舅儿 梅花千朵苍九宫 就问 蒋平 客人来了多少了 不多 春秋四老天龙地雅 这两拨客人刚到 哦 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 师父 师父 往里请吧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 要跟小龙神苗正望 海底熏真苗志祺打了招呼 大家这边谈 边往里走 云南三老这一来 春秋四老天龙地雅 全站起了迎接 都是老熟人了 见面之后 当然有一番的亲热 展昭传话 另排排两桌酒呀 打这开始 左一拨 右一拨 保镖的 护院的 辽东的 江西的 甘肃的 这人就陆续不断了 没出两天的工夫 勤进老店都快住满了 可把蒋平和徐良 他们忙坏了 脚底下不闲哪 而且来了客人 他们还必须 秉民包青天 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 就在七月三十的这一天 又来了几拨主要的客人 头一拨 中山剑客 无员工 二一拨 展示腾空被摸天 继老继华城 一朵红云 飞连道人 徐良和蒋平亲自应接 这一见面 中山剑客 五员工乐了 四老爷 徐三将军 恕我的冒昧 我们没接着请帖 自己可就来了 蒋平乐的直跺脚 老建客 您太客气了 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 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 一是道路遥远 二 值得你们太忙 但有一线之路 我们也就不逃遥了 没想到关系有远近 亲戚有后保 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 既然如此捧场 真叫我们感恩不敬 说着 把三老接进去 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 客人又到了 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 金晶好斗 梅梁祖 神行无影 倒起驴的剑客 古云飞 见过师父跟师叔 把二位老建客接进去 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 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 咱就不必细说了 我屋里一看 左一桌右一桌 全都是高人了 二老也非常高兴 徐梁拉把椅子 坐在师父的身旁 多日不见 得陪着谈谈 梅梁祖 问许梁 孩子 八月初一 非得打八王类吗 那是自然 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 哼 郭长达呀 郭长达 真是自不量力呀 当然 咱得承认他有能耐 可是 你阅不过一个礼字去 一个出家人 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 而且 以八王为名 设立擂台 赌斗 输赢 真是犯下不赦之罪 我看这笔诈 快结清的时候 徐梁点头 古云飞 在旁边插话 孩子 你们还请了谁 徐梁掐着手指头 如实的一讲 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 峨眉四大见侠 他还没到 少林的高僧 也没露面 还有几位高人没来 当然了 路途远近 有关系 人家有没有事 还有原因 不过这些人 肯定是得来 大家谈论多时 徐梁下去 给准备注冲 尖端解说 转过天了 八月初一 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 干什么呢 一个 钱去付累 二一个 内阁大学士 开封府的 福尹 包的人 来看望各位英雄 大家都准备好了 天还没等亮 包的人坐着大叫 就到了秦建老殿 等进殿之后 有蒋平和徐梁 白云瑞陪着 跟各位英雄见面 包的人勉励众人 多多出力 解救八王千岁 你看包公说一句话 众主千金 给大家的鼓舞 是非常大 众人是深表感谢 包的人还有事 需要上朝 在这稍作片刻 起身告辞 他走了之后 把一切的事情 就交给徐梁和蒋平了 蒋四爷命人 把林空长老 挥蟹剑客走华昌 北下欧阳春 全都请了 大家一想 按原计划行事 这么多人 便呼堆 人多了目标了 行动不方便 也难以统一指挥 干脆分批赶奔莲花冠 谁看着谁合适 你们就搭伴耳心 人数不限 就这样 三三五五 各找合适的 先后离开 秦极殿 赶奔莲花冠 按些别人不说 单说徐梁这不 域面小达摩 白云瑞 跟着徐梁 你看这哥俩呀 非常投缘 白云瑞就乐意 跟徐梁在一起 一个是听着他说话 风趣 叫着开心 二 徐梁计谋非常多 能力也大 白云瑞想跟着三哥 长长知识 所以主动跟徐梁在一起 西部大头鬼 方树安 在后的是紧跟着 按他的话说 儿子不能离开爹 所以徐梁走到哪 他得跟到哪 小霞龙天彪 行如龙 行如虎 日月飞行 小太宝 钟林 他们凑得一块儿 简短接说呀 不到正当五十 他们就来在莲花馆门前 到这一看全愣了 什么原因 二十几天没来 变了样子了 就见莲花馆前门 搞大一座擂台 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 气势宏伟 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嘛 而且这座擂台 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 第一 没梯子 你要想上去 就得凭真功夫 第二 太高 平地到台湾 没有三丈 也差不多 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 台上有八颗 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 在擂台左右 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 上联写 全打南山 斑蓝红 下联配 脚踢 北海 混 江龙 横批三个大金字 足有一人多高 八 王 来 台口 转圈 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 而且 出将 入巷 两个门 就好像 那野台子戏 不过 比那戏台可 大的多呀 后面 是休息的地方 人家莲花罐的人 都在后不休息 此刻 台上 没人 就是台下 有几十名出家的 小老道 手里拿着戒指和皮鞭 维持 秩序 靠台子进不行 起码在十五帐以外 为了有个标志 地下定了一六角子 用黄红 上蓝 的 徐良他们 再一看 这个消息 传得也快呀 从四乡八镇 来看热闹的人 是城前上了 密密麻麻 徐良他们 挤进人群 尽量往前凑合 前面还有不少人 他们哥几个不动痕 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 翻着母狗眼看看 我说爹 他妈这擂台 盖得真他妈缺德呀 哪个地方缺德 怎么没梯子呢 这有能力的上去行 那个没能力的 瞪眼上不去 方叔安 这就是郭长达 故意显露了一手 难为天下的英雄 正像你说的 有能力的人不在乎 没能力的人就傻了哑了 可不是这么的 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 这时候就到了正当五十了 就见上场门一开 从里边走出人来 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 右手提着个钟 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 这么大的场子 刹那间就肃静下来 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 各位乡亲们 八王类现在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肃静 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 郭老倩客 有话对大家讲 八月初一 八王类正式开类 头一个飞云道长 莲花门总门长 郭长达 跟大家见面 这个妖道 沐浴 沐浴更衣 穿着一身新道服 头上 白灵色的道棍 金簪别领 身穿银灰色道袍 清户 清户 清秀边 腰记姓黄 水火丝头 刷白的半截 白布高装袜子 登着一双厚底子 倒鞋 身后背着金乎乎的 梁天尺 手摆浮尘 这胡子 输的是溜光耍亮 满面春风 神采意义 卖着方布 来到台口 成千上万的人 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 人们窃窃私意 有赞美的 也有咒骂 郭长达把手中的浮尘 甩了几甩 晃了几晃 斗丹天 送法号 无量天尊 各位施主 天下的英雄好汉 贫道不才 我就是郭长达呀 这座八王类 就是我建议召开的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要立八王类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顾名思义 什么叫八王类的 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方 命名的 实不相反 现在八王千岁赵德方 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 总院 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 为什么扣留他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炷香 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板柴棍 因为他们太不讲理 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见面就杀 建岛就平 建山就灭 而且不择手段 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身为总门长 绝不能直之不管 因此 立八王类 独斗 输赢 假如 开封府的人 把我们莲花门的人 彻底给赢了 我服输认罪 把八王送回安庆宫 我郭长达 到案打官司 该什么罪 我领什么罪 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 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 他们也承认有罪 八王不要了 任凭贫道杀寡存留 这件事情 我想叫天下的英雄 给做个公正 这个擂台 一共立一个月三十天 从八月初一开始 到九月初一结束 在此期间 必须得分出输赢了 可我还要声明一点 这次例类 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 扑天下的英雄 谁愿意登台献议 我们都欢迎 说我愿意留个纪念 我欢迎 说我要暴打不平 向着哪一方 也可以 缺钱你说话 缺什么东西你张口 频道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咱把丑话说的前边 这是擂台 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 未曾登台之前 你自己先掂量掂量 你有多大的分量 倘若胳膊说腿断眼瞎残废 那是你自己找的 甚至把性命丢了 与本类主毫无关系 别到时候 你在埋怨天 在埋怨地 别怪别人 就怨你自己没能来 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比武 现在就开始 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 回了后台 他进去的时间不大 蹦出一个人来 这人的年岁在五十五六岁吧 中等身材 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 面如麻灰 光头没戴着帽 往着发转 朱三别领 浑身上下一身 圆青色的衣服 腰里杀着板带 赤手空拳 没拿着家伙 别看他上了年纪 动作敏捷 坏似圆厚 熟识的是干净利落 来到台口 抱了个螺圈衣 然后说道 各位 各位子弟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们 方才我们总门长 交代的清楚 说的明白 我就不必废话 我也是镇内的内官 人送绰号 叫闪电流星 姓柳 我叫柳春达 我先压下场子 现现丑 请那么一位两位的蓬蓬场 闲话少说 说练就练 我先给各位打烫拳 各位可上眼 嗨 这位闪电流星望下 一塌腰二臂 轮开身形转动 练了一趟 打磨神圈 再看人家 站如钉 走如风 全似流星 颜四殿 身如蛇形 腿如钻 猫穿狗闪 吐滚 樱翻 猴上树 胡登山 莽翻身 龙探爪 练的都绝了 把扑天下的人 看得眼花缭烂了 等人家练完了一手招 烧停片刻是 掌声如雷 好 好 练得好 果然是好拳脚 好功夫 这柳春达一高兴 就找不着北了 嘴也就失控了 这家有点得意忘形 稍微喘了喘气 二次抱拳 哈哈哈哈 练了几招 粗拳笨脚 承蒙各位 台爱 还给我支叫好 溃灵 溃灵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功夫 功夫 这玩意儿 骗不了人 千人 千人愁万人瞧 要真没两下的 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 我可不是打把是卖艺的 我今天我是内观 我斗的是三峡武艺 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 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 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 你们便光看热闹 有胆子的 上了一个两个的 跟姓刘的比一比 有没有 开封府的来不来 你敢不敢上了彼此 这家伙大放厥词 在这指名典性口吐狂言 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次开封府来 没拉大队 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 十个一帮 自由行动 所以这人 安插到四面八方 哪里都有 咱们不说旁人 单说日月分行 小太宝 钟林 钟林听着柳春达 说的怎么这么刺耳 不由得火望上壮 往前一凑 贴近徐良 三哥 我打算打头一阵 你看怎么样 嗯 兄弟 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我知道了 看他妈这小的太狂了 我杀上他的威风 钟林 钟林说着 倒提大棍 几个人群 来在台下 咱没说 离这个台十五丈 不幸战人 由于这个台子高有三丈 离这近你也看不见 所以呢 有黄中绳在这拦着 有小小道 在这维持着秩序 钟林脉步 跨个戎城 大不留情就来在台下 这台子还没梯子 要想上 得拼功夫 钟林的武艺 虽经 这么高的台 就是往上蹦 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 可怎么办呢 钟林有钟林的办法 再看小英雄 把英雄场甩掉 卷了个麻花扣 鞋背在身上 腰里的大带 蹦蹦蹦 连紧几扣 摁撞帽 提靴子 往后退出多远去 紧跟着一个冲刺 离这台不远了 他用这条大棍衣组这地 把身子就腰起来 来了个掌杆跳 嘿 这玩可借了力了 把他身子 抛到空中 紧跟着一换腰 双脚落在台板之上 老百姓一开始热烈鼓掌喝彩 好啊 好功夫 好本领 钟林平了平气 把大棍往旁边一放 衣服脱了 也放到台口里 闪电流星 柳春达一丑 帮上个小伙子 比自己能高着一头 这小伙子长得细腰炸背 双肩暴龙 面似担惊 两道利剑梅 一对豹子眼 鼓鼻梁 大嘴叉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 请问壮士 尊姓大名啊 某 钟林是也 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宝 我爹就是飞茶太宝钟雄 哦 你是钟太宝之子 朕应了那句话 老子英雄而好汉 哈哈哈哈 钟林啊 这么一说 你想要打这头一阵 对 我想跟你比比 柳春达冷笑了两声 钟林 实话对你说 我跟你爹钟雄 还有一面之师 当初他在军山的时候 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 我还做过他的帮帮 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 后来呢 人各有志 你爹当了官了 投靠了大宋 我仍然漂流在江湖 但我这个人不忘前情 跟你爹既然有交情 咱们就不喜外 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 再者一说 钟林啊 你别不爱听 我都一把胡子了 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 我能欺负你吗 我就把你赢了 也被天下人耻笑 钟林 回去吧 回去吧 换个旁人 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 啊 你说当着天下的人 柳春达 大言不惨 这一吹牛 可气坏了飞行小太宝 钟林一阵冷笑 柳春达 我奉劝你废话少说 这是八王类 我们赌的是输赢 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 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 你跟我谈不着 你现在是莲花冠的内官 我是开封府的拆官 咱们二人水火不通路 当场不让不举手不留情 你把我赢了 算我精识不到 学艺不高 我把你打了 算你倒霉 你哪那么多废话 呀 钟林 何小子 你连个好坏话 你都听不懂 哦 你觉得开封府的人 有势力 你讲着你有茶杆 你觉着你不含糊 好嘞 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 闪电流星的厉害 你伸手了 两个人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啪啪啪啪啪 打了三十个照面 没分输赢 钟林有点着急 回身把棍子抄起来 哎 就留的 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 再打也白耽误时间 你去找家伙去 咱比一比兵人 哈嘞 你稍后片刻 柳春达一条帘 奔后台呢 这后台的两边 全是兵人架子 十八班长兵人 二十四个外武型的家伙 以及带来的兵人 觉着在身上背着 尘也都挂在兵人架子上 这柳春达到第三个兵人架子这 一伸手藏着 拔出一条长坝紫金瓜 这玩家好像个东瓜底下安个坝 但是这是兵铁的 上乘腰腰 没八十斤也差不多 柳春达抄起长坝紫金瓜 二次来到台前 把手中的兵人一晃 嘿 钟林 来了 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 钟林呢 并不客气 剑梅赵树紧咬牙关 轮起这条大棍来 招打 使了个泰山压岭 就下了绝情了 柳春达 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 望上招架 开 两件兵人碰到一块 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 望了两摇 倒退了七八步 好选没来个定顿 心中暗响 心中暗响 八了 央雄出少年 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 把我镇的这骨花都疼 其实钟林也够想 镇的虎口发酸是凉笔发骂 但是年轻人好选顿 中林毫不畏惧 望前一顿又是一棍 踢踏踏踏踏踏踏踏 这二位不是比武 跑这来打铁来的 看看谁的力气大 来者不拒 你砸我也躺 我砸 你也降 两个人就这么标的一块 一眨眼就砸了二十几下 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 钟林心中暗响 这个姓柳的果然厉害 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 何不用白元棍的招数赢他 因此刷拉一变招 使出白元棍 柳冲达一看他不砸了 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 两个人就这样 又打了五十回合 没分输赢啊 钟林年轻啊 眼尖手脚快 手中的棍子使着 底下就下了埋伏了 打着打着 棍里夹脚使了个扫堂腿 扫爬 柳冲达没注意 摔了个定堂 苦痛就坐在那 钟林这棍就下来了 柳冲达一看不好 啊 举双臂 横长大紫金瓜 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 钟林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起码敦当事 往他面前一站 姓柳的 方才你说了 你在军山混过饭吃 给我爹当过帮伴 不忘前情 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 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 只要你说个服了 承认输 我把棍子一抬 我就把你放了 你看怎么样 倘若你要不服气 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 这个柳冲达也是棒蠢 在那坐着 举着这么沉的长大紫金瓜 叫钟林用棍子 把他压在这儿 你就说句软和话 还能怎么样 其实不说 食指上自己已经输了 但这人还有点宁静 钟林这一叫号 他有点不服气 哼哼的几声 钟林 我扶谁也不能扶你 呀 你不认输不成 对 我还想跟你大战八百合 钟林一看 这小子真是肉烂 嘴不烂啊 因此两臂 咱就望下一压这棍子 哎 刘春达可受不了了 这两只胳膊像蛇的似的 一大弯 一想不行 这玩意落下来 我脑子就搬家了 还得挺住 哎 他望上一举 钟林又望下一压 哎呦 这刘春达可受不了了 就觉得胸膛发热 两肋发炸 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 实在控制不住 把嘴一张 一腔血全喷出来了 好像血剑一般 钟林见识不好 撤棍 往后一撤身 这才没喷得自己身上血 再看刘春达 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 昏迷不行 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 这要过去 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 但是钟林没那么做 冲着后台喊 哎 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 把这位架回去 小老道聊聊一首 哎呀呀五良佛 我们可不是打雷打 我们是救人的 赶紧用软床 把闪电流行架回后台 郭昌达就一照眉 怎么了 突悬了 郭昌达分布一声 赶紧去直悬着弹药 你想这种场合 能不准备药吗 不光有药 妙手的郎中 至内上的至外上的 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伺候着 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 过来一检查 柳昌达别的病没有 就是劳累过度 这一口血喷出来 需要好好休息啊 就这样 把他架回莲花罐 吃药 休息不停 正在这时 有一个人从墙上摘起一把鬼头刀来 摁崩荒 咬 把刀就拽出来 瓢链蹦到前台 二话没说 赵忠林就是一刀 幸亏忠林年轻 眼睛好使 上部闪身 用大棍望的一弹 把刀给夹出去了 回过身了一看 这位小个不大 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 屁活蛋子翻翻着 脑门子 长了一层黄雲 满脑的头发都打着卷 相貌十分凶恶 忠林看了半天不认识 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 运河暗中下手 小娃娃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认识你是谁 金头虎甲正 师爷 这个贾正 在前文书咱说了 在南正县 开了个贾家殿房 金掌佛禅 白莲花燕丰 就是住到他的殿房里 他们夫妻俩人 他夫人叫邹氏 人送外号摩叶城 手使双刀 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 自从徐良 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 把他的殿给他抄了 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 这才跟着白莲花燕丰 逃到莲花冠 如今在郭昌达手下 还当了个小头 不过金头虎甲正一看 在这儿是抢手如临了 使这碗下眼石也不那么容易 要想在莲花冠 能吃口太平饭 就得露出几手来 怎么办 他就打算利用八王来 大显身手 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甲正是何许人也 因此拉刀才要大战 中林